发现被逼退婚消失两年半的二哥 定是这方世界的天命之子 表明温和整日宅在家看书的大哥 暗地里却是一位隐藏大佬 自己小妹更是一代女帝转世 就连平日里唯唯诺诺的废物老爹 居然也是一名腹黑最强老六 而你作为被外人吹捧了十几年的天才 没想到是家里面最弱的那个 不过你也仅仅空有妖孽般的修炼资质 整日里却和一群狐朋狗友勾拦听取夜夜声歌 这不再轻乐方喝大发了 被狐朋狗友一击 大庭广众之下竟做了那强抢名女的勾当 若是平头百姓也就罢了 偏偏这次欺负到了西伯侯头上 抢了女扮男装的西宁郡主 要知道西伯侯可是镇守西江以身殉国的国之助使 而且西伯侯膝下无子仅有一个未出格的女儿李西宁 前段时间刚被皇帝陛下亲赐为西宁郡主 所以当西伯侯府的老太君处着拐杖入宫 觐见陛下大哭一场后 在家里呼呼大睡的你直接被京都府影亲自领兵捉拿 二话不说直接打入了天牢等候皇帝陛下发落 当穿越而来的你消化完这些记忆有些头疼 想了许久发现除了用元主最擅长的拼爹外别误他了 还好陈留侯儿子不多 不会轻易舍弃你这个麒麟儿 你之所以有信心不被抛弃 除了元主资质不错外 还因为你是陈留侯府板上钉钉的继承人 陈留侯长子陈之白是个书呆子 整日守不离书躲在藏书阁极少下楼 大唐以武力国自然不会让一个守无负机之力的人继承侯卫 次子陈之命是个民动长安的废 曾经资至逆天出生时半有意想 可惜在十五岁修为再无寸进甚至不断跌进 如今恐怕连个舞者都称不上 而他之所以民动长安却是和另一件事情有关 那就是缥缈宗圣女诸尔的高调退婚 从此以后陈之命变得愈发沉默 这些年身居减出予以独行 就连你都很少见到二哥的身影 这样的人自然也不会紧 你表情忽然僵住 天才被废 青梅竹马上门退婚当面羞辱 神特么自己是板上钉钉的继承人 这便宜二哥不是妥妥的天命之子吗 你猛啊 许多元主以前从未注意过的细节清晰地印在脑海里 陈之命至少有八成可能在暗中折服 只待有朝一日震惊天下 甚至五年前陈之命之身闯入江湖 恐怕已经在前往飘渺宗的路上 来不及考虑陈留侯爵位的归属 你开始回忆元主有没有嘲讽过废物二哥 许久之后你如是重负地吐了一口气 还好元主虽然纹固但对家里人不算闹 甚至曾经还为二哥出过头 揍过那些出言嘲讽的人 既然二哥有可能不简单 那大哥真的只是个书呆子吗 陈之白表现得很普通书不离手 唯一奇怪的是元主自从济世以来 似乎从来没见大哥发过火 脸上永远挂着温和的笑容让人心生清静 这就很离谱 尼菩萨还有三尊火器 大哥永远一副温和模样 这是活成了圣人不成 而且想起被元主随手 丢在角落里吃灰的那本五道残卷 你感觉脑袋都肿了一圈 那本犯着古异的书是陈之白送的 可元主捧着练了半天毫无头绪 加上心底下也觉得大哥算不上什么修行者 送的东西肯定也就那样 于是就丢在角落里吃灰再也没练过 和残本一起的还有一本陈之命送的剑经 剑经就更离谱了 整本书只画了一柄剑歪歪斜斜 看起来丑陋不堪 就像是志同的涂鸦 彼时元主挨着二哥的面子随意瞥了几眼 然后就陪着无名残本作伴去 只有小妹送的那块玉佩 你倒是常年佩戴从不离身 取下身上带着的暖玉 你心里稍微有些安慰 便宜大哥二哥都有可能是隐藏大佬 还好有妹妹陈之东 他才十四岁出生时也没什么印象 这些年跟在元主屁股后面晃荡 可谓是知根之底 除了那双丹凤眼 有时候挺幽深 其他都还好 如果猜测成真 大哥是隐氏大佬 二哥是天命之子 那整座陈流侯府 就是随时可能被记得大兄之地 世人皆知主角 都他娘的是孤儿主 哪怕不是 只要踏上修行路也多半快了 心人寄天法力无边 这一刻你忽然觉得 这大佬里飘荡的腐朽 美味都格外清醒 比那随时可能炸的陈流侯府好不饿 你垂头低声悠悠道 我感觉要无了 真不考虑开个新手礼盒 就在你觉得 大概不会有回应的时候 一道机械冷漠的声音响起 等价交换同所无期 没得商量 你不死心地追问 回应你的是一片沉默 作为穿热狗 你也是有系统帮身的 只不过系统只有两种功能 一个叫时间 另一个叫悟道 这俩功能都标注了价钱 时间是500两银子 一次悟道是1000两 也可以用其他等价的东西来换 只要系统衡量 觉得有价值的东西万物皆可换 默默掂量 陈刘侯府目前的家底 你愈发的惆怅 陈阿满是个不擅长 经营全靠封地分润的 那点税收过日子 这回库房里仅剩3000多两银子 也就意味着 哪怕你想啃劳百烂 也成了失望 第二天你刚睁开双眼 就看见一个中年人 处在自己跟前 他把手中的精致诗和 递给你嘴里糯糯的 而啊都是爹不好 让你受委屈了 你张了张嘴 那句园主常常挂在嘴边的 老不死中就没喊出口 结果石河你捡起一个肉 包子慢慢吃了起来 这男人正是大唐陈刘侯 你的父亲陈阿满 原主一口一个老不死 半点对老子的尊敬也没有 偏偏陈阿满最终爱这个不孝子 无论原主惹出多大的祸事来 都不见陈阿满放过半句狠话 只是乐呵呵地跟在后面擦屁 饶是以你两室为人 也摸不清这里头的根油 见你一笼包子吃完 陈阿满赶忙从石河里 取出一碗石墨豆浆憨厚笑道 醉客楼豆浆你最爱喝的 趁热喝了好上路 听到这话你伸出去的手 顿时僵在那里 不过是抱着李心灵 砍了几嘴撕了几片衣衫 就严重到要砍头的地步了吗 却见陈阿满没心没肺 满脸堆笑道 快喝呀 你大哥和你妹在家里 等着给你接风洗尘呢 还有个大的好事 等你回去就知道了 说完他朝你奸诈 一笑一副妖功的模样 你无语凝捏 胡伦两口喝完豆浆 西伯侯府 于老太君手里的龙头拐杖 在青石板上发出沉闷声响 在其身侧西伯侯 为王仁卫视眼眶微红 老太君 真要把宁儿许佩给 那个下流胚子吗 闭嘴 于老太君眼里金光射出冷声道 不如此还能如何 宁儿和那小贼的事 已经传遍长安 难道要逼死他不成 卫视被于老太君双目一瞪 身体不可自已的颤抖起来 于老太君积位已久 不消卫视就连西伯侯 在世时也未知如 可是想到自家哥哥的承诺 他鼓足勇气颤声道 那小贼榴莲勾兰坏事做尽 您把宁儿许佩给 他不是把宁儿往火坑里推吗 那哪里才不是火坑呢 于老太君悠悠盯着许氏 沙牙冷漠道 何见未夹 你那个十三岁 就逼死如玉阁清官的者 还是你那诸狗不如的表弟 再敢多言老生将你仗杀于此 闻听此言 卫视瞬间脸色惨白如指 跪在地上一言不发 做好你这身份该做的事 于老太君冷漠道 细伯侯虽然不在了 这侯府却还轮不到你来当家做主 如果让老生查到心灵的事 你也有一份 你知道后果 切身知道了 卫视跪在地上 直到于老太君的身影 消失不见才敢缓缓起身 沉流侯府 你刚回到家 就看到一个手握书卷的男子 此人正是沉流侯府的嫡长子 陈之白 现在你对这位大哥起了疑心 怀疑他是隐藏大佬 只觉那双温和的毛子里 隐藏着数不尽的沧桑故事 竟有些不敢与之对视 陈之白对你温和道 回来就好 小妹给你准备的最爱吃的醉下 别让他等酒了 这就去 你悄悄瞥了一眼 他手里的书卷依稀可见一个道字 随后就往里屋走去 身后陈阿满看着你的背影感叹道 经过这一晚的牢狱之灾 居然叫我爹了 你娘要是知道的话 应该会很欣慰吧 孩子总会长大的 陈之白温和道 我看过了 神魂正常 陈阿满拍了拍 陈之白的肩膀笑道 爹不是让你看这个 在爹眼里你也是个孩子 别整天默契沉沉的 整得比那些老不死还要腐朽 陈之白微微一阵温和道 孩子知道了 你们几个都太妖孽 搞得我这爹当的半点存在感都没有 还好有这个臭小子 陈阿满浓密的眉毛飞起满脸腥味 陈之白笑道 二弟入了间隔遗址 见胜朱后一见开 留下的剑衣硬是被他拽进了气海 等他什么时候能够藏住一身剑衣 就能够一举肌身虚神经 阴神出油瞬息千里 放眼年轻一代在无可与之笔间 那孩子也是个性子决的 陈阿满脸上露出几分联系 当年朱尔挟着御剑宗的天骄灯门退婚 可谓是把陈刘侯府的脸面摔在地上踩得粉碎 逼着陈阿满的性子当场就要将他们斩杀 甚至不惜起兵直接踏碎两座宗门 如果不是儿子要自己登门讨债 他怎么可能让那朱尔全身而退 这些年飘渺宗和御剑宗强强联合 在间隔不出道门不显的时代 隐隐有登临江湖回首的野心 却不知有人坐在长安城日日遥望 只等儿子登山铁器踏碎两座山门 另一边你刚进院子 三个你快来看人家给你坐得最下 我亲自去湖里捉斗 来人正是陈阿满最小的女儿陈志东 你揉了揉他的脑袋笑呵呵道 快给三个端出来 我可缠你这手艺好久了 在家里远主和年纪最小的陈志东关系最轻 两人打闹了一阵府上的老管家 向个幽灵般窜出来 侯爷在客厅 请三少爷和小姐赶紧过去用餐 你被这老管家吓了一条 深深看了他一眼朝大厅走去 记忆里这次似乎永远都是这副 风烛残年的鬼样 愿谁看到都觉得他时日无多了 却硬是熬死了许多 比他看起来更年轻的管事 进了大厅你捡起筷子 捡起一只精英剔透的最下乐呵呵道 妹的手艺越来越好了 接着只见你脸上挂着三分遗憾 三分悔恨三分尴尬 还夹着一分解脱 声音低沉道 李希宁的事有太多气敲 我在大牢里想了一整晚 终于想明白有奸贼想害我 此言一出陈阿满满脸问号 好想问问自家的好带 如此直白的阴谋 需要想一整晚这么久的吗 陈之白则手中书卷微颤 唯有陈之东眉头微微皱起 单分眼闪过冷意 这一瞬脸上竟露出几分威严 你毫无所觉 杨仙线前三刀位子线这三人 我原以为他们都是好朋友好兄弟 没想到竟是他们在我身后 狠狠插了一刀 说到这你看着陈阿满歉就头 老爹平日里要我远离那些狐朋狗友 我只当作耳边风 如今看来他们竟都不是什么好人 闻听此言陈阿满彻底放心了 果然是我的儿子不假 连悔悟都蠢得这么可爱 昨晚的事情看似是 户部侍郎家二子社局 实际上更深层次是 东宫太子想要借此机会试探陈刘侯府 这涉及到两代恩怨 只是这些话陈阿满不准备告诉你 毕竟说了也没什么用 而咋这事也不能怪你 以后不和他们来往就好了 正好老爹给你盘了门亲事 争取早日成为修行者把婚事定下 陈阿满虎目含泪 自家儿子虽然蠢好歹能够迷途之反 最主要的是终于从心底认可自己这个爹了 这不比什么都强吗 你沉浸在自己的表演里 压根没听陈阿满说了什么 话锋一转满脸正色道 老爹 我见咱们家库房都没钱了 要不您找五安侯借些本钱 我想做点生意补贴家用 陈阿满猛逼的愣在那里 商骨为贱民 儿子向来瞧不上那些人 怎么被关了一晚后 竟然要操持那件叶起来 不过想到儿子好不容易有想做的事 却也不好坏了兴致 大手一挥道 我儿想做什么生意但说无妨 爹支持你 你羞涩一笑缓缓吐出三个字 开勾兰 此言一出满场俱进 做生意也就罢了 陈阿满自问舔着老脸 去找五安侯那丝多少 还是能借到几千两白银的 可是开勾兰是什么鬼 那是正经人干的事吗 这一瞬间陈阿满有理由怀疑 你是想借着开勾兰的名义 来个进水楼台先得月 见陈阿满不说话 你侃侃而谈 开勾兰是我想了大半夜 才想出来的绝妙声音 大有可为 我做过调查长安城 勾兰上百处 可是他们没有特色 吹拉弹唱千篇一律 要知道声音最大都里 最有钱的永远是那些修行者 和读书人 你伸手在虚空一拽激昂道 而我们要做的 就是把他们一网打尽 陈阿满无言以对 看着尺块侃侃而谈的好代 只觉你浑身散发着 前所未有的光芒 这一刻他不由地陷入了沉思 难道我陈家麒麟子 真正的天赋是他娘的开勾兰 这叫我如何去面对列祖列宗 如何面对他娘亲 那你准备如何把他们一网打尽吗 一直沉默看书的 陈之百把目光从书卷上一开 饶有兴致地开口问道 这简单 你笑盈盈道 想要把他们一网打尽 首先要抓住他们的眼 再勾住他们的胃 最后抓住他们的心 至于具体操作 涉及到许多复杂的细节 我就不展开细说了 总之给我八千两银子 我就可以还你一座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山 陈之百不知可否继续低头看书 这会儿你看清楚了 他手里捧着的书天道卷 经过半日的接触 你已有五成把握着大哥 不是个简单角色 这更加坚定了你要开勾兰的决心 无他 赚钱正命 两个极有可能是天命之子的家伙 在眼皮子底下晃悠 一个不小心就是灭门惨祸 降临这叫你如何不及 奈何你前世世的文科生 什么玻璃肥皂这些筒筒都不会 而这一世的援主 除了在逛勾兰这事上付一笔 其余行当也是两眼默黑一无是处 思前想后唯一能做的 只剩下了开勾兰 陈阿满沉默良久 脸色变换不停 看着意气风发的好 但最终还是只能苦着脸应下 随即又重新提了个要求 让你今月下午 务必亲自到西伯侯府上提亲 不是陈阿满着急 他着实是害怕自家蠢儿子 在外头开勾兰的事 传到西伯侯府那位老太君耳朵里 到时候哪怕皇帝老儿再好说话 恐怕也没法子亲密结果 得到承诺你心里大事落地 自然一口答应 更何况那位西宁郡主 长得贼好看性子又清冷倔强 你还是比较忠义的 如果不是因为原主光天化日之下用墙 闹得满城风雨坏了人家明洁 就少接触 而且你还有更重要的宝贝要看 哪里有时间看妹妹的宝贝 回到房间你找到了 被原主丢到角落的两本破书 随即系统机械的声音响起 五道残卷价值九万九千美元时 鉴金价值七万七千美元时 宿主是否交易 一美元时约等于五百两白银 这两本破书按照童子定价市值近一两 如果先前只有五成把握 这下陈之白和陈之命 是影视大佬的可能性 直接飙升到了九成九 实锤了小丑竟是你自己 身为天命之子的便宜弟弟 死亡几率只比可怜老爹陈阿满 低了那么一丢丢 脑海中黑漆漆的一个微字不停闪烁 宿主可选择兑换是否交易 就在你满脑子死亡威胁时 系统机械的声音再次响起 隐隐的你感觉童子这件伤 似乎有几分期待 不慢 冷漠关掉系统面板 你打开那本五道残卷 一字一句开始解读 这种极有可能是修行圣典的秘籍 怎么可能随意卖掉 除非加钱 两个时辰后你眉头紧重 还是和之前一样这破书看不懂 每一个字都认识就是不明白其中的意思 我果然是个废物 自嘲地叹了口气 你默默从屋子里搜罗出许多玩意儿 童子 买一次误导 画落桌上的百剑消失不见 交易成功误导一次 可选择残卷第一篇 你翻开五道残卷 眼前的景物瞬间变换 在睁眼你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浑身浴血的士组 正深处一处战场之中 你赤手空拳随着大军冲杀 奔袭间体内气血翻滚化为一条奔流不息的滔滔江河 只是一拳竟直接将一猛扑而至的凶兽碾为虚物 渐渐的身旁已经没有了袍则四顾进阶敌扣 你仰头发出一声悲怅咆哮 向着如潮水般涌来的凶兽递出了此生最后一拳 空间破碎你意识回归 现实里你已经盘膝坐在床上 脸色惨白如指浑身大汗淋漓 身上更是有着粘稠的污秽之物 整个人都散发着酸臭的味道 你正正无言恍如隔世 沉默片刻后赶紧收束心神 拳头倾握指缝中响起痴痴之音 原来这就是误导 随手将元气散开你喃喃自语 一场短暂的误导残卷第一篇已经融会贯通近乎大成 而且迟迟未能迈入的先天境门槛 也在不知不觉的元气运转中扣关而入 如今你已然是先天境初期的修行者 如果有足够多的钱 这世间的修行秘籍对你来说再没有半点秘密可言 只要付得起钱你就是最强误导者 想到这里你笑容逐渐开始不太正常 赶紧搞钱躺平才是王道 临近傍晚还在琢磨搞钱计划里 被陈阿满带走前往西部侯府 他手里捧放着两尊玉佛满脸肉疼 毕竟这是陈留侯府最后的家庭 你看在眼里善解人意道 老爹 实在不行咱们打到回府吧 这两尊玉佛差不多也值得万八千的 我们卖了开勾兰 定亲这是我不急的 区区八千两而已算不得什么 陈阿满忍痛把两尊玉佛递给你别过眼去不看 你默默接过玉佛 突然有了回到前世倾家荡产 娶媳妇的感觉是怎么回事 没过多久你们到了西伯侯府 陈阿满瞬间气势大变 一股子苦大仇深的严肃气息散发开来 见状你有些猛逼 却见陈阿满狡诈一笑 情场如战场 爹有经验 进去之后看我脸色形势 西伯侯府 于老太君坐在态势一上 在旗下手陈阿满正经危坐 神情严肃散发着苦大仇深的气息 在这诡异气氛下 于老太君脸色逐渐变得阴沉起来 拐杖狠狠往地上一处青石板 如猪网般裂开碎石飞剑 口中更是历声喝道 陈阿满 你要是反悔了大可推了这门青石 咱们收拢兵马沙场上拼个你死我活 我西伯侯府不是非与你老陈家结亲不可 老太君你这是何意 陈阿满猛逼地看着于老太君 心想我好心好意来提醒你这老太婆 莫名其妙扯什么你死我活 你满脑子黑线 先前就觉得老爹不是个靠谱的 你呀真要经验丰富 就不会在老娘死了这么多年 还是个光棍 眼见于老太君情绪激动杀意沸腾 你赶忙从陈阿满身后站了出来行为一礼道 老太君 小子向您请罪了 昨日过错皆由我而起 老太君宽宏大量愿将西宁下架 我一家欢喜还来不及怎会反悔 听到这话于老太君脸色烧暖 第一次把目光落在你这个害的 西伯侯府颜面扫地的顽裤身上 外面都在传你榴莲勾兰横行无忌 他本以为大约是个贼眉鼠眼的蠢 不料你唇红齿白乍一看像个读书人 可惜金玉其外败绪其中 于老太君冷哼一声 侯爷随老生来 文言你给老爹递了个眼神 赶忙跑上去扶着老太君 独留陈阿满满脸猛逼地坐在大厅像个傻子 知道老生为何要答应 将西宁许配给你吗 走在幽静长廊上 于老太君忽然开口问道 陈志安微微一正 如果按照原主的思维 这个问题很简单 自然是因为小爷天赋一柄 资质不凡 前途广大 可陈志安毕竟不是当初的 那个小侯爷了 陈英片刻后 他淡淡道 昨日是前三高说 白虎街上新开了加勾兰 杨老二看出西宁的伪装 最后为老三推了我一把 这是个阴谋 也不算无可救药 于老太君微微汗手 继续问道 还有别的吗 陈志安眉头微挑 犹豫着要不要开口 这事儿当然不止如此而已 只是有些话不太好听 我西伯侯府 看似圣倦不浅 不过是风中残竹罢了 一门子寡妇 等老圣一闭眼 也就随风灭了 于老太君 脸上古井无波 话语间却透着衰败凄凉 你若娶了西宁 就当是娶了整座侯府 无须遮遮掩掩 我要知道你真正的想法 那志安就直说了 陈志安缓缓道 这场阴谋 从来都不只是 针对我陈刘侯府 还有西伯侯府 于老太君脸色不变 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陈志安扶着他 坐在廊桥石凳上 轻声道 何间卫家想要吃绝户 奈何西伯侯府的门槛太高 既如此 只能把门槛砍掉 如果不是您连夜进攻 陛下从中斡旋 恐怕今天上门提亲的人 就不是我陈志安 而是威子宪了 一个名誉禁毁的西宁郡主 加上魏姨娘的鼎力支持 魏老三入坠侯府 甚至是名媒正取 都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与老太君 眼底闪过一丝诧异 这些话 如果从旁人嘴里说出来 他不会有半分意外 长安城很多人都能够 从这场愚蠢的阴谋中 嗅到味道 可由这名声在外的 纹固嘴里说出口 就有些不可思议了 长安城谁不知道 陈刘侯府满门废物 一个连世袭王位 都没保住的陈阿满 一个没有修行资质的书呆子 一个修到路途近断的废物 还有个号称 百年难见的修行蠢货 虎爷犬子老鼠孙 可不是一朝一夕 传出来的名声 此时看着这青山极地 神态悠闲的少年 与老太君忽然觉得 陈刘侯府或许并不是那么简单 至少眼前这陈志安 言谈举止绝非蠢货 沉默良久 他开口道 既如此 陈阿满为何没有半点动作 就这么心甘情愿 给人荡枪使吗 因为何间未加 也只是一杆枪而已 陈志安面露细血之色 您或许不知道 杨侍郎是太子的人 前三高也是 此言一出 与老太君瞳孔微缩 户部杨侍郎不止一次顶撞过太子 都说他是四皇子李承邦门下走狗 原来竟是太子的人 这种隐秘 陈志安如何得知的 而且 陈留后草包一个 用得着如此针对吗 他有些怀疑 这小贼是不是随口乱说 给自己脸上贴金 见词 陈志安也不解释 关于户部杨侍郎的事 他也是听李承安说的 三皇子李承安是述出 修行资质又很一般 没有半点可能继承那个王座 早早就搬出了皇宫 整日流连勾兰 和陈志安狼狈为奸 臭味相投 以智友相称 可谓是天字号第一顽固 名声比陈志安还差 而太子为何要针对陈留后府 陈志安其实也没搞清楚 只能归咎于李承定脑袋发抽了 走吧 老神带你去见个人 沉默良久 于老太君起身向内宅走去 陈志安隐隐有些期待 昨日圆主喝得头昏眼花 只晃眼觉得 街上那妞长的贼好看 随后就被魏老三一脚 踹到西宁怀里 根本没戏看 越过一道长廊 陈志安发现不对劲 这不是去小姐归房的路 行至一座假山前 于老太君停下脚步 拐杖在一块巨石突起处 轻轻一敲 那假山顿时无声无息分开 露出一条狭窄小道 老太君一言不发 走进小道 陈志安由于片刻 也埋头走了进去 刚进入狭道 立刻就听见一声 低沉的痛哼 陈志安举目望去 只见不远处石牢中 吊着一个浑身是血的男子 面目依稀可见 竟是何坚未家的老三 昨天在清月坊 一起玩耍的小伙伴 看到陈志安和与老太君 一起现身 那老玉停下手里 布满倒沟的鞭子 翘无声息退到黑暗中 魏老三则脸色变得极其复杂 没想到 我谋划多日 竟是给你这蠢货徒劳 做了嫁衣 陈志安没有理他 心中不由地高看了 这行将朽目的老太君一眼 和尖魏家 虽然出身不好 祖宗是个前朝太监 可这些年 他们生意做得极大 把持和尖诸多产业 传说魏家家主魏忠理 更是躋身了通玄境 一身修为颇为不俗 是可以称为小宗师的大能 而魏老三作为魏忠理的小儿子 受宠的锦 身边常年跟随着一位 话虚敬的护道人 以前一起玩耍的时候 魏老三没少喊出来显摆 而现在 魏老三居然被这老太太 不声不响就捉了回来 这个人交给你了 是死是活全在你一念之间 与老太君看了魏老三一眼 闭目坐在一旁假妹 显得很冷漠 论亲疏关系 魏家和西伯侯府很近 魏忠理的亲妹子 正是西伯侯府的二夫人魏氏 小时候魏老三还尝到西伯侯府玩 机灵乖巧 很会讨老太君欢心 只是事事无常 当年堂前客 此时接下球 陈志安眉头微条 知道这是老太太的考验 随手捡起火炉里一块通红的铁签 陈志安走到魏老三面前 淡淡笑道 子县 其实我应该感谢你 你是该感谢我 魏老三脸上写满了嘲讽 如果没有我 你这侏罗一样的蠢货 怎么够得上西宁 我机关算尽 唯独没料到死老太婆这些年 越火胆子越小 连个废物都不敢杀 更没料到 陛下竟会为了你这侏罗牵线搭桥 一朝不慎 满盘皆输 说着 魏老三猛然扑向于老太君 满脸争鸣道 老妖婆 你的阴险毒辣 杀法果断 随着你短命鬼儿子一起埋了吗 啊 啪 陈志安反手一个耳光 直接将他打回去 用脚踩住魏老三的胸口 陈志安朝他眨了眨眼睛 紫线你其实不是非死不可 别把自己做死了 老太君都说了 你是死是活全在 我一念之间 何必求死 想想我们俩的关系 听到这话 魏老三愣住了 他之所以如此疯狂 除了怨恨 更多的其实是恐惧 老妖婆手段恶毒 落在他手里 生不如死 可如果落在陈志安手里 想到这蠢货傻得可爱的过往 他不禁生出些希望来 见此 陈志安继续道 紫线 我们是一父一母的手足兄弟 虽然你昨天设计害我 可我也没什么损失 反倒是因祸得福 和西宁定了亲 这样算起来 我非但不能杀你 反而得谢谢你 志安 你真这么想 魏老三有些异动 却见陈志安低声叹息道 紫线 你知道吗 我沉留后府 断粮了 昨天陈阿满为了救我 把家中仅剩的三千两白银 全捐赠给了王富贵那奸贼 只要你愿意掏钱赎身 我可以做主放过你 魏老三沉默了 陈留后府的情况 他是比较了解的 一窝子废物 又不善经营 已经到了接不开锅的地步 知道陈志安不是在卖惨 只是掏钱就能赎身的事 他总觉得 有些不太靠谱 转头看着坐在一旁的老太君 只见他老脸阴沉 却没有出言 呵斥陈志安 心下不禁信了几分 又想到 大抵是父亲 机身通悬静后 这老妖婆也有了忌惮 所谓掏钱赎身 不过是寻个由头 找台阶下罢了 念及由此 他自以为看透了真相 顿时只冷起来 不慌不忙地坐下 冷淡问道 要多少 陈志安面露喜色 赶忙道 八千两白银 一手交钱 一手交人 出现 魏老三有些嫌弃 陈留后府 着实是落霉了 我堂堂和间三少 就只值八千两 这点钱 都不够他在长安逛一年勾篮 第八章 谁会和一个死人计较呢 魏老三不知 从哪里摸出一枚戒指 手腕翻转 立刻就有几张 轻飘飘的银票 出现在手中 云淡风轻道 这是一万两银票 不用找了 陈志安惊喜不已 子献 你竟已经迈入先天境了 很难吗 见陈志安满脸喜色 魏老三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嘲讽道 百年一遇的修行天才 能够踏入先天境的修行者 谁活不过百来年 也就你陈留后府才觉得 这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麒麟 这是赤裸裸的羞辱 陈志安不以为意 毕竟谁会和一个死人志气呢 结果银票 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 陈志安从墙上捡起一把钥匙 开始给魏老三解锁 魏老三眉头微条 愈发看不起这位小侯爷了 只觉得老妖婆老糊涂了 才会看上这个见钱眼开的废物 陈志安边解锁边道 子献 太子殿下家的御膳好吃吗 也就一般 魏老三随口回应 呼得脸色顺便 世人皆知 何间未夹 可是二皇子门下鹰犬 一时不察 竟被这废物套了话 警觉地抬起头 只见陈志安正面满脸遗憾地看着他 那就不好意思了 下辈子 记得别乱端人家的碗 话落 陈志安手掌扬起 掌缝间元气攒动 轰然落下 扑哧 一掌之下 魏老三瞬间双目充血 头颅如西瓜蹦裂 鲜血四剑 陈志安转手 看着于老太君咧嘴一笑 奶奶 这个答卷您满意吗 于老太君无言以对 这个手染鲜血 满脸挂笑的少年 真是那个熬鹰遛狗 榴莲勾拦的蠢货 沉默良久 于老太君缓缓起身叹息道 去看看西宁吧 西伯侯府内宅 魏姨娘领着陈志安 来到李西宁的小楼前 神色复杂 魏子县是他的亲侄儿 虽然他并不知道魏家的谋划 但大哥和哲儿不止一次 让他想办法帮忙牵线搭桥 亲上加亲的是 他自然是乐见其成的 白虎街的事情发生后 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个机会 不料刚开口 就被老太君一顿训斥 甚至毫不掩饰杀意 搞得他心惊胆战 此时领着这个声名狼藉的小侯爷 他心底隐隐有些埋怨 老太君或许是真的老糊涂了 这小侯爷除了长得好看些 哪里有半点比得上自家哲儿 不过他人为言轻 只能把这些想法藏在心底 阴戳戳地祈祷老太婆早日登天 只要老太婆一登腿 论姿排辈 就该他翻身做主了 小侯爷 西宁阁到了 既然进了西伯侯府的门 还望小侯爷自重 不要做出让大家难堪的事情来 不轻不重地交代了几句 魏姨娘转身离去 陈志安压根没理他 只是静静听着阁楼上传来的悠悠情声 等异曲终结 陈志安时尖上 拨开两重株连 他走到李西宁身后 恰好李西宁也正转身 四目相对 李西宁脸颊瞬间爬满了红霜 眼底更是由水雾溅起 却始终倔强地盯着陈志安 对视良久 看着李西宁预警上那条浅色红线 陈志安败下阵来 园主确实不是个东西 饶是以陈志安的见多识广 也从没见过李西宁这样的女子 眉丝远山不苗而带 唇若涂杀不点珠 只是眉头微醋 就让整个人间湿了色 这种冷清倔强的哲仙子 园主这他娘的也下得了手 不过转念一想 也得亏他下手了 思损片刻 陈志安声音低沉道 抱歉 昨日连累郡主名声受损 实非在下之所愿 李西宁冷漠地看着他 紧抱琴弦 浑然不觉 修长白皙的手指已被划破 事已至此 再多的解释都苍白无力 我唯一能做的 就是余生来弥补你心里的伤口 西宁 余生请多多指教 陈志安声音低沉而沙哑 副手在后仰望天空 塑造出一副浪子回头的痴情人设 可惜 李西宁依旧冷漠 迎着那双清冷的毛子 陈志安再次败下阵来 两世为人 他大多数时候 都是谈几百块的纯洁爱情 这种事经验实在算不上丰富 李西宁抱琴而立 任由鲜血顺着指缝 缓缓滴在地上而不自知 见这一幕 陈志安忽然变得有些异性阑珊 只觉那孤零零站在阁楼上的女子 看似花团紧簇 实则无依无靠 如冬日里随风摇曳的枯草 一吹就散 他走到李西宁身前 粗暴地从他裙边撕下一块白布 不顾他挣扎 开始包扎伤口 李西宁正正地看着他的侧脸 不知想到了什么 没有再反抗 任由他施违 包扎好伤口 陈志安转身离去 走至门前 他忽然开口道 不管你信不信 白虎街的事 确实不是我故意的 不过 如果重来一次 我可能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 此生形势荒唐 唯有这件事 我认为做得很不赖 说完 他跨步离去 李西宁正正无言 许久之后 他低头看着手掌上 潦草的包扎痕迹 黯然发出一声叹息 就在陈志安忙着追欺火葬场时 东宫太子府的氛围 亦如火葬场般压抑 太子李成定坐在王座上 满脸阴沉 王座下 太子喜马朱无偿宫颈地立在那里 扇子也不摇了 身子微微站立 在其身后 户部侍郎家的二公子杨仙县 跪在地上瑟瑟发抖 谁能给本宫解释一下 为什么陈刘后和西伯侯会搅合在一起 李成定身材魁梧 身穿四爪蛟龙袍 声音冷册 一招发怒 竟如寒风刮过大殿 叫人不寒而立 殿下 此事是下沉之责 没有料到于老太君会进宫找陛下哭诉 竟让他废物逃过一件 朱无常满脸愧疚 不住请罪 李成定服秀道 先生无需自责 此事过不在你 朱无常脸色微缓 静静立在那里 他当然没错 谋划陈刘后府时 他压根就没在长安 之所以出来请罪 只是身为太子喜马 必须有的过场罢了 毕竟理论上 太子府里的幕僚 全都归他派遣 此事目光若有若无地 落在那位瑟瑟发抖的 杨家二公子身上 心底说不出的畅快 果真是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那位小侯爷是废物 你杨二郎常年 和他私混在一处 却也好不到哪里去 若不是有杨侍郎的关系在 就你这样的废物典型 连东宫的门都进不来 居然还妄想 毁掉一座侯府 不知所谓 杨仙仙惶恐地跪在地上 委屈道 殿下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那老妖婆要进宫啊 此言一出 满场俱敬 就连李成定 都被这回答惊呆了 这就是我东宫的幕僚吗 李成定忍住怒火 一字一句问道 你没想到余老太君入宫 那么本宫问你 你安排的杀手呢 杀手 杀手失踪了 杨仙仙懦懦道 原本一切都按我的计划 在演变 可是混乱一起 那杀手竟忽然不见了 殿下 我怀疑前三高是内贼 杀手的是只有他和我知道 我没有泄灭 肯定就是他 李成定双眸微微眯起 一脸平静地看着杨仙仙 陷入了沉思 这跳梁小丑一般的人物 是真的蠢 还是在装蠢 他不信 这世上有这么愚蠢的人 罢了 你退下吧 李成定在心底叹了口气 数字不足以谋 毕竟有杨侍郎的关系在 不能苛责太多 闲杂人等离去后 李成定威严形象骤然退去 气急败坏吼道 先生 请你教我 我堂堂太子府 怎会有这么愚蠢的人 废物 蠢货 魏子县 杨二郎 前三高 全他妈是蠢货 难道愚蠢也会传染吗 啊 一通发泄后 李成定失魂落魄地坐在王座上 双目星红 他本就不以谋略见长 之所以成为太子 靠的是一江 功成万古窟 当年镇守北荒 立下赫赫军功 斜着无上荣光南下 一举成为东宫太子 他本以为成为太子后 能够大展拳脚 意气风发 立志一统天下 不料一朝归来遭逢大便 成了困在长安的囚徒 一身通玄境修为 毫无用处 立下正当年胜 寿命悠长 他只是坐在龙椅上 冷眼旁观 李成定就不敢有半点越界举动 一尊反真境的大宗师 世上除了寥寥数人 无人能敌 不然依李成定的性子 什么老二老三老四 或者后面可能还会有的老五老六 全都杀得干干净净 自然就没人再挡住自己的路了 殿下 下沉有句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 见李成定逐渐安静下来 朱长遥善说道 说 依臣之见 其实殿下大可不必针对陈留后 朱无常侃侃而谈 虎爷犬子老鼠孙 陈阿满一介草包 修为不过话虚敬而已 后继无人 又只是个闲散侯爷 任由他们自生自灭便是 何必自降身份去招惹他们 即便加上一门寡妇的西伯侯府 也只是两只蝼蚁抱团取暖罢了 连让殿下出手的资格都没有 说句难听的 招惹他们 除了惹得陛下不快 没有半分一处 本宫何尝不知 李承定叹气道 陈阿满不足为惧 可是他手里握着的八百陈留甲 一日不散 本宫一日不得安生 朱无常微微一正 他是近年来才展露头角的新人 年岁善前 不过五十多岁而已 根本不知道陈留甲是什么玩意儿 史书上也没个记载 李承定脸上露出追忆之色 感慨道 善战者无赫赫之功 陈留甲名声不显 却是大唐最精锐的队伍 所谓神策军 玄甲军 与之比起来 连提携都不配 数百年前 陈留甲所过之处 万寿静默 千军退避 他们像个幽灵般 在战场上收割敌人的命 也收割自己的命 无惧死亡 甚至拥抱死亡 曾夜袭千里 一夜途径北荒蛮族十万大军 杀的北座王庭数百年 不敢南下 因为杀戮过重 史书都不敢留下半点痕迹 说到这里 李承定神色诡异道 想必你也听说过 陈留王的位不正 是全靠舔仙帝屁股得来的王位吧 朱无常没有回答 毕竟是射仙帝的某些隐私 他只是眨了眨眼睛 在本宫这里 不用这么小叶 李承定也遇到 如果陈留王的王位 是靠舔钩子来的 大唐这诸多王侯 大概全都排队去舔过 因为陈留王 就是陈留甲的第一代主人 说到这里 李承定摇摇望向北方 恍惚间 他仿佛看到了茫茫草原之上 有八百战甲 身披黑袍 手持末刀 芒如潮水般涌来的铁骑 他们脸上一片死寂 随着陈留王战旗挥动 八百战甲举起屠刀 胯下易兽咆哮丝鸣 千军退避 人命如草芥般倒下 尸横遍野 血流成河 朱无常沉默不语 殿下如此推崇陈留甲 却心心念念 要把他们彻底埋葬 这里面多半是涉及到了 无法化解的恩怨 李承定缓缓叹息道 先帝驾崩不久 陈留王也留下孤儿寡母 嫁和息去 那个孩子就是陈留后陈阿满 陛下欲效仿先帝 与陈阿满结为异姓兄弟 君臣异兴 原本一切都好好的 陈阿满虽然修行资质不行 但手握陈留甲 也不算弱了陈留王的名头 奈何十四年前一场变故 让陛下诸多谋划成空 我那愚蠢的母亲 不知从哪里知道了 陈留王妃的底细 趁陈留王回乡祭祖 侯府防卫空虚的空荡 调动家族两位宗师 围杀陈留王妃 陈阿满怒法冲冠 一怒之下 调动八百陈留甲入京 杀得血流成河 皇后亲族被屠戮殆尽 若不是陛下出手 恐怕就连母亲和我 都已经给陈留王妃陪葬去了 至此之后 陈留王被削去王位 垂垂老矣的八百陈留甲 结甲归田 终身不得入京 原来如此 诸无常满脸震惊 十四年前京都动乱 皇后亲族造反 被满门抄斩 太子李承定在御书房 跪了三天三夜 终于让皇帝陛下 起了怜悯之心 没有赶尽杀绝 只是把徐皇后打入了冷宫 也是在那日之后 太子非但没有受到牵连 反而一跃成了坚果 此事当时 闹得满城皆知 举世哗然 都说皇后亲族愚蠢 明明唾手可得的王位 被他们作死完脱了 荣耀至极的门庭 一夜之间土崩瓦解 血流成河 又说太子殿下忠孝两全 皇帝陛下圣名仁德 朱无常之所以 败入李承定门下 也是因为 从此事中看出 皇帝陛下 对太子的特殊期许 不曾想 十四年前的那场动乱 竟隐藏着这样的真相 沉默良久 朱无常悠悠道 只相隔十四年 殿下就不担心 陈刘甲再次入京 杀得血流成河吗 母亲再愚蠢 也总归是我的母亲 李承定眼里闪过怒意 看着皇宫冰冷道 身为母亲唯一的儿子 我不能眼睁睁 陈刘甲在黑暗中 隐藏了三百多年 他们老了 该被彻底埋葬了 本宫等了十四年 也看了十四年 李承定赫然转手 双眸心红四显 我等不及了 先生 你明白吗 朱无常微微一正 常依极地 无常愿以七两骨 为君提剑斩头颅 从西伯侯府回来后 陈阿满磨蹭了许久 眼见天色越来越暗 才咬咬牙 向不远处的武安侯府走去 堂堂大堂十八路诸侯之一 为了开勾篮找老兄弟借钱 不乏多少有些沉重 大门内 陈志安摸了摸手里 刚五热的储物界 默默为陈阿满加油 面子算什么 为了钱吗 不含陈 送走了老爹 又和小妹陈志东闲聊一会儿 陈志安迈着欢快步子 回了自己的书房 他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掏魏老三的遗物了 早现在知道 魏老三已经踏入先天进时 陈志安满脸惊喜 着实是由心而发的 毕竟 储物界这玩意儿 需要元气才能打开 以和间为家的底蕴 魏老三一旦成了先天进的修行者 储物界里装的东西 必然不会寒酸 作为手足兄弟 魏老三的储物界 不就是他的储物界 调动体内气血 陈志安手粘储物界 血气转化为元气 在指尖缭绕 片刻之后 只听耳边响起 犹如草纸碎裂般轻微的声音 嘿 成了 陈志安搓了搓手 随即手腕翻转 桌子上凭空出现一个精致小箱 打开箱子 入木处 叉紫烟红 陈志安愣住了 捡起一片仔细观摩 不出意外的话 这是长安城第一美人李兰青的谢衣 为什么这么确定 因为元主包裹 再捡起一件 是小雪的 犹不死心的再捡起一件 是小水珠的 许久之后 陈志安颓然摊在椅子上 整个书房 到处都是熟悉的味道 果然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魏老三和元主能玩到一起 除了一丢丢居心叵测外 其他的大概是侦探娘的臭味相投 陈志安想起另一位挚友 把谢衣又收拢进箱子 默默取出笔墨纸燕 开始写信 陈安亲起 小弟得了个大宝贝 明日武士清月坊 不见不散 将信封好 陈志安叫来陈正 让他务必连夜送到三皇子府上 亲手交给李陈安 陈正满心欢喜 拍着胸脯 保证一定完成任务 一溜烟跑了出去 自从少爷在大牢关了一夜 回来后都不怎么亲近他们了 要知道 之前他们可是形影不离的 逛勾兰时 少爷吃肉 自己两兄弟 好歹能喝口汤 今日无意间 听到老爷感叹 少爷喜心革面长大了 两兄弟郁闷不已 心想 以后要和勾兰的好姐姐们 一别两宽了 不曾想 还没到晚上呢 少爷又让自己 去给三皇子殿下送信 这不就妥了吗 有三皇子在 喜心革面的求 陈志安又把陈毅叫到书房 主仆二人勾肩搭背 嘀咕了许久 陈毅挂着阴险笑容离去 每个人都有他的用处 就像哪怕事件被撕烂的解衣 也总归有去处一样 既然要开勾兰 自然要把两只狗腿用上 他们干别的不成 和三教九流私混的经验丰富的景 长安城哪里的姑娘最好看 门千 而且 他们是陈留后福祖传的私家子 从太爷爷背起 就侍奉左右 忠诚这块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将明日的事情安排妥当 陈志安又趴在书桌上 粪笔集书 茶楼补缺 字里行间全是搞钱 书房外 陈阿满手里捏着几张银票 看着窗户倒映的影子 老怀安慰 而咱真的是长大了 开始知道用功读书了 长安城荆客巷 一辆马车 缓缓驶向巷子那头的杨府 马车里 杨家二公子喝得伶仃大醉 脸上有可见几分委屈 这次设局 他自问已经做到了最好 草灰蛇线环环相扣 把陈刘侯府和西伯侯府 玩弄于股掌之间 虽然杀手没有按计划出手 当街杀死陈志丘 可结果也并非不能接受 毕竟把陈志安送进了天牢 至于于老太君那老妖婆 连夜进宫告状 和陛下霍西尼的事 在他看来 这都是不可预知的天意 谋划落空 非战之罪 实乃天意也 先前被太子殿下迁怒 他心里是不服气的 觉得很委屈 于是从东宫出来后 他转个身 又溜进了清月坊 独自喝了一场寡酒 想着往日和陈志安玩耍的一幕幕 杨仙县不由来得有几分烦躁 诸多念头起伏 最终化作一句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啊 吃 车厢里默然响起一声痴笑 笑声清脆如铃 就像无知少女 听到了极其好笑的笑话 听着这声音 杨仙县微微一正 赫然转头 只见车厢角落处 一个红衣女孩 正笑呵呵看着自己 两个小酒窝还挺好看 他不记得今晚有带姑娘回家 那么 他是谁 什么时候上的马车 那女孩聊起额间的碎法 听说 你弄丢了一个杀手 杨仙县沉默了 搞丢了杀手这事 是他今日不能触碰之痛 如果换个人敢在他耳边说这句话 他会让这次知道 什么叫做残忍 只是这小女孩 真的好可爱 忍住怒意 杨仙县沉声问道 你是谁 来自哪里 要干什么 嗯 我是谁呢 小女孩歪着脑袋想了片刻 忽然欢喜道 我是莫得感情的杀手 你弄丢的 正是我相依为命的哥哥 我为他报仇来了 说着 小女孩伸手一指 浩瀚如海的元气 瞬间将杨仙县淹没 扑哧 杨仙县如遭重击 一口鲜血吐出 锦衣被激荡的元气撕成柳絮 看起来凄惨无比 抱歉 没想到你这么不惊奏 小姑娘吐了吐舌头 举着小拳头凶巴巴道 下次别再把哥哥弄丢了 会死人的哦 忽然 她耳朵微动 闷闷不乐嘀咕了一句臭老头 瞬间消散在原地 杨仙县又渴出一口鲜血 身子蜷缩在角落 满脸恐惧 那小女孩看起来不过十四五岁 修为进到了深不见底的境地 随手一指 浩瀚如海的元气 几乎不下于化虚境强者 甚至 在杨仙县记忆里 化虚境强者 似乎也无法做到 如此举重若轻 如果那小女孩想要杀她 恐怕她现在已经成了一具尸体 难怪那位杀手没有出现 连她的妹妹都强悍若思 身为哥哥的她 又怎会出手 刺杀一个连修行者都不是的废物 高手向来都是骄傲的 自有其傲气 不是杀不了 而是不屑为之 小伙子 听说 你弄丢了一个杀手 就在杨仙县后怕不已时 一道如同老公压斑沙哑的声音 缓缓响起 杨仙县身子一僵 听着这熟悉的问题 她忽然觉得要糟 艰难抬头 只见先前小女孩坐的那个位置上 一个老人勾搂着身子 正悠悠看着她 沉默半想 杨仙县扯着嘴角问道 是她哪位亲戚 我姑且算她家里的仆人吧 老人满脸褶子 几根白发西斜拉拉趴在头上 看起来没几年活头了 可是心中早就把那位神秘杀手 无限拔高的杨仙县 只觉着老人那双眸子 透着深入骨髓的冷意 神经彻底崩溃 凄惨哭泣道 老人家 我下次一定把那位大人好好看住 再不把他搞丢了 求您大发慈悲 绕我一命吧 老人不为所动 缓缓伸出 犹如枯骨般的爪子 咔嚓 一道道骨头碎裂的声音响起 杨仙县手脚被折断 姿势诡异 摆成个大大的死字 杨仙县疼得昏厥过去 老人看着自己的杰作 终于无声笑了起来 缓缓消失 不知过了多久 又一道身影出现在车厢里 来人是个老玉 拎着条布满岛沟的长边 看到被摆弄到 几乎不成人形的杨仙县 脸上诧异之色一闪而过 沉默片刻 他面无表情地 向杨仙县体内读入元气 老太君说 要让朝中某些人常常记性 自然不能做得翘无声息 在他元气滋养下 杨仙县悠悠转醒 刚睁眼便看到那角落里的老玉 顿时满脸生无可念 来吧 我搞丢了一个杀手 一日 清乐方 泽泽 杨老二真惨 听到杨仙县的悲惨遭遇 陈志安刺溜饮下一口酒 说不出的遗憾 杨仙县不讲武德 陈志安自然不会轻易放过 苦思民想了上百种报复方式 不曾想全都用不上了 听说杨公子浑身没处好肉 回到府上时已经疯了 重复着搞丢了杀手 再也不敢了之类的胡话 陈志安身旁 有着长安第一美人之称的李兰青 悠悠叹息 也是满脸遗憾 和这个光有富豪 皮囊的小侯爷不同 杨公子虽然也是个草包 可毕竟家里是管银子的 出手阔绰 想着从此自己的金主 就这样没了一个 李兰青真真切切的遗憾 思来竟比当年 被强行夺了出业时还难过 不过生在烂泥塘 哪里有什么伤春悲秋的余地 丢了一个金主 剩下的更要加倍珍惜 念及至此 他脸颊微红 舔着红唇诺诺道 小侯爷 小兔兔也要吃酒 陈志安目光垂下 大手一挥 同影 同影 我来得似乎不太是时候 便在事态即将一发 不可收拾时 一袭白衣 贼兮兮溜了进来 李老三 老子好不容易 要得手了 你他娘的 这会儿出来搅局 陈志安恶狠狠瞪着来人 随手一枚酒壶 治了过去 来人伸手稳稳接住酒壶 仰头一饮而尽 畅快 不知为何 总他娘的觉得 沟兰里的酒格外好喝嘞 出现 陈志安吃笑一声 对这个完全不像个 皇子的李承安 小侯爷向来是没有半点尊敬的 毕竟 任由再大的权贵 当他和你一起光屁股呆久了 自然也就在男生出贵贱之分来 说吧 找小爷来看什么大宝贝 又是饮下一口酒 李承安毫无形象地 翘着二郎腿问道 陈志安找了个借口 打发李兰青出去 这才开口道 看宝贝的事先不急 我有个前途无量的生意 回报丰厚 有没有兴趣了解下 做生意 你脑袋没发烧吧 李承安伸手摸了摸陈志安的额头 长安称谁不知道 咱们是废物 有这心思 还不如多那几个小妾 努力繁衍后代 保不齐还能生出个 麒麟付瓶子贵 咱们混吃等死就行了 做哪门子生意 陈志安沉默以对 张了张口 竟觉得好有道理 没法子反驳 看着李承安理所当然的神情 陈志安心想 这次大概率是没救了 只得使出前世杀力 最大的手段劝道 你说的也有道理 不过来都来了 果然 此言一出 哪怕打定主意 混吃等死的李承安 都没法子拒绝 安静等着下文 见此 陈志安掏出 昨晚熬夜写的计划书 蛊惑道 我要开长安城 最挣钱的勾篮 为此我卧心尝胆 自无名声历经三年之久 终于做出了完美的计划 只要按我的计划形式 有朝一日 我们定能登临 整个勾篮界的顶峰 成为行业魁首 甚至 整座天下的勾篮 都将因我们而改变 李承安接过计划书 不以为然地看了起来 陈志安虽然说得天花乱坠 不过他兴致缺缺 且不说李承安 已经彻底躺平 哪怕他斗志未息 堂堂大堂国皇子 去开勾篮 这不是把皇家的脸面 踩在地上摩擦吗 打开计划书 瞥见最顶端 那露骨无比的 勾篮 岛前六要素几个大字 李承安玩耳一笑 心想这丝果然不学无数 如此丑陋不堪的字体 歪歪斜斜 几行小字 他眼底默然闪过一丝诧异 认真研读起来 陈志安端起酒杯毒瘾 神态悠然 以他对李承安的了解 只要见了这计划书 绝对会被深深吸引 与赚钱无关 最主要的是 这家伙是个高雅普克 不止一次吐槽过 长安城这些姑娘 衣服脱得太快 酒也喝得太豪爽 他想要雅俗共赏 奈何姑娘们只俗够了 却如何也雅不起来 陈志安这计划书 就像漆黑长夜里 让黑暗中彷徨挣扎的囚徒 看到了前路 李承安就是那个 陷入黑暗的囚徒 看完厚厚十几页计划书 李承安抬起头 双手死死握住陈志安 好兄弟 差多少钱 陈志安伸出两根手指 一万六千两白银 让你做二东家 占两成骨 而且以后花魁 你先选 真的 李承安双眸亮的刺眼 拍下一叠银票 这项目 我李承安投了 陈志安从怀里 掏出早就准备好的砌书 李承安眉头一挑 看着砌书上那 志安楼三个字 忽然觉得 陈志安这家伙 有些不对劲 至少入天牢之前 脑子里是绝不会有 这些天马行空的想法的 更不可能未雨绸缪 连砌书都准备妥当 签下大名 又盖上印章 李承安皱眉道 志安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陈志安心里 咯噔一声 没想到 陈留后府的人 没怀疑自己 居然被李承安 发现了端倪 好啊 你果然有事 见他不回应 李承安冷笑道 我就知道 你在牢见到了柳先生 柳先生白谱被捉 就是你压点的火 没想到你竟这么不要脸 居然成人之威 让他给你出谋划策 陈志安沉默了 果然 谈笑皆蠢货 往来无英才 多于这么小心谨慎了 哼 想骗本王你还嫩了点 李承安对自己猜到真相 似乎很得意 把那签好的器书摔在桌上 老奸巨滑道 既然有柳先生作底 本王勉为其难 就陪你玩一玩 说完 他啪的一声打开折扇 做事离去 不再玩话了吗 陈志安愣愣发问 李承安不屑一顾 残花败柳 有甚好玩的 志安楼未开之前 本王再不逛勾篮了 跨出门时 他转过头来邪美一笑 开业那天 记得花魁本王先选 你开心就好 陈志安无奈地挥了挥手 让他赶紧滚 拉上李承安做二东家 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抛开那丝 是个废物不谈 要论身份地位 李承安绝必 可以在大唐排上前十 这些年在勾兰私混 被他揍得二代不知反几 甚至被揍了 还得登门赔罪 这种大腿放着不抱 是会遭天谴的 李承安走后 陈志安又换来李兰青 正是向这位 长安城第一美人 发出邀请 李兰青虽然身处勾兰 叫长安城很多权贵 都已经知了深浅 可他毕竟有着 第一美人的名头 未来花魁榜上 无论如何 都会有他一席之地 只需要编个七晚点的故事 再找几个文人骚客 为他运笔 陈志安有信心 能够扭转他的形象 听完陈志安的高谈论阔 李兰青抬着秋水般的毛子 一脸无辜地看着他 白袭小手 不知不觉摸到了别处 以他的见识 很难明白所谓人设 形象 风尘之类的玩意儿 只一门心思 只想着伺候好这位为数不多 能够吃得起他的金主 陈志安眉头微条 或者 你习惯直接开架 说着 他申巴开李兰青的小手 严肃道 加入志安楼 以后每月不但有三百两工钱 还有七天假期 每月三百两 这个工钱不可谓不厚的 若大个长安城 能够凭借着出卖体力 赚这么多的 除了那些飞来飞去的修行者 世俗几乎没有 在清月方 李兰青手握最有钱的几个金主 顶多也就赚个一百多两而已 还不是每个月都能这么多 听到这个条件 李兰青果然答应 小脑袋疯狂点头 末了还舔着唇说 无以为报 只能以身相许 至此 志安楼第一位楼牌就位 李兰青这里谈妥 陈志安让他去把清月方 掌柜胡麻子叫来 胡麻子虽然叫麻子 但他脸上半点麻子也没有 反而因为养尊处优的缘故 肤色极好 听到陈志安要给李兰青熟身 满脸堆笑的胡麻子 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李兰青是他的摇钱术 每月至少能给他赚六百两银子 清乐方能够在长安城诸多沟兰中 屹立不倒 很大一部分缘由就是因为他 断人财路 犹如杀人父母 这废物仗着自己 有个当侯爷的爹 竟敢当老子面杀我父母 杀父仇人就在眼前 胡麻子连装都不愿装了 因测测到 李兰青生是清月方的人 死是清月方的鬼 小侯爷要是想玩 随时欢迎 可小侯爷要是想挖我墙角 恐怕您找错了对象 哦 陈志安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就我所知 兰青和你是签的伙企 当年他爹是把他卖了多少银子来着 小爷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二十两吧 根据大唐律 勾兰女子只要不是犯官之数 想要赎身 只需付契约的两倍 也就是四十两 说着 他掏出两定银子放在桌上 淡淡道 劳烦胡掌柜 把兰青的契约取来 我们当面交割清楚 胡麻子气急而笑 李兰青是他花二十两银子 买得不假 可这蠢货金旺 想以四十两 就买走自己的摇钱树 这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小侯爷 别人刚才似乎没有说清楚 李兰青生是清月方的人 死是清月方的鬼 要走也行 阴侧侧看着李兰青 胡麻子从齿缝间吐出几个字 把命留下 你确定 陈志安问道 胡麻子沉默 这就没什么意思了 陈志安默然起身 闪电般出手 啪 只听一声脆响 胡麻子身体 砸在木质窗户上 又破开窗户 砸落楼底 陈志安栖身一跃而下 抬脚踩着胡麻子胸口 笑吟吟道 谁给你的底气 敢在本侯爷面前 嚷嚷着要杀人 嗯 这动静贼大 日夜操劳的几个老普克 不满地伸出脑袋 正准备怒骂 瞥见那躺在地上 半张脸稀烂的胡麻子 顿时吸了声 又看见那名声在外的 青山小侯爷 赶忙铲笑着关了门 惹不起 普克门可以躲起来 青乐方圈养的打手 却没法子躲 不过片刻 十几个面目凶狠的打手 就将陈志安围住 只是不敢动手 陈志安侧目环顾 目光在一个英智男子身上 短暂停留 这位 是青乐方供奉 炼气竞修行者常威 以陈志安目前的修为 与之对上没有取胜的把握 不过出来混事讲势力 拼背井的 能打 有个屁用 脚尖碾压着胡麻子的胸口 陈志安讥讽问道 胡掌柜 现在可以把他的契书 交出来了吗 小侯爷 我胡某花料在这里 你今天怎么带走的他 明天你就会怎样 给我送回来 胡麻子吐出两颗碎牙 眼神阴毒说道 哪怕被一掌拍碎半边脸 胡麻子也终究 不敢让常威动手 甚至陈志安这耳光 反倒让他脑袋清醒了许多 意识到了彼此间身份的差距 毕竟这狗贼虽然愚蠢 小侯爷身份却做不得假 是当街抢了西宁郡主 还能全须全意 从天牢里走出来的权贵 不是他一个小小的勾篮掌柜 能够抗衡的 先前也就是财路被断 一时间热血上头 加上私底下 听足了陈留后福 满门废物的嘲讽 让他有些拎不清自己的精良 不过要他就这么认输 那这些年 在长安也就白混了 想到自己身后的人 他因测测到 给小侯爷取李兰青的气书 恭送他们出门 见自家老板认怂 打手们都悄悄松了口气 常威也是如此 休得一下去拿了气书 得给李兰青 马子 小爷等着你的手段 千万别叫我失望了 陈志安弯下腰 拍了拍胡马子的脸 猖狂至极地 牵着李兰青 大摇大摆离去 出了轻乐方 早以后在门外的陈正 赶紧趴在地上 充当人行马凳 让两人登车 见此 陈志安微微一震 这该死的仪式感 还挺叫人舍不得丢掉的 牵着李兰青的手 登上马车 陈志安大手一挥 意气风发到 起驾 月牙湖 李兰青好奇地 看着旁边掠过的景色 他十二岁 被亲爹卖给胡马子 这些年兜兜转转 只在清月方 各个雅间打转 仔细算来 今日竟是他第一次 离开那条巷子 真正看见长安城 看着沿街叫卖着的小贩 看着街上追逐打闹的孩子 他没有来的 眼眶渐渐红了 家里的弟弟妹妹们 许是也过着这般 无拘无束地 过着小日子吧 少爷 月牙湖到了 约摸大半个时山后 马车停在一片偏僻荒地上 陈正掀开马车的遮布 准备跪在地上 接两人下车 陈志安笑着踢了他一脚 让他赶紧滚开 随即跳下马车 把李兰青横抱下来 调笑道 来 美人 看看本侯爷 给你承包的鱼塘 李兰青茫然地 看着眼前一片野狐 不明白陈志安 带他来这荒无人烟的地方 做什么 陈志安没解释 飞升而起 站在一块巨石上居高陵下 俯瞰月牙湖 远离闹市 趋近通幽 偏偏又与整个长安城 最繁华的荆轲巷 遥遥相望 这种勾拦圣地 静探娘的用来养鱼 真叫人感到不可思议 月牙湖 正是陈志安为志安楼 寻的安身之所 月牙湖上有三个小岛 岛与岛间隔不过百米 形成一片小小的岛群 如果建上几座阁楼 再用铁锁铺路 轻易就能将它们勾连在一起 打造成吃喝玩乐一体的勾拦圣地 又有湖泊形成天然屏障 为普克们免去后顾之忧 哪怕府上的母老虎上岛捉人 他们也大可从容离去 绝不可能出现 衣衫不整 慌忙逃窜的问题 安全性和隐秘性 都是首屈一指的 越看越喜欢 这里必须拿下 陈志安跳下巨石向陈正道 把那传老大叫来 我要亲自和他谈 陈正嘿嘿一笑 老二早让传老大后着了 就等您是下呢 说着他慢条丝里 从兜里掏出一枚短笛 扑哧扑哧试了音准后 呜呜吹奏起来 笛声悠悠传荡 陈志安抬眼望去 只见那月牙岛上 有一条小船 从阴影中缓缓献出踪迹 陈毅站在船头 嘴边也放着一枚短笛 笛声回响 与陈正相互呼应 陈志安诧异看着这一幕 半想才悠悠道 狗东西 你们藏得很深呢 陈正谦虚一笑 都是不入流的小手段 呵呵 陈志安冷笑一声 难怪园主之前总觉得 这两狗东西神出鬼没 原来竟是有这种 暗通驱款的手艺傍身 夺过陈正手里的短笛 陈志安仔细端向 见这玩意儿 虽然看起来和短笛无异 实际上还是有些细微差别的 在其底端有块金属卡片 小岛离他们这里 约莫有二里地 陈毅却能听到笛音 想来就是因为这卡片 研究清楚后 陈志安把短笛还给陈正随意道 这玩意儿 你们从哪里来的 嘿嘿 我自己造的 陈正把短笛藏进怀里 忍不住得意道 少爷 不是我阿正吹牛 整个长安城 整个大堂 就我们兄弟 手里的笛子能传最远 昨年笔试 我们可是拿了魁手的 就连三皇子殿下家里狗 那只笛子 都没我们能传得远 很好 陈志安满意地拍了拍 陈正的肩膀 懒得深究这些狗腿子们 私底下都在玩些什么 莫名其妙的笔试了 之前陈志安还在想 怎么能够做到万无一失 有了这玩意儿 不就妥了吗 如果在湖泊寺也不买暗哨 有人上门捉夫 就以短笛传音 在编撰不同的曲调 传递不同的讯息 如此一来 以后普克们 可以说是高枕无忧了 不过他没在这里提及 越少人知道越好 不多时 小船停在湖边 陈意领着一个男人前来 男人皮肤有黑 一身短衫打扮 像个老农多过堂主 刚一上岸 立刻就给陈志安鞠躬坐一 满脸产笑 小人张富贵给小侯爷请安 小侯爷万佛 陈志安眯眼打量着堂主 莫名觉有些眼熟 思存片刻 忽然明白 这熟悉感从何而来 这思进掌的和那狱卒张小二 有八分相像 这两天太忙 都忘了张小二 还欠自己495两白银的事 这不巧了吗 扶起张富贵 陈志安笑呵呵道 张老板家里 是不是有什么亲戚 在京都府劳当差 张富贵脸上得意之色 一闪而过 犬子实力卑微 前几日刚补缺京都府 劳天字号玉卒 莫非犬子有幸见过小侯爷 哼哼 见过 怎么没见过 我和小二哥一见如故 有好几百两银子的交情了 说着 陈志安脸色一变 张老板 你也不想你家小二 一辈子待在牢里吧 张富贵脸上的笑容僵住 他掏了整整一百两银子 才把自家二小子送进大牢 为的就是能吃公价饭 这小侯爷是几个意思啊 难道世道竟黑暗至此 身为贱民 就连狱卒都没得做 扑通一声 跪在地上 张富贵颤声道 小侯爷 小得没说 不转让月牙湖啊 求小侯爷高抬贵手 别把我家小二赶出天牢 陈志安微微一正 稍微有些尴尬 转移话题道 本侯就是和你开个玩笑 调节下气氛 别害怕 这月牙湖你准备卖多少钱 张富贵犹豫着 伸出八根手指 陈志安眉头一皱 大唐战乱不休 耕地价格并不算贵 良田一亩大约是十两银子 博地河山头价格更便宜 甚至有些无主之地 谁去开荒 就直接归谁的 月牙湖不过四百多亩 即便以良田价格来算 也就四千多两而已 张富贵看起来唯唯诺诺 进张口就要八千两 这是把小爷当成肥猪来宰了呀 沉默半想 陈志安重新组织语言 悠悠道 张老板 你也不想你家小二 被撵出天牢吧 张富贵浑身一抖 咬牙弯下一根手指颤声道 小侯爷 七百两再不能更低了 再低我全家老小就没活路了呀 七百两 陈志安眉头微挑 七百两白银 是啊 小侯爷 可不能再低了 王富贵诺诺道 这也太贵了 从兜里数出七张银票 递给张富贵 陈志安情真意切道 张老板 小二哥凶有猛虎 本侯在这里 祝他永远镇守天牢 本侯的阴切期望 务必帮我转告 去吧 让阿易带你去交割 谢侯爷台爱 王富贵擦着冷汗 拽着手里的七百两银票 跟在陈毅身后离去 离开前 他悄悄瞥了一眼陈志安 心底闪过几分得意 你虽然赚了 我却也不亏 任你手眼通天 却也万万想不到 我这湖本就是只卖七百两的 嘿 白打了十几年的鱼 乌鹏船上 陈志安站在船头 俯视着偌大的月牙湖 嘴角微微扬起 从此 我也是有鱼塘的人了 亲二 以后请叫我堂主大人 逛了大半日月牙湖 陈志安脑海中 已经有了模糊的建造草图 他预估是用三千两买湖 没想七百两就买下了 剩下的钱 他决定还是全部投进去 第三个小岛 就建成私人住宅 当作他的老巢 那个小岛地势偏僻 离岛不远处是湖山 湖山后是长安城西门 尽可攻退可守 比陈留后府不知好多少倍 傍晚时 陈志安领着李兰青 离开月牙湖 有些头疼该怎么处理它 逛勾兰是一回事 把勾兰女子带回家 又是一回事 毕竟刚和西宁定亲 转头就把勾兰女子 给领回了府 怕是与老太君 要连夜让那老狱 拎着鞭子上门了 小侯爷 奴家未卑身见 不用在意奴家 何处不可安身 总归有去处的 四世看透了这次的犹豫 李兰青查理 查气说道 陈志安感动不已 小千 没想到你这么善解人意 不像别的姐姐 只会叫本侯为难 说着他坐视欲走 李兰青正正无言 万万没想到 这次进不按常理出牌 这种时候 不应该大手一挥 把美人搂入怀中说 一切有我吗 够了这姑娘一阵 陈志安让驾车的阿正转道 偷摸去了李承安的府邸 白日里 胡麻子老脸被打得稀烂 还敢放狠话 多半是有根大腿 陈志安自然不会真就不管他 李承安反正名声坏的 不能再坏了 收留个把勾兰女子而已 算不得什么 白虎街醉客楼 一个风鱼女子 半躺在床榻上 像只慵懒的波斯猫 另一侧两个小丝打扮的少年 半跪着身子 小心翼翼地为他按摩 床榻下 胡麻子宫颈候着 哪怕已经在这里 坐了大半日冷板凳 也不敢有任何不渝之色 因为这个女人 是醉客楼江白虎 白虎堂掌舵人 话须尽修行者 狼牙江是寡妇 清乐芳真正意义的东家 她的主子 当年她也如这两个小丝般侍奉左右 凭借着一手出神入化的手法 陈志安领着小亲 去了月牙湖 就在胡麻子回忆当年时 江白虎慵懒坐起身子 舔了舔心红四血的红唇 陈志安三字咬得极重 是 胡麻子恨恨道 他们在月牙湖私混半日 这会儿正往三皇子府邸方向去 大概是要玩二龙戏风的戏码 两个渣子 想到自己的摇钱术 此时正被人白玩 胡麻子觉得另外半边脸都生疼 气声道 小姐 您可得为小麻子做主 江白虎眼嘴呵呵吃笑 她生平最爱清秀少年 初见陈志安时 她还不是声名狼藉的小猴野 只是个逗弄两句都会脸红的虫 时间过得真快 一转眼 那小少年竟都开始抢自己的妞了 挥手一招 屏风后立刻站出两个白衣卑剑的男子 江白虎轻声道 去荆轲巷 把小亲带回来 别伤了她 诺 两个男子齐声应诺 静止离去 见这一幕 胡麻子有些感动 又有些忐忑 小姐 那李承安可是皇族之人 直接上门要人会不会 江白虎不可置否 一个注定没机会登顶的废物皇子而已 以狼牙僵尸的底蕴 可敬可不敬 真不知道大唐这些权贵 是不是脑子有坑 都他娘的一股脑往人堆里凑 临街社院 哪里有独栋别墅舒服 陈志安独自坐在车里 想着先前两辆异兽豪车 各不相让的景象 忍不住开口吐槽 前世堵车也就罢了 没想到 都特么来了古代也还是赌 少爷 话可不能这么说 陈正满脸羡慕到 能够入住荆车巷的人家 都是手握实权的大人物 先前那赌在路上的麒麟兽 可是兵部尚书家的车架 要放在别处 谁敢拦着 听到这话 陈志安沉默了 赌是真赌 香也是真香 先前那只异兽 似有一丝神兽麒麟血脉 吐息间两条白脸流转 至少是头欲气净大腰 驾车的匹夫 也是个修为深厚的汉子 而与之遥遥对峙的 是一只头脚猙獰的异兽 两头神骏异兽堵在街上 谁也不让谁 堵了大半个时辰 却没人敢有半点意见 至多只是掉头换个方向 看看别人家的异兽 再看看自家那匹独角老马 陈阿玛 好歹是个猴眼 祖上还阔过 是当异性王的主 咋混成了这鸟样 没甚意思 陈正约摸着 也是想到了自家境地 没了声息 灰溜溜赶着马车 向池一巷走去 就在他们离开荆轲巷时 巷子外恰好走来 两个白衣剑客 剑客在黑夜里 笔直前行 行人纷纷避让 就连那些神骏异兽 也仿佛感受到 他们两人身上凝聚的剑气 不安地用蹄子刨地 不多时 他们站在一座府邸前 府邸上书 安阳王府四字 护卫们见着两人白衣飘飘 背负长剑 逼格不小 满脸和善地询问来意 却见两位剑客身后 长剑物资轻盈 成 长剑出鞘 化作两道剑光 破开人群飞入王府 两人尾随长剑 竟无视王府护卫 禁止走向大厅 何方萧萧 竟敢擅闯安阳王府 护卫统领脸色阴沉 一边摇人 一边领着二十几个护卫 将两人团团围住 其中一位剑客冷笑 狼牙僵士 江白虎挥下剑客 前来王府接人 说着 他抛出两定银子放在桌上 形如鬼魅闯入后堂 一言不发 抗着满脸猛逼的李兰青 就走 护卫统领 坑枪抽出宝刀 这两人太他妈猖狂了 大摇大摆 闯入王府抢人 这事要传出去 殿下还怎么在长安成混 正要抡刀子砍人 却见另一人 双眸冷冷射来 不见他有何动作 只听一声嗡响 玄于其头顶的长剑 出现在护卫统领眉心三寸前 仿佛只要这统领 敢有半点异动 长剑就会见血 护卫统领瞬间身子僵直 狼牙僵士 是要造反 剑客收剑力 冷淡到 静候三皇子殿下的雷霆之怒 说完 两人大摇大摆离开 安阳王府诸多护卫 竟无一人赶来 两人乘风而来 又乘风离去 待后宅的李承安 衣衫不整跑到大堂时 剑客已不见了踪迹 护卫统领徐老颠 脸色发烫 横刀跪在地上 一言不发 先前那一瞬 直面死亡时 他怂了 让两个剑客大摇大摆 抢走了人 身为护卫统领 这是彻彻底底的失职 殿下虽然声名狼藉 可被人欺到府上 终究是不一样的 鼠辱臣死 徐老颠面露绝绝之色 以头枪地道 殿下 背直在眉脸面 坐着护卫统领了 甘愿临死 说完这话 宝刀出鞘 瞬间横切紧拨 这一刀绝绝无比 不消说没有修为的李承安 就算是同为欲弃进的王府管家 都来不及阻止 看来是支持而厚勇 确实想死了 李承安只是沉默看着他 脸上油然挂着笑容 便在齐搏间血线溅开时 李承安手指倾扣 徐老颠紧握的宝刀 竟瞬间脱手而出 被齐捏在了指尖 老许 你跟我多少年了 徐老颠不可思议地看着李承安 世人都说 三皇子殿下出身不好 又没有修行资质 此生注定没有半分 可能登临那个宝座 所以才放浪行骸破罐子破摔 下定决心 做个混吃等死的富贵贤人 前些年也有传言说 殿下是在韬光养晦 自无名声暗中积蓄力量 伺机而动 可随着殿下行事越发荒唐 在某个绿油油的夜晚 偷了兵部尚书家后 那些传言也就再没人说了 也是那晚之后 老许彻底吸了向上之心 心思一转 当年那个铁蟹汉勇的武夫 便成了如今这苟且偷生的护卫统领 可现在 看着殿下手中犹如废铁的宝刀 想到某种可能 徐老颠颤声道 回殿下 老许已跟随殿下七年又三个月了 属下该死 愧队忘案 已经七年了吗 李承安随手一致 宝刀严丝合缝入鞘 今日之事 根由在我 使宝刀蒙尘 你出城去吧 家中老小本店替你照看 从此以后 你就别叫徐老颠了 叫徐老贼吧 殿下 徐老颠贵服在地 冷记许久的心 渐渐开始跳动起来 去吧 本店已将你杖杀 就别回去了 徐老颠三跪九寇 卸下刀鞘 转身离去 待徐老颠走远后 李承安身后的管家犹豫道 殿下 武夫未死至此 您放心 让他进黑风寨 李承安道 左右不过是闹着玩的把戏 随他去吧 好过看到他添堵 贼他娘 将把虎那疯婆子 欺负到老子头上了 怪可惜 老子竟没法子弄他 管家嘴角抽搐 徐老颠以为殿下 是在韬光养晦 暗中积蓄力量 可身为李承安进城 他清楚得很 殿下就是表现出来的 这模样 压根就没有半分 基于那座皇位的意思 自无名声 不存在的 默默可怜 那又重新燃起 斗志的徐老颠一秒 管家问道 李兰青被将是 抢回去的事 老奴要不要给 陈留后府递个信 当然 李承安打了个哈欠 理所当然道 他陈志安的楼牌被抢 关我李承安何事 本店又不像他那么受宠 可没个亲爹帮我出头 说完他捡起桌上 两钉银子揣入怀中 欢喜道 等志安楼开业那天 我就用这两钉银子买酒喝 管家无言以对 换来一个小司 让其道陈留后府去报信 小司领了命令 正准备走 却见管家 哐当一拳捶在他眼上 应笑道 哭着去 就说我们家殿下 被那两个剑客 摁在地上打 连王府的侍卫统领都被杀了 小司呜呜哭着 顶着个熊猫眼朝王府外跑去 见此 李承安满意地点点头 回到内宅 抱着两个侧妃睡大觉了 陈留后府 陈志安看着满脸委屈 七七惨惨七七的小司 觉得他娘的 未免太荒唐了 堂堂一个皇子 在自己老巢 被人摁在地上揍 连屎都揍出来了 而且 你他娘一个已经疯亡的皇子 要我一个连爵位 都还没捞到手的废物 帮忙出头 园主这蠢货 到底交往那些什么人啊 横看树看 竟没一个靠谱的 咬牙切齿地 看了那小司许久 陈志安气的一脚 把他踢了出去 呆呆坐在门槛上 思寸这事该怎么办 难怪胡麻子 敢阴侧侧威胁自己 原来他的后台 竟是白虎街那个疯女人 如果有的选 陈志安着实不愿 和那女人打交道 可是李兰青必须救 且不说 他是志安楼未来的楼牌之一 更主要的是 如果这次认耸了 以后江白虎 又派出那两个剑客上门抢人 自己难道眼睁睁看着他抢不成 抢楼牌也就罢了 要是他抢我呢 记忆里那封女人 可早就对自己垂涎三尺了 死衬良久 陈志安毫无头绪 觉得棘手无比 论修为 江白虎随便拎出两个剑客 就是话虚敬大佬 暗地里 不知还藏了多少底牌 论地位 那女人背靠狼牙僵士 是曾经出过圣人的世家 虽然这些年落寞了 可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随便掏出来两件圣兵 就不是小小一座沉流后府 能够撩拨的 何况老爹 还是个连王位 都被虚了的废物 没见连李承安那狗贼都怂了 真要逗得过那女人 依李承安的性子 恐怕早就嗷嗷叫领着 一干奴仆打上门去了 何至于来自己跟前 半惨告刁状 思来想去 一时间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就在他一筹莫展时 忽然瞥见藏书阁上 一席青山缓缓走下 陈志安顿时邪魅一笑 是了 这里不就有个隐藏大佬 我一个路人甲 惹不起你江白虎 可你江白虎 同样惹不起天命之子啊 世人皆知 但凡有几分姿色的女人 遇见天命之子 下场凹惨了 被吃干抹尽不算 还叫你心甘情愿欲罢不能 十分智商 直接干成一分 只要大哥出马 别说一个狼牙僵士 就算是出过大地的世家 也得给你完废了 偷摸在鼻梁上砸了一拳 陈志安连滚带爬 抱住陈志白大腿 七皇道 大哥 小弟被人欺负了 江白虎那封女人 抢了小弟的钱 还扬言要把小弟捉去做面首 你可得为小弟做主啊 陈志白握书的手 微微一颤 这小弟 莫不成当我是个瞎子 三弟 想要我怎么帮忙 等陈志安哭够了 陈志白温和问道 虽然明知道陈志安是在装残 陈志白却没拆穿 递了块手帕 让其擦一擦眼泪 安静等着下闻 陈志安抬头看着这满目温和的大哥 忽然有些犹豫 不知道该不该把他牵扯进来 大哥看起来这么普通 万一只是自己看走了眼 他不是啥大佬呢 让一个普通人去找江白虎 这和送货上门没啥分别 这念头刚起 立刻想到自己的摇钱树正 等着救命 半点犹豫 煞时烟消云散 正色道 大哥 你读书多 去劝劝那疯婆娘 小只以情动之以礼 让他把李兰青还给我吧 陈志白没有拒绝 温和道 为兄走一趟 不过可不保证能成 陈志安大喜 他只是姑且一试 没想到陈志白 居然这么痛快就答应了 毕竟记忆里这位大哥 是个老宅男 一年到头 都没见出过几次门 正式谈完 陈志白又掉头进了藏书阁 说是要找本书 带过去做灯门礼 陈志安满头黑线 第一次见彭本书 做灯门礼的 更何况 还是见一个寡妇 不过想到大佬总归 和常人不一样 也就随他去了 没有提醒 趁着大哥 聚准备灯门礼的间隙 陈志安溜到偏房 硬着头皮 找到那个老管家 虽然不知道 老管家是什么境界 可就凭那神出鬼没的步子 和特别能熬的寿命 陈志安猜测 这老阴底 也不是什么善茬 毕竟是大哥第一次出手 还是上到保险比较好 听到他的来意 老管家扯着满脸者子 阴侧侧笑了起来 没说答应 也没说不答应 见此 陈志安就当他是答应了 满心欢喜地回了自己书房 狠心拒绝了春夏秋冬四位姐姐 自见整袭的好意 这段时间 他要养精蓄锐全力搞钱 女人只能影响他 搞钱的速度 哪有时间拔剑 长安城宵尽时间 是在害时 随着皇宫中那尊木骨敲响 繁华的长安城 逐渐陷入寂静 行人归家 商铺歇业 街道上游荡着些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 在四处躲避青道夫 天子脚下 大唐皇城 不允许有乞丐流民这种老鼠存在 光天白日 碾人太难看 风平不好 于是 京都府尹王富贵 那一鱼常人的脑瓜子 灵光一闪 就有了青道夫这一职业 他们要挟长刀手持棍棒 骇时一过 整座长安城 就是他们的天下 陈之白呈着月色 缓缓走在白虎街上 他长相普通 青山朴素 脚下又是双麻布鞋 一看就不是有钱有权的拙 按理说 这种人敢在宵敬时间 踏足白虎街 往往是青道夫们 重点关照的对象 偏偏凶神恶杀的青道夫们 对他视而不见 甚至仿佛都没看到他一般 毫无阻碍 穿过重重禁地 陈之白手持一卷书 站在罪客楼门口 仰望着第七层楼 客官 宵敬时间已到 要吃酒 明儿清早 收拾残局的店小二 见陈之白痴痴盯着自家酒楼 大拉着一块妈不屈人 小二哥 我不是来吃酒的 陈之白把灯门里提了提 温和道 我是来求见贵楼东家江小姐的 劳烦小二哥通报一声 店小二微微一正 上下打量了陈之白两眼 随即不屑地吃笑道 且不说此时宵敬已过 就算青天白日 我们东家也是你想见就能见的 知不知道 白虎街为啥叫白虎街 陈之白老实道 不知愿闻其详 因为这条街上的铺子 全都是我们家小姐的 说着 店小二肩上抹布一甩 神情得意地指着大门呵斥道 麻溜滚蛋 我家小姐分分钟上摆两银子进账 你也配见 真以为读了几天书 就是读书人了 你这种想吃软饭的废物 老子见得多了 陈之白叹了口气 一步跨出 身形消失不见 店小二默然瞪大眼睛 不可思议地看着空无一人的街道 嘶声尖叫道 鬼啊 七楼 半躺在床榻上 享受李澜清按摩的江白虎 赫然起身 慵懒神情变得冷冽无比 先白手掌在虚空一拽 煞时间元气涌动 剑气四起 三柄单薄小剑 响起嗡嗡缠鸣 如线条割裂空气 哗啦 闺房特制石木门 被割裂成无数碎片 露出门外 一袭朴素青山 面对三柄杀意凛然的小剑 那袭青山毫无动作 只是含笑温和看着江白虎 可小剑却如同陷入泥沼之中 悬在其胸前一尺 不得尽寸 你是谁 江白虎心下亥然 此人翘无声息来到七楼 自己的神念竟没有半分预警 如果不是听到殿小二的叫声 和看到窗户上的倒影 他根本发现不了此人 甚至 全力以赴的禅明剑 竟连让来人出手阻拦都做不到 来人只是眉头青醋 自己的剑就没了 陈志白见过江小姐 深夜来访 多有掏扰 还望见谅 陈志白罕见得有些尴尬 毕竟现在江白虎穿得清凉 身为读书人 平白看女子不妥 他先前本想敲门来着 可惜殿小二没给他机会 而江白虎杀意又太重 直接把门头都给掀了 江白虎却不然 他半点没有泄了春光的自觉 思绪千转 分析这位青山客的来意 打是肯定打不赢的 他虽然是话虚境圆满 甚至这楼里暗中 还藏有将是虚神境的供奉 可面对着青山客 他知道没有半分胜算 既然打不过 只能谈了 念头千转 他始终记不得 何时招惹过这样一位大能 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开口 话虚境养神念 虚神境阴神出游 通玄境神魂一体 蕴养道种 动天境道种自成天地 别去动天 先前这青山客 一眼看碎剑气的手段 至少神魂圆满 因神出游而不散 加上禅明剑 如陷入泥沼的 凄惨境地 这青山客 至少是孕育了道种的通玄 甚至还有可能是 自成天地的动天 这种人物 只要打过交道 或者听过名字 他绝不可能忘记 可偏偏脑子里 没有这人的半点记忆 陈之白 名字倒是挺熟 和陈之安很像 陈之安 却也有点纠葛 难道 瞥了一眼身旁 委屈巴巴的李兰青 江白虎瞬间就掐了这念头 可称宗师的人物 怎么可能会为一个 人尽可福的勾兰女子 寻上门来 绝无这种可能 我为李姑娘来 陈之白身子微轻 看着李兰青温和道 余地之安 今日让李姑娘受苦了 李兰青愣了 正正看着这个不速之客 先前李兰青 其实也有那么一瞬间 想过这男人是为自己而来 只是比江白虎 还要先掐掉这念头 他不配 没想到 他竟真的是为自己来的 江白虎则委屈巴巴道 先生 小青儿是青月芳花葵 陈之安先打伤我的人 又在众目葵葵之下 将他抢走 如果切身没有任何表示 我江白虎在长安十多年的名声 就算是丢了 一地而处 您会轻易放人吗 先前江白虎没有摸清楚 陈之白底细不敢煽动 这会儿知道他是为李兰青而来 瞬间就有了应对之法 君子可欺之一方 如果陈之安在这里 多半会感叹一句 女人果然是没什么道理可讲的 然后一个大逼斗拍下去 直接抢人跑路 可惜 陈之白不是陈之安 他很是认真地想了片刻 才温和道 据我所知 之安是给李姑娘 付了四十两白银熟身的 依据大糖率 李姑娘当前是自由之身 既如此 江姑娘便没有理由 强留他在罪客楼 他这是强买强卖 江白虎好似委屈的小媳妇 小千是清月芳花魁 一日进账都不止四十两 我们怎会卖他 先生硬要说 四十两就能买下小千也行 奴家一介女流 又是独居的寡妇 能如何呢 此事终究要看李姑娘的意思 如果李姑娘不愿意赎身 之安再不及 也不会强行带他走 所以 陈之白看着李兰青问道 李姑娘 你适合在下离开 还是继续住在罪客楼 李兰青看了看江白虎 又看了看陈之白 心里害怕又有些小得意 两个云端上的人物 眼巴巴等自己做选择 怕是沟兰界 也算前无古人独一份了 李姑娘不用担心安危 之安也好 江姑娘也罢 他们都不会因为你的选择而动怒 陈之白话语很轻 在李兰青听来如沐春风 可是落在江白虎耳中 仿佛口寒天线的圣旨 生不出半点违抗之心 一时间竟不敢开口说话 这是一位宗师的承诺 有着承诺 李兰青甚至都可以直接脱离勾兰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之神 先生 我和你走 李兰青由于片刻 走到陈之白身旁 她虽然只是勾兰女子 没读过什么书 也不懂什么大道理 但她明白 如果不是小侯爷 把自己带出清月方 自己永远不可能见到 江白虎和陈之白这种人 更何况 小侯爷承诺 一个月给三百两银子 还有七天假期来 江姑娘 我带李姑娘走了 今晚多有得罪 陈之白朝江白虎微微汗手 把那卷当作灯门里的书 轻轻放在门口 转身离去 江白虎冷哼一声 别过头去不看她 直到二人离开后 江白虎才走到门口 捡起地上的书 瞳孔骤然一缩 《白虎经总纲》 《白虎经》是江氏不传之秘 万年前 江氏老祖观摩神兽白虎 顿悟入道 一举入圣 镇压当代 至此 才有了传承万年的 狼牙世家江氏 五千多年前 圣人作画后 白虎经总纲 也随之消失 这些年 江氏虽然也修行白虎经 可是缺了最重要的总纲 无法自成体系 别说圣人之境 就连反真境 都已经有很多年 无人可亏了 可现在 江家找了五千多年 而不得的白虎经总纲 被人随手丢在了自家门口 而且 竟是因为一个勾拦女子 任江白虎生了夫妻 翘玲珑心 思来 也觉得荒诞无比 看着渐行渐远的两道身影 他悠悠叹气 你要早拿出这书 不消说小千跟你走 就算要老娘跟你走 也不是不可以啊 呆呆看了许久 江白虎将书卷收入储物界 手指微扣 立刻有白衣剑壳 飞身而入 正是今日闯入 安阳王府的两位 他们眼底隐藏着怒意 负于背上的长剑颤抖不止 如果刚才不是江白虎暗中喝止 他们早就长剑出窍了 属辱臣死 身为小姐的见识 竟让人大摇大摆 闯入了小姐的闺房 这无疑是对他们赤裸裸的羞辱 惊艳的是 任何人都不许透露半分 江白虎对他们的愤怒毫不在意 轻舔红唇道 另外 以后见了沉流后府的人 退避三舍 诺 两位剑客愤愤退下 又有一个勾楼老者现出身形 脸色沉重道 陈之白的境界 老奴看不透 没想到沉流后草包一个 竟生出这等妖孽来 后生可畏啊 福伯 这话以后不要再说了 江白虎冷淡道 一个三十多岁 至少宗师境的修行者 这大唐世家门阀 几家有此底蕴 能交出陈之白这种人物的陈阿满 又真是外界传说中的那个草包 福伯脸色微变 陈阿满有可能是在装傻 如果陈阿满在装傻 那当年江华语领着猪尔上门退婚 甚至老五献身威胁 不行 我要马上飞剑传信 玉剑宗和狼牙 让他们早做打算 福伯手指粘起一柄玉镯小剑 准备把陈之白的事情传回去 却见一只纤细手掌捏住小剑 福伯 江老五和玉剑宗的事 与我江白虎合干 不知什么时候起 你成江老五的剑士了 福伯脸色骤变 贵妇在地 老奴永远是你父亲的剑士 只是同为江氏一族 自求死者 无人可救 这是当年江家主给我父亲的批语 今日我还给他 江白虎冷冷看着福伯 嘴唇抿成一条直线 自求死者 无人可救 福伯喃喃低语 想起被定杀在江氏大门处的少爷 老泪纵横 散去手中玉镯小剑撕哑到 老奴知道了 2月2 龙抬头 据陈之白罪客楼一行 已经过去三个多月 三个多月来 陈之安低调的有些过分 长安城已经渐渐没了他的传说 现在长安风头正盛的 是兵部尚书夏家小公子夏远后 武安侯长子狗游泉 镇南王郡主李承仙 以及礼部尚书右弟周谦 除岁之夜 李承仙 夏远后 狗游泉 周谦四位玉器进天骄 携手遇风远游 于长安城外 斩首三百余匪扣 连拔七座山寨 一夜之间 名声大噪 被称为长安四公子 长安城年轻一代钢鼎人 和他们比起来 所谓的长安四丸裤 就像癞蛤蟆之鱼金蝉 也就只剩下个 看起来差别不大了 短短三个月 陈志安他们那一波顽固 好似被拍死的钱了 再无人问津 对此 陈志安并不介怀 这三个多月 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月牙湖 亲自盯着荒岛之上高楼 住起 数百将人上千劳工 没日没夜赶工 近万两银子洒出去 月牙湖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眼看他起高楼 眼看他宴宾客 眼看他楼更高了 躺在命人特意打造的躺椅上 陈志安感叹半想 笑音音道 小千 至多再过一个月 咱们的登科楼 千金楼 洛宝楼 就可以同时竣工了 哦 恭喜小侯爷 李兰青手持罗扇 一边为自家老板驱赶灰尘 一边敷衍地恭维着 多少有些心不在焉 长安城第一美人 数百座勾兰的花魁之首 沦为端茶地水的侍女 整日风里来雨里去 棚头垢面 这让他怎么高兴得起来 春风席人 在想到之前小姐妹传来的消息 他感觉职业生涯 面临极大挑战 扇飞一阵灰 李兰青咬唇可怜兮兮道 老板 听说最近清月方又捧了个花魁 人家年老色衰 可怎么办呢 慌什么 本公子自有安排 陈志安摇头不止 这妮子 大概是真心热爱这份事业的 自从听到清乐方 又推出个花魁的消息 已经岁岁念不下三次年老色衰了 他今年不过21岁 鬼知道这危机感 从何而来 不过清乐方推出新花魁的事 倒也不能置之不理 也是时候去见一见柳先生 又待了一阵 陈志安独自一人 去寻骆宝楼的总工程师老杨头 骆宝楼是他安身立命之所 自然不能马虎 从设计到施工 都由陈刘侯府的亲信打理 总工程师更是由军将担任 是陈阿满专门从陈刘县调来的 陈志安提供思路 军将去执行 暗哨 密道 藏宝室 防御阵法 统统都安排到位 那位胡子花白的老军将说 骆宝楼建成后 就算是一只苍蝇 也飞不进去 陈志安听到这话的时候 心里咯噔一声 赶忙跳起来捂住老头的嘴 这种话可不新说 不过从这三个多月的情况来看 这老头和他手底下的施工队 大概还是有些水平的 做事不含糊 执行力贼强 如果不是年纪都有些大 陈志安还挺想把他们留在身边 做施工队接点工程座 陈志安寻到老杨头时 他正拎着一个头发稀疏 满脸褶子的工匠训斥 一口一个小狗蛋 见到这 陈志安悄悄退了出去 这老头训起人来 可不管你 是不是小猴眼 惹不起 又巡视了千金楼和登科楼 陈志安领着李兰青离开小岛 朝着长安府衙赶去 王富贵是个心宽体盘的胖子 在京都府尹的位置上 已经坐了二十多年 长安居大不易 在长安做官更不易 当今陛下春秋鼎盛 心有猛虎 玉作纳治下和清海燕 十和岁安的千古圣皇 在他眼皮子底下 做一方主官 危险指数蹭蹭往上涨 王富贵之前 京都府尹这位置 坐得最长的 至多不过五年 善终者寥寥 而且 大多是被震怒的皇帝陛下 一刀咔嚓了事 连三思会审的机会都没有 王富贵却在这个位置上 一坐就是二十几年 甚至可能还会一直坐下去 此时 王富贵躺在姚蚁上 因为过于肥胖的缘故 姚蚁被挤压得滋滋作响 仿佛马上就要散架 看起来有几分滑稽 围观之道 在于忠诚 忠诚 还是他娘的忠诚 当初把那柳七弄进来的是你 这会儿 想把他弄出去的 也是你 那柳七毕竟写过犯忌讳的诗 放他出去 有为本官的围观之道 小侯爷 你叫本官很为难哪 另一把摇一上 陈志安嘴角一抽 去你娘的围观之道 去你娘的忠诚 短短四个月不到 你压 已经从咱们家弄走3425两八钱银子了 还有脸谈为官之道 有心不搭理 这死要钱的 奈何狗官手里有人质 无奈伸手往地上一指 陈志安惊诧道 王老哥 你家后院平白长了个袋子嘞 像不像您之前丢失的那只 王富贵顿时来了兴致 还真像之前 本官那只装有两百两银子的钱袋子 陈志安嘴角再抽 捡起袋子 添了一张银票后 丢给王富贵 王老哥 这次钱袋子可别再掉了 再掉柳七 就死在牢里算球 王富贵接过钱袋 确认足足有两百两银子 这才笑呵呵道 是本官糊涂了 犯机会了的是柳三 和柳七没啥关系 长安府衙大牢 狱卒张小二 眉梢威扬 对着一个发如乱麻 两病微白的男人冷漠道 柳七 你可以走了 那囚犯一言不发 走出篮诈 到门口时停下脚步 转过头来缓缓道 相识一场 在下也没什么好送的 就送小哥一句话吧 欲水则涨 水哭则亡 张小二眉头微皱 心有不悦 他最近喜事连连 先是家里的烂壶 卖了足足七百两银子 拿着卖壶的钱 又成功买到了牢头的帽子 心怀激荡之下 更是成功击身一流舞者 可谓事业蹭蹭往上涨 正是意气风发时 这贱民不知从哪里听到了 我家卖壶的消息 竟敢再装神弄鬼 吓唬本牢头 真以为走通了那废物的关系 就敢大言不惭了 想到那个羞辱自己的废物 张小二心中又是一阵怒气 冷声道 无知见明 再啰嗦半句 本官将你杖杀于此 柳七悠悠看了他一眼 摇头叹息道 你本来还有条活路的 可惜了 早做准备吧 说着脚下如风 刷一声就溜了出去 张小二暴怒追出门外 却早没见了这次的身影 另一边 陈志安拽着柳七 冷冷道 柳先生 本侯爷花费千金 把你从牢里弄出来 你半点没表示就想溜的吗 呸 柳七怒骂道 老子当初被捉进去 就是你狗日的拱火 你还想让老子为你做事 你他娘的摆谱还有理了 陈志安也怒了 骂道 都是普克 凭什么你不付钱 你每一次爬床 说到底都是老子们付的谱资 你倒是玩开心了 想过我们吗 魏子仙那狗贼说得好 老子逛个窑子 都觉得头上发绿 你不进去 谁进去 此言一出 柳七顿时无言以对 思来竟觉有几分道理 毕竟长安城的姑娘们 这些年还真就算是被这狗东西 一拨人养着的 假 转头看着蹲在一旁 鼠蚂蚁的李兰青 柳七犹豫到 亲儿 你怎么看 李兰青茫然地压了一声 柳七无奈一探 这妮子之前可是紧着我的 没想这么快就便捷了 见词 陈志安趁热打铁 伸出两根手指 加入志安楼 除了每个月两百两银子的固定工资 再给你半成分红 而且本侯爷承诺 绝不强迫姑娘们工作 甚至 本侯要求他们 每月强制休息七天 定期检查 让你这妇科圣手 依然有用武之地 听到这些话 柳七稍有异动 差一看了陈志安一眼 似乎没料到 这猪狗不如的东西 竟也有怜悯之心 陈志安则心里一喜 小七儿果真没骗我 路子对了 脸色微素 他副手继续道 柳先生可知 本侯见志安楼 也是想给天下勾兰女子 一个家而已 姑娘们颠沛琉璃半生 年老色衰时 却让人弃之如碧履 这叫我于心何人 天下苦勾兰久矣 我们不为他们出头 谁来为他们出头 真要为了钱 本侯何至于此 柳七沉默了 因为出身的关系 他打心底里 可怜那些姑娘 勾兰女子 看似春光明媚 实则是无根扶贫 半点风吹草动 就能把他们撵得稀碎 以色于人 卫背身剑 受人唾弃 就连生病也无大夫 愿意为他们诊治 为此他专研医学 用一年时间 看遍世间医书 成为妇科圣手 又偷学忘弃之术 为勾兰女子们 挑选良人 最后踏足修行 为姑娘们 撑起一道城墙 姑娘们视他如粮食一友 勾兰主人们 却视他如洪水猛兽 陈志安轻而易举 就把他弄进大牢 那些掌柜 是悄悄出了力气的 沉默良久 柳七看着陈志安的眼睛说道 我有一个条件 勾兰女子去留随意 你不得插手 陈志安拂袖一笑 当然 柳七是个天才 甚至是个妖孽般的天才 他是妇科圣手 是为之境界的修行者 是道门企图 是如灵狂生 是站在勾兰女子身后的保护神 勾兰女子 为了他敢反抗主人的命令 而他 为了勾兰女子 敢呵斥永不犯错的皇帝 他振臂一挥 可叫长安城夜晚失去颜色 这样一尊妖孽 却被束缚在长安城烂泥地挣脱不得 让陈志安捡到了 李承安猜测 陈志安在大牢里勾搭上了柳七 所以毫不犹豫摔下银票 陈志安出事并不在意 因为在原主那蠢货看来 柳七唯一厉害的地方 在于可以摆谱整个长安 直到前些日子 被李兰青念到烦了 陈志安才开始留意 被原主弄进大牢的柳先生 不留意不打紧 一留意陈志安顿时念念不忘 立马运作从大牢捞人 两百两银子在人贩子那里 都能买十好几个水灵姑娘 可陈志安还是毫不犹豫掏了钱 王富贵以为他赚了 实际上哪怕是再多两百两银子 陈志安也还是愿意掏的 毕竟这种大财 不在他心有羁绊时收归门下 等他想通这世间总归只有力量 才是一切这个道理时 恐怕只能仰望了 柳七如愿归位 陈志安拉着他到洛宝楼屏竹夜谭 陈志安有两世见识 诸多念头如羚羊挂脚叫柳七拍案叫绝 而柳七大致若妖 为陈志安的念头查漏不缺 两人相得一张 短短一页不但把计划书的诸多细节补全 甚至已经为勾兰界制定好了规则 见天色见明 陈志安双掌一拍 早以后在门外的正义两兄弟 立刻端着一口铁锅进来 还未揭盖 那扑鼻香气就已经让柳七微微失神 迫不及待揭开盖子 只见铁锅里精卫分明两道汤底 一白一红 形似阴阳 难道 这就是你所说的鸳鸯火锅 汤里是加了药材吗 香味居然如此浓郁 哼哼 都是些小手段 不值一提 陈志安指着陈毅手上的盘子笑道 这火锅涮着吃最得劲 岛上条件简陋 没啥好东西 给你捞了两条十年老鲑鱼 还有昨儿送上岛的羚羊肉 将就着吃 等以后咱有钱了 腰瘦肉也扇针下火锅 那才叫一绝 柳七没理他 只一眼他就知道这火锅该怎么吃 让陈正把铁锅放在火炉上 挑起一块晶莹剔透的鱼片 丢入锅中 片刻后捞出 石块放入嘴里慢慢咀嚼 双眸瞬间发亮 鱼肉的鲜美 加上锅底的醇厚香味 竟比炖来美味许多 半分不柴又有嚼劲 唇齿留香 不错 再涮一片羚羊肉 薄如馋翼的肉片下锅 瞬间卷成一团 捞出来放入口中 接呼 柳七惊叫一声 赞叹道 满足不愁了 陈志安自得一笑 一条龙腹 这才哪到哪呢 等麻将 排酒 扑克 戏院这些玩意儿 再弄出来 整个长安城 整个大唐的夜生活 以后就有我陈公子承包了 在他的计划里 千金楼是吃喝玩乐为一体的圣地 可惜他不会做啤酒 当初喝的时候 也没想着能穿越 季步的配料表 不然那玩意儿搞出来 扎皮撸串 想想都觉得前途无量 至于烧刀子 二锅头 大唐有比这还裂得久了 长安城的权贵们不大喜欢 绝大部分都卖给了北荒那群蛮子 绝小部分用来灌醉饭 被列为大唐十大酷刑之一的酒刑 没甚倒掏 等柳七吃完火锅 陈志安把陈氏两兄弟安排给他 让他们俩以后追随左右 他们没修行资质 待在自己身边 一辈子也就做狗腿的命 还不如在柳七这里 学点精识之用的本事 柳七拿人手短 吃人嘴软 两头都占 自然不会拒绝 带着他们去长安城捉人了 陈志安的一揽子计划 极度缺人 他要去挖墙脚 离开前 柳七深深看了陈志安一眼 随口改了志安楼的名字 青楼 陈志安微微一正 双眸微动低声道 鸡变偶不变 柳七 几人离开后 陈志安在临时搭建的指挥所 睡到日落才行 做事业太难 手底下没个扛大旗的人 许多事都要他亲力亲为 这三个多月来 忙得脚步粘地 以后有了柳七 做甩手掌柜了 又想到马上就要日进斗金 他更是难掩激动 站在最高处长笑一声 迎着夕阳打了一遍拳 引动体内气血小夕流转 筋疲力竭才罢手 一套拳打完 陈志安内观境界 依旧是雷打不动的先天境初期 小夕缠缠而流 曾亦忽略不计 体内气血翻滚 声势浩大 可是进展缓慢 这五道残卷吃元气太厉害了 以他百年难遇的天资 如果修行他法 三个多月时间怎么着 也该迈入先天境中期了 境界越低 气海越小 境界所需要的元气也越少 可这五道残卷却不然 他仿佛一个无底洞 陈志安吸纳而来的元气 全都被体内的小溪搅碎 化为了纯粹血气 气海空空如也 鬼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境界先天境中期 不过他一点不慌 毕竟打拳纯粹只是活动筋骨罢了 苦修是不可能苦修的 只要青楼一开 就可以彻底躺平 又演练一遍五道残卷的拳法 陈志安跳入湖中 煞时间周遭湖水热气蒸腾 便在他在湖里游荡捉鱼时 小岛上鬼鬼祟祟 来了一个全身躯黑的身影 那人走在偏僻角落 对自己的隐匿手段 似乎极为自信 左右腾挪 躲避骆宝楼做工的工匠们 只是他不知道 在他跨入骆宝楼的瞬间 工匠们全都脸色微黑 手里的锤子锯子 叮叮当当响入雷鸣 是他娘的 哪里来的蠢蛋 揪揪 黑影躲在一偏僻角落 装作小鸟叫了两声 陈志安无奈一笑 从水中一跃而起 手里捏了两条草鱼 随手抛给一旁 伺候着的李兰青 让他去炖汤 走到偏僻角落 陈志安低声道 老哥 事情办妥了吗 妥了 志安楼开业那天 他们会遇风登倒 只是仙儿有些不情愿 那黑影全身拢照在黑暗之中 仅留一只眼睛露出 陈志安眉头微皱 低声道 女孩子矜持 他不情愿也是正常 只是老哥啊 你可不能惯着他 男女之事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 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这事儿我有经验 听我的准没错 到时候 绑也给他绑来 黑影赞同地点了点头 暗暗琢磨 要不要学这丝 也耍一次流氓 陈志安又道 长安四公子的名头传出去后 他什么态度 少女木强 最爱这种仗剑走江湖的戏码 你既帮他圆了梦 好歹该对你有些好脸色了吧 哎 听到这 那黑影叹了口气 剿匪时 我都把人头为他剑下了 他却始终斜眼看我 真叫人难做 糊涂 陈志安斜眼冷笑 你为人头给他作甚 好不容易带他出去 你不承虚而入 却去做舔狗 保不齐 现在他现在还以为那些大好头颅 是凭他真本事 砍得正洋洋得意来 早跟你说过 舔狗不得好死 真是朽木不可刁眼 黑影听陈志安这么说 顿时慌了 低声求道 好小弟 我该如何挽救 你教教老哥 如果你不是我一父一母的手足兄弟 也罢 我最后帮你一次 陈志安常叹一气 听说 小嫂子除了喜欢剑客 还喜欢诗词 黑影听到小嫂子三字 顿时嘴角裂开乐不可知 只是转眼又变得愁苦起来 闷闷道 我生平最恨五文弄墨 哪里会写诗 倒是周千那小白脸擅长 我本想找他借一手 他居然不肯 还说我胸无点墨 不配与他并称公子 羞与为伍 哼 昨日我套了个麻袋 把他揍了一顿 陈志安默默服额 赶紧指住黑影啰嗦 开口道 老哥 你知道柳先生吧 黑影微微一正 拔高声调道 柳七也揍了周千 揍得好 就知道 那似是个伪君子 还说没逛过沟兰 没逛过沟兰柳七 怎会揍他 不是 我的意思是 柳先生擅长写词 你不是马上要离京闯荡吗 若能求得一手 危罪十念初 随后御风远走江湖 保准小嫂子 从此心肠挂肚 只是 陈志安欲言又止 叹气道 只是柳先生为当事狂生 他的词 却不是那么好求的 志安 你带我真好 黑影拍了拍陈志安的肩膀 感动道 你只管去求 多少银子都不是事 陈志安咬咬牙 伸出五根手指 至少五千两 这么多 黑影惊叫一声 陈志安暗道不妙 正带改口 却见那黑影扣扣嗖嗖 从兜里摸出两张票子 一手恐怕不够 要两手 陈志安 默得感情地收了票子 陈志安看着漆黑的夜空 陷入沉思 兜他娘的是猴眼 贫富差距那么大 志安 哥哥后半生幸福就靠你了 加油 你可以的 黑影以为陈志安没有信心 为他灌了碗臭鸡汤 又偷摸着左右藤挪 朝小岛外飘去 带他走远后 陈志安紧紧拽着手中的票子 心情复杂到了极点 勤勤恳恳三个多月半分近账没有 谁曾想三言两语 就忽悠到了这么多 要是这世间 狗老哥这种人再多闲 该多好啊 感叹一番后 陈志安转头回到临时指挥所 恰好撞见端着一盆炖鱼 又精心打扮过的李兰青 娇羞走来 那双宛若秋水的毛子 说不出的勾人 叫陈志安心尖一颤 李兰青舔了舔嘴唇 老板 今晚的月亮可真白真圆 陈志安抬头看了一眼天空 乌漆漠黑一片 哪有什么月亮 结果他手里的顿鱼 转身就走 李兰青咬牙切齿地 看着他的背影 折磨于脑袋 自打小猴眼买下他 已经三个多月没过碰了 今晚好不容易四下无人 倒不是他空虚寂寞 非要如何如何 只是拿钱办事 感觉自己值不得三百两银子 算怎么回事 想要挣扎一下 刚走两步 却见砰的一声 指挥所大门紧闭 门内 陈志安得意一笑 这妮子 想乱我求道之心 门都没有 等了这么久 现在兜里终于有了闲钱 他要这儿八斤开挂了 哪里有时间看又白又圆的月亮 迫不及待召唤出系统 陈志安把银票 往桌上大气一拍 童子给爷上一万两的时间 只见一阵红光闪过 陈志安和那张银票同时消失 与此同时 隐隐一声惊诧响起 卧槽 是小黑屋 第21章 眼看他起高楼 陈志安觉得自己快疯了 原来所谓时间 就是把他关在一个小屋子里 让他自生自灭 小屋子简陋得不像话 只有一张孤零零的石床 除此之外 别无他物 这他娘的 比坐牢还不如 坐牢时 好歹还有两个狱卒陪着 也能喝点小酒 这小黑屋唯一能够给他安慰的 恐怕也就只有源源不断的元气了 这里元气充裕程度 比外头充裕十倍不止 甚至都不需要他主动去吸纳 此时陈志安躺在床上 任由四面八方的元气 涌入身体 又被搅碎成血气 顺着小溪缠缠而流 他不知道 过去了多长时间 因为这里没有时间 没有太阳 也没有又白又圆的月亮 从最初的惊诧 狂喜 悲伤 暴躁 再到最后的麻木 他现在已经疯了 双眼空洞望着头顶漆黑一片 我真傻 真的 童子 现在过了几天了 死一般的寂静 童子毫无反馈 我不买了 退钱放我出去吧 童子依旧沉默 呵呵 我真傻 真的 太子福 喜马诸无常手持雨扇 拈起一块月牙湖的竹鱼 含笑道 今儿下沉听了几句话 挺有意思 哦 愿闻其详 李承定眼底不渝之色 一闪而过 他从军多年 直来直往 最烦这些幕僚装腔做事 只是身为储君 他不得不压抑自己的喜怒 在很多时候 都表现得比较有耐心 眼看他起高楼 眼看他宴宾客 眼看他楼更高了 朱无常缓缓道出 又嘴角勾起浅笑 殿下 您知这句话是谁说的吗 先生且说 李承定懒得猜 拳头微卧 神色渐渐不善起来 他三个多月前 就给朱无常下了任务 叫朱无常查探陈留甲的底细 或者想办法 神不知鬼不觉地弄死陈之安 嫁祸给老二老三老四随便一个 甚至是永不犯错的陛下 也行 这家伙却毫无动作 这会儿 还有脸在自己面前装腔做事 如果不是他实在不擅长谋略 真想叫这大冤种 知道什么叫做李贤下事 朱无常许是感受到了老板暗藏的愤怒 没在卖关子 麻溜道 这是那位小侯爷在月牙湖说的 月牙湖上高楼建起 再过些日子 知安楼就要开业了 那废物建楼干什么 开高兰吗 李承定心底里 是瞧不上陈之安 甚至是陈留后府那一窝子的 如果不是忌惮陈留甲 他早就寻个由头 把陈留后府给平了 之所以一心一意想搞死陈之安 最主要的原因 也还是想探探陈留甲的底 殿下眼光如炬 那废物正是开勾篮 朱无常笑道 眼看他起高楼 眼看他验宾客 眼看他 楼塌了 之安楼开业那日 月牙湖龙蛇混杂 保不齐有许多眼红他楼建太高的泥塘中人 铤而走险 唯一有修行资质的麒链夭折 您说 陈阿满还坐得住吗 匹夫一怒 血剑无步 到时候 他陈阿满如再敢调动八百尘留甲入京 恐怕就算陛下再仁慈 也不会让他们活着离开 李承定脸色微动 帮朱无常到了杯酒 低声问道 先生 可想好如何把我太子府摘出来了吗 如果陈阿满不顾一切调兵入京 事后即便陛下震怒 把他满门抄斩 对已经死了的人来说 都将毫无意义 先生应该明白 杀个废物简单 借谁的刀才是最重要的 朱无常府须而笑 前些日子 陈志安用七百两银子 买了张富贵的壶 张富贵一借草包 四处宣扬 结果一不小心 传入了四皇子殿下耳中 那月牙狐狐 毗邻活山 而活山 是陛下 赐给四皇子的狩猎之地 里面秘密不少 往昔也就罢了 毕竟月牙狐人既罕见 可如果勾篮一开 人多眼杂 活山的秘密 就不是秘密了 卧榻之旁 岂容他人酣睡 这不 那本就与陈志安有仇的 狱卒张小二 正魔刀霍霍 想要舍命博一个未来呢 李承定眉头微皱 老四会这么愚蠢 为了一片野狐 去杀一个侯爷之子 虽然老四大概率不知道 陈留甲的恐怖 随手宰掉一个废物也正常 可这阴谋 会不会太草率了点 朱无常轻咬雨善 高深莫测笑道 殿下是觉得 四皇子出手太随意 其实不然 殿下可知 四皇子的首席幕僚旁元氏 是下沉至交好友 有他在 四皇子做出什么蠢事 都是有可能的 李承定豁然转身 看着自己的军师 并称为 当时卧龙凤厨的 朱无常和旁元氏 竟是至交好友 先生 凤厨可愿入我门下 李承定心头火热 如果旁元氏 也败入自己门下 本宫岂不是同时拥有了 卧龙凤厨两位大才 未来可期 未来可期啊 朱无常府须倾笑 悠悠道 殿下 元氏一直都是您的人啊 当年我们二人夜观天象 亏得天机之有民主将士 于是相约一同出山 这些年一鸣一暗 为民主扫清阻碍 静待天变那日 以助民主登陵绝颠 还天下一片朗朗乾坤 李承定快活大笑 笑声震动四眼 自己不善谋略 老天竟派了卧龙凤厨 两位大才辅助 这天下 活该由我所得 乐了许久 李承定亲自为朱无常针酒 又问道 如果老四出手 他足够资格做替死鬼 可本宫依旧觉得不妥 狮子薄兔 亦用权力 一个小小狱卒 能杀得了陈志安吗 当然不能 朱无常悠悠道 魏子献生死未卜 近日何坚卫家派遣了 虚神镜修行者入京 很多人都践踏入了二皇子府 若是陈志安 先被死了儿子的何坚卫家打伤 又被羞辱过的狱卒刺杀 如此 就万无一失了 李承定大喜 先生大才 本宫不吉 此季环环相扣 草灰蛇县 看似是狱卒和和坚的复仇 实则是老二和老四的受益 陈阿满一介草包 至多也就查到这里 任他想破脑袋也不会明白 实际上这些事 全是本宫干的 哈哈 妙吉 微末伎俩 不足为财 朱无常谦虚浅笑 此季还有一层 那混乱之时 当由长安城的勾篮掌柜们而起 接呼 李承定赞叹不已 如此一来 可高枕无忧了 眼看他起高楼 眼看他验宾客 眼看他楼塌了 先生 先前本宫错怪你了 代陈刘甲入京 本宫与你煮酒论英雄 坐看头颅滚滚 第二十二章 老板 想怎么吃 滴答滴答 小黑屋中 陈志安站在墙角双手握拳 汗水一滴滴 从下额掉落在地 不知过了多久 只见他拳头慢如蜗牛般 向黑暗中砸去 随着拳头落下 他身前一尺的元气瞬间炸开 随后响起一声空爆 啪 拳头如闪电般收回 再出拳时 又变得慢如蜗牛 如此这般反复上千次后 他浑身热气蒸腾 直接倒在床上开始躺尸 狗系统 再不放我出去 我要被你活活饿死了 听着肚子传来的咕咕声 陈志安转头 看向角落里那只砂锅 失望地叹了口气 有记得上一次吃东西 还是上一次的事 他不知道 自己多久没进食了 就连最后一根鱼刺 也在上次被他嚼碎吃掉 若非这里面元气充沛 能够源源不断纳入体内 化成气血 他怀疑自己会变成第一个 被系统关小黑屋饿死的宿主 死一般的寂静 就在陈志安以为 一如从前般 系统不会回应的时候 整个小黑屋 骤然大放光明 随即一道刺目 红光洒下 陈志安抬头茫然四顾 只见周遭景色变化 门外有一道 渐行渐远的脚步声 叮 宿主购买时间已使用完毕 是否续费 续费 续尼玛的费 呆呆看着漆黑依旧的天空 又低头看了看脚边 那口干干净净的砂锅 陈志安蹦起三丈高 老子再不买了 滚 你给我滚 系统沉默 约某过了一分钟后 机械声响起 宿主拒绝续续费 本次交易完成 祝您生活愉快 另外 造化空间可定制 建议宿主下次提前浏览说明书 小黑屋为地狱模式 不建议新人使用 呵呵 陈志安气急 这孙子绝对是故意的 因为系统橱窗里 根本就没有说明书 没经历和系统掰扯 饥饿难耐的陈志安 潜入湖里捉了九条大鱼 敲开李兰青的门 正躲在房间里 郁郁寡欢的李兰青 听见敲门声 立刻飞奔而出 殷切看着回心转意的老板 然后 他生无可恋地 捧着九条大鱼 钻进了厨房 手起刀落 杀了三个多月的鱼 他的心已经逐渐 和手中的刀一样冰冷了 男人 呵 陈志安蹲在一旁监工 不得不说 有些天才做什么都是天才 比如李兰青 他做花魁是天才 杀鱼也不赖 短短三个月 他的手法 已经比那些杀了多年鱼的老师傅 还要老到 只见眼花缭乱 一顿刀光闪烁 一条大鱼 已经被切成薄如铲翼的鱼片 咸熟地起锅烧火 不过十多分钟 一锅热腾腾的涮鱼片 便架在铜炉上 趁着弯腰起锅的间隙 李兰青扭动着堪堪一握的腰肢 不停在陈志安眼前晃悠 陈志安此时饿得两眼发花 哪里有时间看 只一个劲地催促他 继续切鱼片 半个时辰后 吃完九条大鱼 两条黄羊腿的陈志安 躺在摇椅上 舒服地叹了一口气 这他娘的才叫生活 又把满眼忧怨不已的李兰青给打发走 陈志安开始感受身体的变化 一万两银子 二十天时间 虽然他没有主动修炼 可小黑屋里充沛到发愁的元气 依旧让他体内的气血小溪 肉眼可见地在扩大 眼见四下无人 他手掌微微一握 指缝中响起痴痴之音 这是气血离体 又演化为元气的征兆 先天境后期 小黑屋中躺了二十天时间 他终于躋身先天境后期 甚至只差一步就到先天境巅峰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先天境 五道残卷本就霸道无匹 直接碾压元气转换为气血 虽然只是先天境 但进阶所需的元气 完全不比一般功法的炼气净少 甚至恐怕更多 这种进阶速度堪称妖孽 要知道 小黑屋虽然过去了二十天之久 现实世界 其实只是一瞬间而已 如果再来一次 陈志安喃喃自语 随即想到那恐怖的小黑屋 顿时打了个寒战 不可能 这辈子都不可能再进小黑屋了 随手散去指缝间的元气 他又变成了那个 平平无奇的一瓶舞者 舞道残眷神魂一体 如果他不主动释放元气 无论谁来看他的气海 都空空如也 只是个普通舞者 转眼又是一个多月过去 这一个多月 陈志安彻底躺平 每天睡醒 就到洛宝楼最顶上抛干钓鱼 躺在摇椅上 看着自家高楼筑起 就连鱼儿都是李兰青去放 只有鱼儿咬钩时 他才会起来活动一下筋骨 一代花魁李兰青 彻底沦为了他的私人秘书 鲨鱼守法一日千里 心也随着刀子彻底冷了 算下来 他已经有十二天没有说过 重返沟兰的话了 就连狗腿子陈正 忧心忡忡说外头 又出了个风头正盛的花魁 他都没有在意 老板 鱼儿上钩了 李兰青麻木地咬醒陈志安 然后打开腰间的刀鞘 掏出一柄明晃晃的鲨鱼刀 陈志安懒洋洋地拉动鱼竿 不多时 一条泛着荧光的鱼 被他拽上楼顶 咦 居然是条银刀 陈志安轻移了一声 银刀鱼是月牙湖的特产 身长六尺 通体附着银色鳞片 栖息在湖底 很少浮出水面 肉质鲜美 它不是一般的鱼 而是有修为的鱼 一条成年银刀鱼的战力 约莫有一个三品武者那么强 食肢可补气血 陈志安也是之前潜入湖底 才发现这种宝贝 没想到今天时来运转 居然掉了一条起来 小亲儿 今天有口福了 将银刀鱼丢在一只大盆里 陈志安挽起袖子 取我的刀来 本少爷亲自操刀 李兰青瞥了一眼银刀鱼 眼里闪过一丝冷意 只见一道刀光闪过 那条呲牙咧嘴的银刀鱼 瞬间投手分离 可以啊 陈志安惊讶地看着李兰青 一条堪比三品武者的银刀鱼 居然让他一刀就宰了 呵呵 雕虫小技 不足一提 识别三日当刮目相待 这一个多月陈志安躺平钓鱼 他可没闲着 每日苦练鲨鱼刀法 居然让他摸到了气感 如今勉强算是一位三品武者了 取下刀囊 李兰青先欠戏手 抹过一排寒光闪闪的鲨鱼刀 清冷问道 老板 想怎么吃 第23章 是我小剧天下人了 吃鱼快 远处一到青山快步走来 来人先看了一眼盆里的迎刀鱼 又看了一眼浑身散发着杀气的李兰青 亲儿的刀越来越冷了 可是有了气感 见过柳先生 李兰青微微去身 昨日鲨鱼时 感觉体内有一缕拇指大小的气流断断续续 应该是气感吧 是了 柳七惊叹一声 这就是初入武道的征兆 没想到你竟有修行资质 不怪柳七惊讶 毕竟当初他可是查探过李兰青资质的 气海紧闭 绝无修炼可能 伸出两根手指 放在李兰青眉心 柳七脸色微变 他当初封闭的气海竟有了松动 这是开了造化之门无疑 要知道世间修行 乃是天定 道门称之为道种 佛门称之为佛源 北庭称之为神兽 而绝大部分人称之为造化 气海封闭者 造化不够 无缘得见大道 而李兰青的造化之门 无缘无故开启 这是世间含有之事 沉默良久 他开口问道 小七儿 你可愿拜我为师 李兰青抬头看着一旁眉头微皱的陈志安 他当然想答应 可他毕竟是老板四十两买回来的 而且每个月还发三百两银子 得看老板的意思 不行 陈志安摇头道 他恐怕有别的事成 这事我说了不算 李兰青莫名其妙有了修行资质 这事多半和自家大哥脱不了关系 虽然大哥没有表示什么 但既然李兰青因为他踏上这条路 就算是有了师徒之事 法不可侵传在这大荒世界 可不是说着玩的 师承关系不比血脉关系轻多少 收徒不成 柳七也不失望 他是个洒脱的人 本身又是野鹿子出身 对师承看得并不重要 还是传给李兰青一门自物的功法 年花绝 名字很美 可是杀力一点也不弱 走的是轻盈诡异的鹿子 修制大成 可年花成刀 万花化刃 这是柳七为勾兰女子 量身打造的功法 传完年花绝 柳七又粗略讲了些青楼的事 这才开始享受赢刀愉快 这段时间柳七手握大拳 青楼一切事物 全由他定夺 在他宣布要执掌青楼后 整个长安城的勾兰掌柜 都变得惶恐起来 纷纷把自家摇钱树钉死 甚至恨不得拴在裤腰带上 没办法 柳七这丝 在勾兰女子心中的地位 实在太高了 他们害怕这丝不讲武德 振臂一呼 直接让花魁们改换门庭 柳七当然不会这么干 他不愿把勾兰女子们 当作筹码 这有为他的初衷 他去了教司房 把教司房给买了 勾兰女子可怜 教司房的女子更可怜 他们身为犯官家属 牵的是死器 除了年老色衰时 被撵出去自生自灭 基本上不可能脱急 当柳七站在教司房房主面前 拿出厚厚一摞银票后 那房主恨不得把自己 也给卖了换钱 整整三百十六个教司房姑娘 全被柳七以八十两一个的价格 买了回来 这年头啥也不多 就是犯官多 杀之不尽 一查又一查 加上逛勾兰的 又大多是些泥腿子 根本赚不了几个钱 还要管他们饭吃 所以教司房的房主 卖起姑娘来没有半点压力 还买一赠衣 把那些男丁 老妇也打包一起 送给了柳七 甚至已经预定了 下一批犯官家属 柳七面无表情地 签署了异项合同 当场付了钱 一入教司房 永远是见急 柳七的亲姐姐 当初就是被人打死 在这教司房内 而她被路过一位老道救下 一别多年 那位教司房房主 已经记不得 当年那个满头是血 奄奄一息的小孩了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教司房里的犯官家属 全被我买下了 柳七躺在摇椅上 将买下教司房女子的事情 娓娓道来 除了那两百多个 正当失灵的女子 其余三百多个男童和老妇 只能算累赘 可如果放任他们不管 缺了经济来源的教司房 肯定不会继续收容他们 身为贱奴 他们出了教司房 基本上就是死路一条 毕竟陈志安开清楼 不是搞慈善 他擅自做主 买回来一堆脱油瓶 但凡格局小点的 恐怕立刻就要翻脸 柳七已经做好了 陈志安翻脸的准备 哪知陈志安只是翻了个身 继续晒太阳 你不生气 柳七悠悠道 毕竟平白多了几百张嘴 你就不怀疑我假公祭司 用你的钱买名声赚清玉 你会吗 陈志安站起身来 俯瞰着已经彻底竣工的阁楼 当初说好了 清楼由你做掌柜 我便不会干预你的决策 别说三百人 就算是三千 三万 我都相信你 柳先生 长安城对你来说 太小了 我们要放眼整个大唐 乃至整大荒 有朝一日 我要让清楼的旗帜 插遍整个大荒世界 你说 我应该怀疑你假公祭司 孤名钓鱼吗 柳七正正无言 他没想到 眼前这个声名狼藉的 顽固废物 居然有如此雄心壮志 更没想到 他竟有如此胸襟格局 是我小区天下人了 柳七也站起来 和他并肩而立 犯官家属中不乏修行道种 我已经收他们为徒 准备暗中培养一批清楼直视 十日后 清楼开业 柳先生 尽管放手示威 陈志安躺回摇椅 嘴角微抽 这逼装的 可以给九十九分 多一分怕自己骄傲 交私方的犯官家属 各个都是人才 吹拉弹唱 五文弄墨 是必备技能 他原本的计划里 本来就有买下他们的打算 柳七买半买半送地 把他们收入囊中 甚至还准备亲自下场教徒 他偷笑还来不及 怎么可能怪罪 第24章 清楼开业 老张 听说月牙湖上 要开一座勾篮 长安城一座赌方里 尖嘴猴塞的男人 揽着身边的同伴 见嘻嘻笑道 咱们到时候去喝口头汤 什么勾篮 人家开的是清楼 老张不屑地看了那男人一眼 狗蛋 说你他娘的不学 无数你还不信 清楼和勾篮不一样 是一条龙斧 一条龙斧 这么用的吗 敢用上古神兽接客 瞎扯什么 老张不屑道 我家的三娃子 就在他们那座服务员 知道开多少工钱吗 二两白疙瘩 一个月二两 真给这么多 狗蛋满脸嫉妒 当初清楼招工时 他也去了 可惜人家嫌他年纪太大 没药 那可不 老张得意地啄了一口酒 知道登一次岛 需要多少钱吗 五两银子 这还只是登岛而已 岛上有火锅 有排酒 麻将 扑克 戏院 这些玩意儿 你连听都没听说过吧 更别说 还有登科楼上的胭脂榜了 听说胭脂榜上的姑娘 清一色都是国色天香的主 小曲唱的 那叫一个勾魂 你说怪不怪 偏偏人家不接客 说是叫什么 卖意不卖身 这下不是客人挑姑娘 倒成了姑娘们挑客人了 这叫什么事 狗蛋不满地叫了起来 不接客 还看什么勾篮 这不是完了吗 我绝对不去这鬼地方 老张斜眼看他 你他娘的有钱去 远远看一眼都不够哥 知道李兰青吗 之前清乐方那个花魁 长安城第一门 听我家三娃子说 他连胭脂榜都没混上去 一气之下 筋盆洗手了 这种油污都平不上胭脂榜 你还想干啥 洗洗睡吧 青楼火了 还没开业 名声已经想遍长安城 大街小巷都能听到 青楼要开业了 青楼疯了 青楼打死不去之类的字眼 担心了好几个月的勾篮掌柜们 也纷纷谈官相庆 普资这么高 傻子才会去 特别是打听到幕后东家 是陈留后府的小侯爷后 勾篮掌柜们 更是纷纷露出 心照不宣的笑容 白痴 真以为在勾篮待了几年 就能摸清这里面的门道 五月五 华灯初上 随着一声轰鸣骤响 月牙湖的夜空上 烟花炸开 那炸开的烟花 化作两个鲜红大字 青楼 筹备半年之久的青楼 今日开业 月牙湖畔 站了密密麻麻 看热闹的人 他们摇摇看着 岛上高耸的三栋阁楼 都被这青楼主人的 大手笔所震撼 整整十二层 四来长安城的楼 除了皇城白玉京 从没见过比这还高的 岸边早有青楼的花船停住 总计十二艘花船 每一艘船上 都站在一个身穿短裙的侍女 他们站在船头 列成一排 浅笑看着岸边的客人 接呼 看着这十二位美币 许多人不自觉咽下一口口水 姑娘们穿着也算大胆 可大胆成这样的 实属罕见 哪怕勾拦女子 也从未有过 这种片铝遮身的穿着 一时间少有人敢登船 一方面是被登岛先交的 五两银子下注 另一方面是摸不清 这青楼的套路 就在众人愁促时 又一艘花船 缓缓从岛上驶来 立于船头的是一位青山女子 她面若凝脂 肤白胜血 朱唇欲滴 一根红色丝带 将满头青丝捆住 她手里撑着一根竹膏 立于船头微微屈身 三皇子殿下 老板命卢家前来接驾 请登船 哗 三皇子殿下也来了吗 人们纷纷顺着那女子的视线看去 人群分开两侧 露出一尊神俊一寿 一寿之上 一位锦袍公子 手持折扇 正笑盈盈看着那女子 小妻儿 没想到是你来接我 你好歹曾是长安第一花魁 如今 唉 你家老板好狠的心 此言一出 众人尽皆哗然 三皇子殿下名声在外 她堂而皇之逛青楼 虽然在意料之外 却也在情理之中 可眼前这个称高女子 居然是那位长安城第一美人李兰青 之前听说青楼平胭脂榜 把李兰青落下 人们还不信 此时看着这位美若天仙的碧人 居然真的沦落到了如此境地 被刷下胭脂榜的花魁 都已经美若天仙了 那榜上的姑娘 岂不是折仙下凡 许多人咬牙掏钱登船 其余没钱的 就只能呆呆看着了 李承安淡淡一笑 脚下轻点 身形飘然落在船头 就在李承安乘船离去后 忽然人群中又有声音炸开 一头飙悍白虎 卷起漫天枫叶 分开人群走来 他身长两丈有余 一双虎目俯视众人 就像寻有领地的君王 在他背上 两位白衣剑客 持劲力 而两位白衣剑客身前 一袭红衣慵懒地躺在虎背上 双眸眷懒 这是谁 人群中有人低声发问 瞎了你的狗眼 没看到这头白虎吗 除了狼牙江氏 有谁能圈养这种上古异兽 狼牙江氏 他且不就是长安城白虎街的主人 江白虎 不错 没想到连他也来了 说到江白虎 听说李澜清当初被小侯爷 强行从青乐坊买走 此后 有两位化虚敬剑客业闯安王府 恐怕就是那两位吧 居然还有这种事 既如此 为何李澜清又出现在青楼 莫非 这青楼竟是江白虎开的 即便不是 恐怕也有关系 你可曾见过 江白虎何时出现在沟澜过 青楼背景 竟恐怖如斯 锅躁 就在人们议论纷纷时 那两位剑客双眸睁开 话须尽强者的威压 横扫当场 众人进阶一冷 纷纷闭口不言 白虎吐出一口白炼元气 身子一跃 掠过那十二艘花船 踩着湖水向岛上走去 天 这头白虎 竟至少也是话虚敬一手 青楼 崛起之势不可逆转了 人群中 有勾兰主酸溜溜地 看着远去的江白虎 恨不得把他绑到自己勾兰去 在青楼未开前 最有牌面的勾兰是青月坊 因为曾经的长安四丸库 最爱去的地方 就是那里 如今青楼开业 先有李承安飘然而至 后又有江白虎骑虎登岛 此后 恐怕整座长安的权贵 都只会去青楼了 哇 你们看天上 有人惊呼 那御风而来的是谁 天 是长安四公子 兵部尚书下家小公子下远后 武安侯长子狗游泉 镇南王郡主李承仙 还有李部尚书右帝周谦 他们居然一起现身月牙湖 而且是御风而至 天哪 柳七有这么大牌面吗 竟连他们都来了 自从除岁之后 长安四公子之名轰动长安 他们不过二十来岁 就已经躋身玉气静 能够御风出游 于长安城外 斩首三百余匪寇 连拔七座山寨 被誉为长安城新一代刚顶人 没想到 连他们也在青楼开业时 飘而至 走 我们登到 同去同去 第二十五章 干脆杀了吧 骆宝楼最顶楼 李承安躺在摇椅上 看着御风落向千金楼的 长安四公子 脸上露出奸诈笑容 知安 你他娘的还真是个人才 把江白虎请来也就算了 居然连他们四个也请来了 这下青楼 算是彻底在长安城 打响名声了 四公子倒是我想办法请来的 江白虎 不是 陈志安眉头微皱 江白虎这疯女人 之前可调戏过原主 而且他让大哥 去醉客楼药人士 结下了仇怨的 他今日登岛 不见得是好事 老李 要不你去盯着江白虎 陈志安促眉道 我去盯着四公子 免得李承仙搞什么幺蛾子 不去 李承安想都没想 就拒绝了这个提议 他怕一个忍不住直接出手 要知道 当初江白虎身边那两位剑客 可是把他脸打得生疼 那你去见四公子 我去见江白虎 陈志安冷笑道 别忘了 你可是青楼的二老板 总不能什么事也不做吧 小爷怎么感觉落入了 你他娘的陷阱里头了 小爷堂堂大堂亲王 为你拉皮条 李承安不满地瞪了陈志安一眼 不过还是站起来 往登科岛走去 此时岛上已经涌入很多客人 每个人都衣衫滑贵 掏得起五两银子的人很多 但是能掏五两银子 买一个登岛名额的 绝不可能是穷贵 陈志安甚至在人群中 看到了长安府引王富贵 不过那丝乔装打扮了的 除了王富贵之外 礼部侍郎 兵部侍郎 武安侯家的管家 还有镇南王府的侍卫统领 全都乔装打扮 混集在人群里 应该是为了四公子而来 想来是些家事不凡的公子哥 走在人群中 有认识他的人 纷纷拱手行礼 他也很有礼貌地回应 都是衣食父母 哪里能怠慢 在他眼里 这里有一个算一个 此时都不是人 而是金灿灿的阿赌物了 正给陈家两兄弟 交代事情的柳七 看到他现身 立刻迎上来低声道 我正要去寻你 杨老说 岛上来了几个心怀不轨的家伙 已经让执事们去捉拿了 我怀疑 他们要对你下手 是那些勾篮主 陈志安疑惑道 那些家伙能请到 玉气劲的高手就顶天了 以老羊头的手段 不至于担心吧 老羊头正是陈阿满 从陈流调来的军将 骆宝楼建成后 他们一行二十人 留在了骆宝楼 据老羊头说 他手底下这群老兄弟 当年全都是练气劲高手 老羊头更是玉气劲 虽然如今气血枯败 但收拾一般的练气劲 还是不成问题的 他们十人一队 组成战阵 就算是玉气劲 也敢一战 骆宝楼建成后 本来陈志安准备 打发他们回去 奈何老羊头求 陈志安收留他们 说是在陈流县穷怕了 每天都吃不饱饭 陈志安想到 都是因为陈阿满太废物 他们才沦落至此 也就答应了 留下担任青楼执事 你太看得起那些勾篮主了 柳七脸色复杂地 看着陈志安 他们能请了三位练气劲 和一位玉气劲 想要放火 已经被埋了 想到那四个修行者 被一位瘸腿的老执事 随手扭断脖子的场景 柳七至今都觉得荒诞 让二十尊化虚静强者 和一尊虚神静强者 窝在青楼里做打手 恐怕也就陈志安 才干得出来这种事吧 沉默良久 柳七缓缓道 千金楼上 有两尊虚神静强者 杀意隐而不发 绝非正经客人 稍后找机会 咱们埋了他 虚神 陈志安心下一颤 虚神静 可是能够阴神远游千里的 强横存在 很多宗门的一宗之主 也就虚神静而已 柳七竟说 有两尊虚神大佬 应戳戳想对自己出手 你有把握吗 陈志安不动声色后退一步 躲在柳七身后低声问道 柳七淡淡笑道 本来是没有的 现在有了 两人边走边说 不多时就到了千金楼六层 千金楼前三层是大唐 后三层为雅间 以江白虎的身份地位 自然不可能和那些普通人 挤在大唐 他包下了最豪华的清风格 江姐姐正吃着呢 陈志白敲门而入食 江白虎正拈起一块银刀 放入口中 清楼胭脂榜上排名第一的朱洛 正拈起冰块 帮他镇九 朱洛年方十八 是前御史中成朱志的嫡女 朱志因为弹劾太子监国时 排斥一己滥杀无辜 被捉拿入狱 流放三千里 他和弟弟朱安璐 被贬为剑籍 冲入教司方 被柳七买了回来 单论颜值 他肯定是比不过李澜青的 只是他身上有一股书卷气 当初凭借一首念安奴 名栋长安 是有名的才女 陈志安力排众议 把他扶上了魁首的位置 不知怎对他 没在登科楼亮相 反倒出现在了千金楼 陪着江白虎吃酒 看到陈志安和柳七进来 朱洛捧着酒壶 站起来屈身行礼 对这两位老板 他从心底感激 在教司方时 他原本马上就要被安排接客 就连右弟朱安璐 也即将近身入宫 就在他满心绝望时 柳先生将他买了过来 更是签了宽松到 不敢置信的合约 还收了右弟朱安璐 做弟子 踏上修行路 虽然都是在封城里打滚 可在青楼和在教司方 待遇简直千差万别 所以当江白虎提出 要见胭脂绑魁首时 他毫不犹豫 便站了出来 小洛尔今儿被姐姐包了 志安你没意见吧 江白虎毫无形象地 吃着火锅 又饮下一口冰镇黄酒 笑吟吟道 小弟哪有意见 只要洛尔没意见 小弟都行呢 陈志安笑道 对千金楼的火锅 江姐姐可还满意 唉 江白虎放下肠筷 慵懒的毛子 渐渐冷淡起来 志安 你说 你开勾篮 就好好开勾篮 为什么还要做酒楼和赌方呢 断人财路 犹如杀人父母 你这是 把姐姐往绝路上逼呀 陈志安捡起一把椅子坐下 笑道 江姐姐 天下生意人人作得 你开了酒楼和赌方 就不让小弟开 未免太霸道了吧 找死 江白虎身后并立的两位剑客 同时向前踏出一步 背上长剑 发出嗡嗡颤音 灵力剑气 向陈志安袭来 便在剑气即将落下时 江白虎冷峻声音响起 放肆 退下 与此同时 只见他身形错位 瞬间出现在陈志安身前 掀细手指 夹住两柄剑尖 江姐姐 这是你的意思 陈志安脸上的笑容 也冷了下来 江白虎冷目 看着两位剑客 你们是不是该给我一个解释 小姐 两位剑客冷声道 陈志安对您不敬 当受惩罚 放肆 谁给你们的权利擅作主张 江白虎眉头微挑 杀意剑气 他早就说过 见到陈留后府的人 退避三社 先前所谓断人财路的话 不过是为入骨青楼 打下伏笔罢了 可自己手下的人 却擅自出手 看来不是江姐姐的意思 就在江白虎心中 分析自家见识的成色时 陈志安忽然开口 既然不是江姐姐的意思 这种判主的东西 留着也是祸害 干脆杀了吧 随着陈志安话音落下 站在他身后的柳七 漠然一步跨出 在出现时 已经在两位剑客身后 手掌擒住他们的脖子 轻轻一扭 咔嚓 两位剑客脖子被扭断 生死 第二十六章 眼看他楼榻了 江白虎脸色微变 他认识柳七 甚至当初还为之惋惜过 点评其微朴玉 如果他把精力全部放在修行上 未来踏入虚神境 未必不可能 可眼下 哪里还需要什么未来 人家已经踏入虚神境了 让他不解的是 一尊虚神境强者 天下何处不可去 何必与陈志安这小家伙 搅合在一起 开轻楼做大茶壶 他哪里明白 柳七想要改变 勾兰女子的凄惨境地 想要为勾兰界定规矩 把这青楼看得比什么都重 别说两个剑客 就算他江白虎 如果不是陈志安事宜 他都打算直接弄死了 读书人狠起来 比粗比武夫们可狠得多 没见两尊虚神境强者 只是躲在楼上偷窥 他就连人家埋在哪里都想好了 深深看了柳七一眼 江白虎吐气道 志安 不管你信不信 我今日不是来闹事的 相反 姐姐想入股青楼 三万两白银占一成股 抱歉 我没有这个打算 陈志安起身离开 在他们出手之前 或许我还会考虑 可惜他们出手了 江姐姐还是先把自己的事处理好吧 如果那两个剑客没出手 你真打算同意 出了清风阁后 柳七忍不住发问 他希望青楼纯洁一些 一旦说话的声音太多 就没法保证现在的制度 能够完美地执行 伤人重力 可不是谁都像陈志安这样 什么也不管的 当然不会 陈志安笑道 连李承安的钱 我都想退回去 怎么会答应他加入 不过是在他心里重根刺吧 看来狼牙僵士 也不是铁板一块 那两个剑客对我释放杀意 肯定是有人受益的 就是不知道 是御剑宗的人 还是狼牙僵士的人 或者两者皆有 不管了 这事儿 便宜二哥自己处理 他娘的 就说天命之子的家属坐步的 小爷都躲在外头开清楼了 他们居然还想针对我 两人走上七楼 七楼到十二楼是赌方 麻将 排酒 扑克应有尽有 何观是柳七 从各处赌方重金聘请的高手 又培训了一个多月 技术没的话说 欺负那些小白 那是手到擒来 穿着短裙的婢女 穿梭于各个桌子 为豪客们提供点水果点心 服务态度 绝非其他赌方可比 赌方的总管事 是陈正 这思无师自通 早就秘密收买了一大批世家子的家奴 给他们抽成 让他们窜戳自家主子过来玩牌 这会儿才刚开业不久 七楼基本上已经坐满了客人 陈志安甚至在人群中看到了杨仙县 他意气风发 坐在轮椅上摔出王炸 兴奋地差点站起来 陈志安想起处物界里还没送出去的谢衣 叫来陈正让他盯着杨仙县 要是这次赢钱了 就把他带到千金楼 不弄他已经是看在他残疾人的份上了 哪能让他从青楼带钱离开 巡视玩赌方 陈志安和柳七又乘着缆车 去了登科楼 那两尊虚神静强者 不知道在等什么 居然没有在千金楼出手 登科楼前三层是戏院和说书 此时戏院正上演长安四公子 遇见远游连斩三百匪扣的戏剧 演员们都是舞者 虽然没有踏入仙天境 但飞檐走壁不在话下 配合着十面埋伏的琵琶曲 跌宕起伏 杀鸡四尹 从没见过这种戏码的客人们 看得目不转睛 纷纷掏钱打赏 雅尖烈 长安四公子虽然喝着小酒 其实心思全都在这戏剧上 毕竟现在上演的是他们的故事 哪个年少轻狂的侠客 不想自己的故事被世人传唱 陈志安这场戏 比当面吹捧他们千百句 还来得舒坦 连带着对陈志安比翼不已的李承仙 都对他刮目相看 觉得那个轻薄了闺中好友浪荡子 也并非一无是处 陈志安没有去打扰四公子 继续登楼 他就像一个到了收获季节的老农 饱含热情地收割着金灿灿的麦穗 第四层是歌舞剧 当随着婉转悠扬的水 吊鸽头响起 那些抱着批判精神 来到岛上的读书狼们彻底拜扶 这他娘的哪里是小曲 这是一首足以流芳百事的文坛诗篇剧著 那船畅水吊鸽头的胭脂膀刺吸苏轩 一下场就收到了无数邀约 明珠当前 自诩风流的读书狼们连诗都不敢做了 纷纷遣人去长安城请真正的如林文侯 被一个青楼女子押服 他们必须得找回厂子 一时间 许多名栋长安的书生不停涌入登科楼 然后又继续摇人 陈志安站在楼上 看着一个个风流倜傥的读书人抓耳挠腮 别提有多开心了 苏大家的词 别说你们 前世纵观上下五千年 敢说押服他的人都找不出一个来 再往上走 就是一间间幽静别致的雅阁 陈志安没有打扰 只是喊来诚意 让他务必注意姑娘们的动静 谁贪娘的要是敢用墙 直接乱棍打出 就在陈志安正收割卖穗时 长安城太子府朱吴长 也在等待收获果实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福善清瑶 朱吴长青笑道 不得不说 那小侯爷虽然是个草包 可这青楼开得不赖 竟让他找到如此财女 由此一手词问世 那苏轩也足以流芳千古了 诗词乃小道 一个面目丑陋的男人 坐在他对面 冷笑道 没有力量 终究一切成空 我大唐以武立国 守卫着边境不失的 是啾啾武夫 而不是那些吟师作对的书生 乱世将起 北座王庭对我大唐虎视眈眈 西域佛国 更是堂而皇之的 度化我大唐百姓 整个西域边陲 都不知道还算不算我大唐领地了 就连南边的巫族 也跳出来搞事 四面皆敌 更别提禁区的上古遗族 迟早会卷土重来 满朝诸公 却仿佛视而不见 整日武闻弄没 醉生梦死 吴长兄 你说这世道 还有救吗 诸吴长 哑口无言 自己这好友各处都好 就是太过愤世嫉俗 大唐立国不过数百载 想要解决这诸多外患 哪有这么容易 除非有圣人凌晨 否则想要押服诸国 只是妄想而已 至于禁区 那就更离谱了 万年前荒谷大帝 何等精彩绝艳 镇压当事无敌 押服禁区皇族 逼得他们自封禁区 却也没办法彻底铲除 如今人族长城都已经无人镇守 我们这种连个正经官位 都没有的谋臣 谁他娘的 能管得了这么多啊 顾好当下才是 默默端起茶杯 饮下一口茶 朱屋长起身 看着月牙湖的方向 等待楼他 第27章 舔狗不得好死 巡视完清楼 陈志安准备躲到洛宝楼去 毕竟两尊虚神静强者 在一旁窥视 他心里有点慌 就在他挪布正准备离开时 四楼包厢里 忽然传来一声爆喝 随即一道身影破门而出 站在大厅里呵斥道 周谦 你他娘的敢打我 陈志安疑惑地看过去 只见那破门而出的身影 正是他的挚爱亲朋 花了一万两 买下两首次的大渊种 狗哥 什么情况 陈志安走过去 立刻就有一个清官人 富尔在他身旁 讲了前因后果 原来长安寺公子看完戏幕 心情得到了极大的愉悦 都觉得不需此行 狗哥是个能处的 想着老弟开清楼不易 便提议去楼上听曲赏舞 为老弟称称场面 如果是平常 爱惜羽毛的公子们 定不会答应这个邀请 奈何今天被陈志安一场戏 拍得着实舒坦 也就半推半就硬了下来 刚上去就见苏轩 正屈身谢客 一干风流才子 抓耳挠腮 满场接呼 一打听才知道 原来有大作问世 郡主李承仙酷爱诗词 当场被那句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产娟感动得稀里哗啦 想要结识苏轩 奈何苏轩 深得陈志安真传 是个懂饥饿营销的 早就已经表明了 今儿不见客 眼见心上人失落 周谦立刻表示 要写诗一首 让伺候在身旁的清官人 给苏轩送去 直言他看过之后 定然愿意出来一叙 清官人亲自去了一趟 然后两手空空回来了 苏轩收了诗 但拒绝见客 这下周谦脸上 多少有些挂不住 狗哥见这 立刻就洗了 表示自己忽然闻思全勇 也要整一手辞住信 只见他狂饮一口清酒 忽来笔墨止咽 大笔一挥写下 参赐烟树月牙湖 风雾进前朝 摔扬古柳 几经攀折 憔悴楚宫妖 夕阳闲淡秋光老 离死满横高 异曲 阳关 断肠生静 独自平兰饶 此词一出 不但清官人愣住了 就连对狗哥嫌弃不已的李承仙 都惊讶得何不拢嘴 其余小伙伴也是惊呆了 不可置信地看着狗游泉 狗哥那叫一个爽 在众目睽睽之下 饱寒深情地看着李承仙 然后蜻蜓点水般 在他眉心蹭了一下 李承仙还在痴呆中 哪里顾得上反抗 这下对李承仙 倾慕已久的周公子不干了 一拳砸在狗哥眼门上 把狗哥打出了雅间 听完这恩怨情仇 陈志安眉头一皱 周千这次该死 竟敢做我的挚爱亲朋 在青楼闹事 找个地方给他埋了吧 就在陈志安准备摇人 去弄周千时 只听耳边传来冷淡的声音 柳七正吩咐一个瘸腿老头 让他埋人 陈志安脸色一黑 老七有点飘啊 李部尚书家的老父亲 可是个通玄境大佬 又是两朝元老 门生就顾无数 老来得子有了周千 把他埋了 恐怕陈留后府 都保不住自己 那瘸腿老头 也是个不怕死的 竟不知 从哪里掏出来把铁锹 真想去埋人 瘸腿老头还没动手 场间又有变化 只见周千白衣胜血 手持一柄三尺清风 飘然落下大厅 冷冷看着狗游泉 狗贼 你胆敢侮辱郡主 便是五安侯亲自也保不住你 小白脸 你多少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了 狗游泉冷笑一声 手腕转动 一柄长刀破空而出 脚掌在地上一蹬 狗游泉飞身而起 双手握住长柄 以披衫之势 猛然披向周千 同为四公子 他们彼此之间 境界差距不大 但狗哥是谁 那是五安侯府的小侯爷 常年游荡在边境打草的猛人 整日在长安城迎师作对的贵公子 和他没法比 气势一起 一股子铁血杀意涌出 让周千脸色骤变 成 清风与长刀相击 元气瞬间激荡开来 周千后退束步 脸上一片潮红 狗游泉面色如常栖身而上 持刀再砍 哄 古意昂然地三尺清风碎裂 周千身形像炮弹般被砸在墙上 口中鲜血狂涌 狗游泉霸气长笑一声 尾随而至 抬脚踩在周千胸口冷漠道 小白脸 老子早就看不惯你了 之前被套麻袋 你他娘的没长记性是吧 周千不可置信地看着狗游泉 他一直以为狗游泉能够和他并列四公子 是因为郡主未婚夫的身份 为此 私底下不知道多少次阴阳怪气地嘲讽过 狗游泉吃软饭 不配与他并列 此时被踩在地上才明白 原来狗游泉的真实实力竟强悍若私 而且 之前自己无缘无故 被人套麻袋揍一顿 原来竟是这浓眉大眼的老六干的 狗游泉 住手 李承仙终于从痴呆中回过神来 他蛮横拽开狗游泉的腿 把周千从地上扶起 小心翼翼地为他擦拭嘴角的鲜血 见此 狗游泉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李承仙是他的未婚妻 且不是陈志安和李新宁 这般私底下定亲 而是下了三书六品 请了满朝文武吃酒 早就已经人尽皆知了的 周千倾慕他也就罢了 只要不出格 狗游泉顶多揍周千一顿 可你李承仙在大庭广众之下 和别的男人亲亲我我 甚至为他擦拭鲜血 这就有点过分了 承仙 你让开 不让 李承仙厌恶地看着狗哥 狗游泉 你太令我失望了 周公子不过是打了你一拳 你竟把他伤成这样 哪怕是他先出手 可也是你无理在先 难道你就一点错都没有吗 让开 听到李承仙的话 狗游泉眼底闪过失望 你要打他 先打我 李承仙像个护仔的母鸡 把周千拦在身后 而他身后 周千抬起脑袋 看着狗游泉 露出一抹得意的冷笑 很好 狗游泉笑了 他苦心经营一年多 为了这门轻事 特意从边桃赶回长安 甚至舍弃了天大的机缘 本想用真心换真心 没想到真心为了狗 笑容脸去 他一字一句道 明日我让人 把婚书给贵府送去 祝你们白头偕老 你说什么 李承仙不可置信地 看着狗游泉 情绪激动到 狗游泉 你要退婚 狗游泉别过头去没有理他 露出比哭还难看的笑容道 知安 老哥对不起你 你给我写的词 没用上 我走了 以后江湖再见 狗哥 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何人不识据 陈知安叹道 什么四公子 红女人的玩意儿罢了 小弟在长安静后 狗哥鸣动江湖 狗游泉 你给我站住 李承仙飞身而起 想要拽住狗游泉 他虽然不想嫁给狗游泉 但两人的婚约 是皇帝下旨轻定的 如果狗游泉因为此事退婚 丢的可不只是郑男王的脸 就连陛下的脸面也将不保 滚 狗游泉回头冷淡看了他一眼 眼里再没了光 就像看一个陌路人 气势攀升 狂暴元气把李承仙震退束步 冷漠道 知安说得对 舔狗不得好死 以后咱们一别两宽 再无纠葛 唉 同为四公子的下远后 也起身离开 路过李承仙身边时 他轻声道 郡主 四公子的名声是狗哥一手促成的 你杀的那一百多个匪寇 也是狗哥位在你肩下的 周千 如果不是因为你 非要拉着周千入伙 他有什么资格和我们站在一起 没想到 事情会演变成这样 好自为之吧 是这样吗 李承仙身子微颤 对着即将消失在门口的狗游泉吼道 是这样吗 狗游泉 你回答我 回答我呀 第28章 谈谈赔钱的事 没人回应他 此时 所有人都像看白痴一样看着他 他失魂落魄地回过头 却见周千脸色变幻 一溜烟竟想从那个洞口逃走 他刚跑两步 就被一个瘸腿老头 给一铁锹拍了回来 砸坏了我的楼 还想跑 陈志安面无表情 一步步从楼梯上走下 陈志安 你一个废物 还敢对我动手不成 周千爬起来 冷冷看着陈志安 周遭的目光太刺眼 就像一把把利刃 射在他身上 不断涌入耳朵的嘲讽声 更是让他整个人都 显得有些面目争鸣 陈志安淡淡道 动手不至于开门迎客 哪有对客人动手的道理 只是周公子砸烂了我的楼 要是没点表示 以后我还怎么在长安成婚 今天你砸我的楼 明天且不是别人 就要来炸我的岛了 留下一万两 周公子去留随意 一万两 周千爹脸色铁青地 看着陈志安 建一座楼 也要不了一万两 不过砸了的洞 你就要一万两 怎么 先少 陈志安平淡道 那就两万好了 毕竟你抱得美人归 把狗哥那份也出了吧 如果本公子不答应呢 周千冷声道 本公子就站在这里 你陈志安能把我怎么样 真以为什么阿猫阿狗 都能骑在我周府头上 我安侯府周千 还有几分忌惮 陈留侯府 一窝子废物罢了 居然还想趁火打劫 公子 你尽管离开 在下都要看看 有谁敢阻拦 真当我周府无人了吗 一个身穿绿袍 腰间佩裕的男人 从人群中走出 每走一步 他身上的气息强横一分 等他走到周千身前时 已经变得气势凌人 话虚静修为 毫无保留 倾泻而出 强横至极的威压 蔓延全场 天 全是周理 听说他早就 机身化虚静 是礼部尚书 培养的接班人 没想到他竟会 出现在这里 周千是老尚书幼子 身边有个护道人 很合理 毕竟礼部侍郎 虽然官制三平 可在老尚书眼里 又算到了什么 有他在 小猴也想要赔偿 恐怕难了 看到这位 身穿绿袍的男人 站出来 人们竟皆哗然 礼部侍郎周理 周府私家子 话虚静强者 周千的护道人 别说一个陈志安 恐怕就算是 陈阿满亲至 也不敢说把他押服 然而 人们的惊讶 还没散去 人群中 又有一道身影走出 礼部侍郎好大的官威 不知道的 还以为长安城 是你周家的呢 来人是个老狱 他老太龙中 声音沙哑阴冷 一开口 便犹如寒风刮过大殿 所有人都不自觉 打了个冷战 在他身旁 有一个白衣公子 清冷看着陈志安 西宁 你怎么来了 陈志安惊讶地 看着那白衣公子 这半年来 他和李西宁相见的次数 屈指可数 这妮子太冷 陈志安每次去 也只是安静 坐在一旁听曲 交谈甚少 没想到今天青楼开夜 他居然和于婆婆 一起登门 而且还站出来 为自己出头 你不要误会 我是来寻成仙姐姐的 李西宁迎着他的目光 脸色微红 撇过头去轻声说道 见过姑爷 于婆婆向陈志安 微微点头 迈着步子向周里走去 不知道老生够不够资格 让周公子赔钱 这老婆婆好强的气势 众人震惊不已 这老婆婆叫小侯爷姑爷 小侯爷又叫那白衣公子西宁 难道竟是西宁郡主 亲之 多半是了 早就听说西宁郡主 美若天仙 没想到他这男装 也这么好看 好似折仙凌晨 小侯爷 好福气啊 看到李西宁 围观群众瞬间酸了 半年前 陈志安和李西宁的事 闹得沸沸扬扬 满城皆知 大家都以为 小侯爷这次在了 还没来得及 谈官相庆 次日竟传出 两座侯府结亲的消息 还以为是空穴来风 看这样子是真事 陈二狗 你说 爷现在去大街上 抢的姑娘 能不能成 嘿 菜市场挨一刀 肯定能成 就在众人酸溜溜低语时 周里不满地冷哼一声 冷笑道 西伯侯府 你们确定要为了一个废物 与我周府为敌 大唐以武立国 这些世家的家主 基本上都是当年和先皇 一起拼杀出来的猛人 别看礼部尚书是文官 实际上走的是杀伐路线 也就是这些年老太爷归隐 这才逐渐养出了点文气 周里身为礼部侍郎 可不是个柔弱书生 杀性极大 老玉手持不满道次的长边冷笑 是又如何 那你 就去死 周里在开口时 已经一步踏出 元气激荡 杀意费扬 只见他身形如电 携风雷之势 向老玉一拳砸去 哄 老玉早有准备 两道元气相机 整座登科楼 都被浩瀚元气搅动得滋滋作响 更有好几道窗户被震碎 该死啊 就在两人再次凝聚元气 想要放手厮杀时 一道怒不可遏的声音响起 周里和老玉同时一正 只觉眼前一花 一道青山骆驼的身影 出现在两人中间 苍白手掌摁住周里的脑袋 脸上满是愤怒 你当这是哪里 这是老子的青楼啊 你们一个个的 都当这是擂台吗 老子好不容易找到奋斗目标 就是让你们在这里乱搞的 说完 他手掌向下一摁 咔嚓 轻飘飘的手掌 仿佛重若千军 只听两声脆响 周里双膝跪在地上 青山客心疼地 看了看周里的膝盖 见其脚下的青石板 完好无损 这才骂道 比七娘知 你不赔钱就算了 为什么非要打坏我窗子 你 是虚神静 周里抬头看着 愤愤不已的青山客 心中骇然不已 他是话虚静后期 这人能够无声无息 把手掌摁在自己头顶 让他毫无抵抗之力 至少是一尊虚神无疑 青楼怎么会有 这种强横存在 是柳先生 有吃瓜群众尖叫道 柳先生竟也是修行者 而且是虚神静强者 再进一步便可称 小宗师的无上存在 天哪 这世界是疯了吗 我他娘的 居然和虚神静大佬喝过酒 人群中 一个猥琐胖子 心里咯噔一声 悄悄退至众人身后 老子以莫须有罪名 弄进大佬里的 竟是一尊虚神静大佬 第二十九章 自己找个坑埋 还是我帮你们挖 柳先生 我们可以谈谈 周里贪跪在地上 脸色铁青道 本官愿意赔偿 两万两 我们马上就走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如果早知道 青楼有柳七这尊虚神静大佬 他根本不会这么强硬 两万两白银而已 算不得什么 礼部虽然比不得户部 但名义上 可是掌管着整个大唐的江湖 那些修行宗门 每年上宫的孝敬 也是比不小的财富 虽然上宫的宗门 都只是些上不得台面的小宗派 但蚊子再小也是肉 周府的家底 可不是外头传的那样 两袖倾服 他本以为柳七会答应 却见柳七面 无表情地摇了摇头 三万 周里两只膝盖已经没了知觉 生怕晚了就废掉 想要尽快脱身 咬牙道 我们出三万两 不是钱的事 柳七眉头微皱 你们能不能走 给我老板说了算 老板 周里茫然地扫过四周 待看到副手里的陈志安时 脸色顿时难看起来 一个连修行者都算不上的废物 居然真的是东家 不是柳七推到前台的傀儡 不消说陈志安 就连他爹陈阿满周里 都没放在眼里过 没想到 今天竟要在这个废物面前 低头作小 奈何形势比人强 勉强扯出一个笑脸 周里沙哑道 小侯爷 周某失手打碎了柜楼的窗户 愿意赔偿三万银钱 还望小侯爷高抬柜手 陈志安把他的脸色变换 看在眼里 面露难色道 按理说三万银钱修楼是够了 可狗哥 是我挚爱亲朋 你家周谦不当人子 逼得狗哥远走江湖 从此生死两茫茫 狗贼 你还要脸吗 周里还没说话 站在一旁的周谦怒不可遏跳了出来 三万两银子不说修楼 就是买下青楼都绰绰有余 听这狗贼的意思 竟嫌少了 而且狗游泉走江湖 是早就决定了的 今天也是为狗游泉践行 才有四公子携手登岛 关老子什么事 陈志安淡淡扫了他一眼 既然周公子不愿意 那就算了 柳先生找个坑埋了吧 愿意 怎么不愿意 周里跪在地上 扯了扯周谦的衣角 恨不得一巴掌呼死他 比其娘知 你装逼也分个时候啊 老子都快废了 你还在乎这身外之物 四万 周某怨出四万两 说着他从储物界 逃出一枚钱袋 肉疼不已地数了 八十颗拇指大小的原石 递给陈志安 陈志安接过原石 又仔细数了一遍 确定一颗不少 瞬间变脸堆笑道 哎呀 周大人怎么跪在地上 来人 赶紧扶周大人起来 巫女 秦师 你们还愣着干啥 接着奏乐 接着舞 给周福两位贵客 专门来一圈 随着他一声令下 青楼的姑娘们 重新起舞 周福两位贵客 更是被推上了主作 盛情难却 周里边看边吐血 最后彻底晕了过去 见此 陈志安惋惜地叹了口气 又找周谦 要了三百两的演出费 这才恭送他们离开 看着脚步沉重的周公子 陈志安依依不舍地挽留 奈何周公子去意已决 只好定下死约 让他以后常来 周公子走后 李承仙也被府上的 侍卫统领带走了 对于这位郡主 陈志安无话可说 只是叫李澜清算清楚 他们四人的消费明细 让他一分不少的结账走人 离开前 李承仙恨恨地 刮了陈志安一眼 陈志安觉得莫名其妙 有点后悔没有替狗哥给他两二八子 想了片刻 他跑到登科楼十二层最豪华的包间 撬开李承安那狗贼的大门 把先前发生的事 添油加醋说了一遍 李承安表示 关他鸟事 陈志安说李承 先是你老爹的亲侄女 和武安侯府定亲 还是你老爹签的线 要是知道这事 肯定高兴地起飞 李承安顿时来了兴致 连夜跑皇宫报喜去了 听说没过多久 皇宫就有两个执掌太监 去了镇南王府 镇南王常年坐镇南疆 长安城的府上是没有主人的 连个敢求情的都没有 两个执掌太监跪在地上边打边哭 手都打肿了 陈志安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正躺在摇椅上听西宁弹曲 千金楼 两个样貌普通的中年汉子 一边涮着羊肉 一边不动声色地打量周围 他们桌上已经累了高高一叠空盘子 这两位正是先前隐藏在 暗中的虚神静强者 他们最初并没有吃火锅 毕竟身为杀手 执行任务的时候要时刻保持警惕 奈何火锅的香味一直往他们鼻孔里窜 而等待的大火又一直没能烧起 他们只好现身要了一个鸳鸯锅 这一吃就是两个多时辰 大哥 按理说这千金楼早该起火了 杀手老二从锅里捞起两片羊肉低声道 你说 他们会不会已经栽了 多半是了 老大不满道 制定计划的时候 我就说用不着那些垃圾 我们两尊虚神 哪怕柳七再强又如何 砍瓜切菜罢了 先生偏偏不让 说什么草灰蛇县浮现千里 读书人救他娘的是废物 那我们怎么办 老二忧心忡忡道 咱们毕竟是和尖卫家的供奉 卫家主给的钱可不少 如果啥也不做 恐怕卫家主那里不好交代啊 再等半炷香 要是还没动静 我们就自己动手 老大捞完锅里最后一片肉 沉默片刻 要不再来试盘 听大哥的 我要赢道 两人相视一笑 这千金楼的火锅 真他娘的好吃 就在两兄弟吃的火热时 一袭青山忽然站在他们面前 满脸情笑道 两位大哥 味道还成吧 还成 老大嘴里塞满了羊肉 头也不抬瓮声道 老子这辈子 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火锅 大哥 老二身腿碰了他一下 不停弩嘴 提我干啥 老大不满地瞪了老二一眼 快吃啊 吃完了好办事 老二懦懦道 柳七来了 谁来了 老大豁然抬头 看着那青山骆驼的男人 我来了 柳七两只手掌 分别摁住他们的脑袋 微笑道 你们是自己找个坑埋 还是我帮你们啊 第三十章 捏死两尊虚神 你们是自己找个坑埋 还是我帮你们啊 随着柳七 微笑说出这句话 整个大堂的空气 瞬间变得肃杀起来 仅剩的几桌客人 见情况不对 丢下筷子就跑 登科楼里的热闹 他们可都去看了的 知道柳七 这次钟爱埋人 就连话虚敬的李布侍郎 都被他单手压跪 这会儿又要埋人 怕是要见血 你早就发现我们了 感受到头顶 隐而不发的无尽杀鸡 老大瞳孔萎 虚余又平静下来 冷淡道 都是虚神境 我不信你能支手 镇压我兄弟二人 磨到散修黑白双雄嘛 灭了青阳满门的存在 我本来不敢 指手镇压你们 柳七像看智障般 看着二人 道 偏偏你们吃了火锅 偏偏倒上来了个 用毒的行家 你说巧不巧 你用毒 两人顿时大惊失色 赶忙调动元气 发现气海果真空空如也 没骗你们吧 柳七微笑道 我们老板托我问一句 是谁他妈这么不要脸 居然遣了两尊虚神镜 来杀他 老子就是看不惯他 没人命令我们 老大瑟琳那人道 你也是虚神 应该知道 毒素虽然能侵蚀我们的气海 却不能侵蚀我们的阴神 所以呢 柳七问道 所以你不能动手 我们念头一起 瞬间就能阴神远游 哪怕有那个老太婆守着陈志安 也挡不住我们拼死一击 哦 我不信 柳七眉头一挑 手掌猝然摁下 只听两道宛若西瓜蹦裂的声音响起 两尊虚神镜强者的头颅蹦裂 柳七捡起桌上的餐布 擦掉手上的鲜血 又小心翼翼地将他们的尸体浮稳 让他们看起来像是喝醉了般 确保不会吓到别的客人 这才微笑道 你们可以阴神远游了 黑白双雄的阴神惊呆了 没料到柳七居然真敢出手 虚神镜虽然能阴神出游 可并意味着可以彻底摆脱肉身 如果阴神远游三日不回 就只能烟消云散 只有蕴养出道种的通玄境 才能将阴神寄托于道种 这也是通玄境被尊称为小宗师的原因 柳七一言不合 就把他们脑袋捏碎 除非他们能够在三日之内 找到契合的肉身夺赦 否则必死无疑 生死当前 两尊阴神对视一眼 顾不得报仇 瞬间消失在柳七身前 他们要提着陈志安的人头去邀功 如此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落宝楼外 一个身材魁梧 头发花白的老头 默然抬头 嫌弃地看了那两尊 顺息而至的阴神一眼 手掌向虚空一拽 像捉小鸡般捉住阴神 然后轻轻一握 是 两尊阴神瞬间化作灰灰 老人嫌弃地拍了拍手掌 就像在拍手上的灰尘 落宝楼最高处 陈志安一边听着小曲 一边听着私人秘书李兰青汇报战果 对外面死了两位大佬的事 一无所知 此时害事将过 大部分客人已经离头 剩下的 要么是无惧清道夫的权贵 要么是要留宿的普克 总之可以数钱钱了 老板 截至目前 酒楼 赌方 戏院 歌舞厂 狄厅 勾兰处加起来收益 七万六千四百二十九两银钱 初步估算 利润四万九千两银钱 李兰青抱着账本 把今晚汇总的收入念出来 眼底尽是震撼 他早就知道 青楼必定会赚钱 可没料到 开业第一天便这么赚钱 整整七万两银子 以他之前在清乐方的收入来算 差不多要不吃不喝 干一百年才能凑齐 可这 只是青楼一个晚上的收益罢了 虽然不是纯利润 也足够害人了 就连隐藏在暗中的于婆婆 惊讶地转过头来 李兴宁或许不明白 这些收益的意义 他身为与老太君的侍女 更是执掌西伯侯府小金库的管家 可明白挣钱有多么难 早些年西伯侯坐镇西江 冒着风险操持边境走私 一年收益也不过八十几万两白银而已 这青楼不过弹丸之地 只此一夜的收入 竟就七万多两 不要太乐观 陈志安接过账本 边看边道 这只是青楼初开 加上我们造势足够猛 长安城的百姓图个新鲜罢了 过了今晚登岛的客人 至少要减掉三分之一 乱世当道 不是谁都能掏得起五两银子登岛的 不过今晚过后 青楼算是在长安城站住脚了 细水长流 不急于一时 看完账本 陈志安又道 拿五千两给大家发洗钱 剩下的就先入库吧 赌方底子太薄 是没法钓到大鱼的 是 李兰青微微一震 硬下声来 青楼给的工钱 已经远超别处了 就连服务员一个月都有二两银子 管事更是达到了惊人的五两 而且 每月还放七天假期 现在岛上员工将近七百人 五千两哪怕平分 每个人也能分到七两 比三个月工资还高 老板没跟错啊 低声嘀咕了一句后 他转身离开 措施花魁的怨念终于彻底散了 李兰青前脚刚走 柳七又推门而入 老板 那两尊虚神已经埋了 我在洛宝楼栽了一棵柳树 亲手把那两尊虚神进肉身埋了下去 这么夸啊 陈志安面色一喜 先前那两尊虚神在暗中窥视 叫他寝食难安 特意把于婆婆留下 又耗费十枚元石 开启洛宝楼的防御阵 生怕那两位大佬 不讲武德来干他 没想到不声不响 两尊虚神 居然真叫老气给埋了 还得多亏了于婆婆的剁神伞 不然打起来千金楼就毁了 柳七朝黑暗中微微汗手 又拱了拱手 于婆婆赶忙站起来回礼 直言不敢 她虽然年纪大 但只是画虚镜而已 这柳七可是虚神镜强者 只手就能灭她的存在 她哪里敢怠慢 说实话 到现在 她都没有摸清柳七的底 隐隐觉得 这位青楼掌柜 恐怕不是一般的虚神镜这么简单 毕竟一般的虚神镜 可没资格只手震杀两位虚神镜 没没想到 这次找她要剁神伞 只是因为担心毁掉青楼 而不是担心 打不过那两位刺客的画面 她都觉得无比荒诞 虚神镜是完全可以开宗立派的存在 在江湖可担任一宗之主 在庙堂可只掌一部衙门 可她居然在一座青楼做掌柜 还是在陈志安这个 连仙天镜都没有踏入的 顽固手底下做事 而且甘之如頤 这里头的根由 任她想破脑袋 也想不明白 老七 有问清楚 他们是谁派来的吗 陈志安没与婆婆这么震惊 只关心到底是谁想杀她 毕竟她家两位便宜老哥 比这私藏的深多了 不也被人一口一个废物地叫着吗 一尊虚神做青楼掌柜 这很合理 没有 我怕他们气海恢复 毁掉千金楼 所以直接杀了 柳七平静道 不过这都不重要 敢在青楼闹事 谁来都一样 自掘坟墓罢了 第三十一章 欢迎主人前来度假 太子府 李承定抬头看着窗外高悬的明月 朱先生 你说眼看她起高楼 眼看她宴宾客 眼看她楼塌了 这青楼可没她啊 殿下 下尘失手 无话可说 朱武昌起身 深深朝李承定一拜 下尘机关算尽 却没算到 柳七竟是一尊虚神尽强者 更没料到 黑白双雄明阳江湖 竟是两个废物 无声无息 便死在了千金楼 罢了 错不在你 李承定扶起朱武昌 脸色阴沉 这次刺杀 虽然是朱武昌谋划 可行动之前 她也首肯了的 按理说 杀个一品武者 两尊虚神 应当万无一失才对 偏偏失手了 就连骚乱 都没有掀起半点 深深吸了一口气 李承定压下心中的 怒意悠悠道 那个狱卒 知不知道 这次刺杀的幕后是你 绝无此可能 朱武昌低声道 此事就连世元兄 都没有参与 只是挑拨了 四皇子府一个门客出面 而那个门客 是二皇子殿下 埋在四皇子身边的暗卫 他立功心切 还以为 抢了世元兄的功劳 所以 哪怕此事泄露 陈阿满抽丝剥茧 至多到二皇子 和四皇子那里便断了 李承定脸色稍缓 陈声道 还是把那狱卒处理了吧 切不可让陈阿满知道 此事有我们的影子在里头 陈刘甲给他的阴影太重了 当年长安城那场屠杀 屠了皇后满门 也屠了他的无敌道种 无人可知 十多年前他便 已经是通玄境 可如今 依旧是通玄境 自那场屠杀后 他实力再没半点进村 道种枯萎 陈刘甲一日不亡 他念头便一日不能通达 是 朱无常低头硬没 眼底闪过一丝失望 一日 陈志安睡到日上三杆才起 刚起床 就见李兰青拿着一封信进来 脸上挂着莫名的怜悯 老板 老板娘走了 离开前 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你 陈志安揉了揉眼睛 有些茫然 昨天西宁登岛 他就十分好奇 只是事情太多 没顾地过来问 本想着不急于一时 没曾想他居然离开了 而且还留下一封信 想到昨天晚上 狗哥的悲惨遭遇 他不由得心里咯噔一声 难道小爷也要绿 打开信封 里面空空无眼 只有一只木簪 陈志安疑惑地看着李兰青 你确定 这是给我的信 李兰青脸上的怜悯 意味愈浓 西宁郡主让我转告老板 他离开长安了 这一走至少十年 如果十年后 老板未去 他就嫁给你 他本来想等老板 醒了再走的 天上忽然飘下一朵梅花 把他给拐跑了 陈志安 未过门的媳妇 被梅花拐走了 是天玄子 柳七不知何时 也来了洛宝楼 西宁郡主 大约是被天玄子带走的 天玄子又是哪位 陈志安猛逼 抬头问道 道门长教 天生道体 反真敬大宗师 当是一只最强大的女人 柳七露出几分神望 感叹道 她的道种是一株寒梅 道门顿事后 她已经有很多年 没出现在世人眼前了 没想到 居然会从洞天中 摘下一朵梅花 为老板娘指路 老板娘 好深的造化 可是 她拐走了我的媳妇 陈志安瞪了 空空如也的天空一眼 问道 你知道道门在哪里 柳七副手道 知道 也不知道 什么意思 陈志安问道 乱世不治 道门不出 柳七道 供奉道祖处 皆是道门 道门所在 传闻是道祖非生后留下的洞天 非圣人不可亏 只有乱世将至 道门才会显化世间 陈志安琢磨道 你的意思是 每个供奉道祖的道观 都是道门入口 但只有圣人才能进入 或者乱世来临 道门才会主动出世 对 反正我师父是这么说的 什么是乱世 大唐天灾不断 边境烽火四起 算不算乱世 陈志安又问 不算 柳七沉默半想 开口道 禁区动乱 上古遗族扣官 人族长城建营 就是乱世 悉宁说他十年之后回来 且不是十年之后 就乱世将至 不能这么说 柳七莫名笑道 所谓乱世不治 道门不出 只是对我们而言罢了 并不是用于道门内的人 毕竟他们又不是罪人 想什么时候出来 全凭心意都是可以的 哼 陈志安瞪了他一眼 你还不如说 他被困在里面出不来 小爷还觉得安慰几分 柳七理所当然道 我不会说谎 滚 幸灾乐祸 你们俩都滚 陈志安把木簪别在头上 恼羞成怒 开始碾人 其实老板大可不必伤心 柳七笑道 这木簪 至少可以抵挡通玄境小宗师 三次全力一击 老板娘把他留下 想必心里还是有你的 真的 陈志安眉头微挑 取下木簪打量 并没发现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不会说谎 对 柳先生的人品 还是有保障的 陈志安美滋滋地把木簪插在头上 问道 你过来是有事 张小二死了 谁 柳七道 张小二 那个狱卒 欠我钱那个 柳七嘴角微抽 是 他淹死在月牙湖 五座说是失足落水 可惜了 陈志安惋惜道 他还欠我495两银子呢 柳七沉默 小千 你和柳先生看好青楼 我先去甩两杆 陈志安惋惜一阵后 动身去了楼顶 西宁走了 留下一只木簪 陈志安并没有太失落 和西宁的定亲 本来就是一件比较荒唐的事 要说感情 他对西宁有室友 但大约不多 只不于剑色起义的阶段 而西宁对他 恐怕恨多于爱 只是这世道 女子哪怕身份再尊崇 很多事都是身不由己的 这次西宁随到门天玄子离开 也未尝不是他对自己命运的一种反抗 抬头看着天空 陈志安自语道 既然你定下十年之约 那就十年后再看好了 总归我才十七岁 不愧 从储物界 逃出半截香点燃 陈志安在堂椅上摆了个舒服姿势 童子给来七十元时的时间 定制阳光沙滩奢华度假模式 丁 收取七十元时 收取私人定制费两千银钱 请宿主携带好随身物品 交易即将开始 一阵红光扫过 陈志安眼前景色变幻 瞬间置身一片金色沙滩之上 入木处 波涛汹涌 浪花喧嚣 各种肤色的阴阴燕燕们 正在沙滩上嬉戏打闹 而他身边 四个霍国殃民级别的姑娘 脆声声道 欢迎主人前来度假 第三十二章 平平无奇的青楼老板 陈留侯府 陈阿满手指碾碎一封密信 小李子贼心不死呢 三天两头搞我儿子 死了就老实了 老管家甘扁沙哑的声音响起 我走一趟太子府 还不行 陈阿满眉头微皱 老李这些年太低调 就连边境烽火四起 他都无动于衷 恐怕到了反真境圆满的紧要关头 一尊圆满静的大宗师 我没太大把握 搞死他 他迟早会对你出手的 老管家淡淡道 李二和他爹太像了 天性薄良 为了试探你连结发妻子 都可以弃之如碧履 更何况一个儿子 他登临圣经那一日 就是举起屠刀之时 就看谁先迈出那一步了 陈阿满悠悠道 老黄 你去一趟陈刘 把那群老家伙给知安送去 他不是在搞什么青楼执事吗 正好帮老子分担下 贼他娘 两千人吃钱太狠 我是真养不起了 老管家眉头一挑 你是决定把陈刘甲留给小侯爷了 不给他 还能给谁 陈阿满脸上闪过一丝苦恼 现在老大的境界 连我都看不懂 老二得了朱卿后建议 成胜是必然的事情 老四 老四恐怕是那位存在转世 陈刘甲留给他们只是负担而已 除了知安 我还能给谁 倒也是 老管家叹道 幸好有小侯爷啊 是啊 幸好有知安 陈阿满道 老黄 你明天就去陈刘 老子就不信 六十几个话虚 两尊虚神镜 还他娘的护不住碗的安全 老管家嘴角微臭 这种阵容 别说护卫一座青楼 就是护卫一座王府 都绰绰有余 大唐和奸 卫府一是唐 卫家家主卫中理 坐在主卫上 手里捏着一柄玉剑 向来以温文儒雅著称的他 此时显得有些阴冷 黑白双雄两尊虚神镜强者 是他苦心经营的底蕴 只不过是去杀一个废物 居然无声无息便被埋了 这两尊虚神镜强者的死 比儿子魂灯熄灭 还要让他心痛 儿子随时都可以生 可虚神镜的供奉 不是随时都能培养的 挥手抹去玉剑的印记 他开口道 长安非剑传信 让本座出手刺杀陈之安 你们谁能告诉我 我为家 该不该出手 意识堂内鸦雀无声 卫家从来都只是 卫中理一个人的卫家 大家早就习惯了 家主一言决断 此时家主忽然发问 在座的人都有些惊异 不敢擅自开口 子秋 你怎么看 见没人发言 卫中理促眉点名道 父亲 孩儿认为应该出手 一个白面书生站起身来 犹豫到 陈留后一届草包 至今也就话虚敬而已 杀了陈之安 一方面可以得到 长安方面的信任 另一方面 也可以为子县报仇 甚至 陈之安一死 我卫家和西伯侯府结亲 也未必没有可能 这是一本万里的买卖 紫秋所言在列 听闻那陈之安 不过一武夫而已 连先天境都没有踏入 杀他不费吹灰之力 我赞同出手 对对对 我也赞成 卫家一群人 纷纷开口附和 卫中理 默然看着闹哄哄的大厅 眼底闪过一丝失望 偌大的卫家 传承千年 竟连个能出谋划策的都没有 各顶个都是蠢货 陈之安要是这么好杀 为何两尊虚神镜 连个水花都没溅起 就被埋了 陈阿满要是真这么简单 以长安那位的脾气 又何必偷偷摸摸 让自己出手 恐怕早就亲自动手了 虽然不知道 陈留后到底有什么底牌 但这里面绝对有问题 如此浅显的道理 竟无一人能看出来 只是卫家已经陷得太深 没法子掉转船头了 而且老祖宗的宝典 在那位手中 没有宝典 他始终没办法再往前一步 虚拟空间 陈之安身穿沙滩裤 脚踩烂脱鞋 嘴里叼着果汁 悠闲躺在摇椅上 看着身边锤被捏腿的小妖精们 脸上满是不舍 这已经是他进入这片空间的 第七十天 再过一分钟 这一片沙滩就不再是他的了 这一段日子 他终于知道 什么叫乐不思蜀 也终于知道 什么叫春宵苦短日高起 从此君王不早朝 他不是没拒绝 奈何世道崩坏 总有小妖精坏他到心 毕竟 当茫茫多沉于落雁 风情万种的妹子 翘生生站在面前 让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是 修不修行的 其实也没那么重要了 叮 本次交易完成 请宿主扶好墙 天空中想起 童子们的感情的声音 笑话 小爷需要扶墙 随着一道红光扫过 陈志安扶墙而出 与此同时 他体内 那道潺潺流动的 气血溪流 骤然一颤 气血所过之处 全身经脉都仿佛受到刺激 不停颤动着 牵动身体 也跟着打摆子 直到许久之后 气血小溪 才重归平静 陈志安扶着姚蚁的把手 贼他娘 身体有点虚啊 得亏没人瞧见 抬头看了一眼天空 只见遮住阳光的 那片云层依旧 没有半点变化 特意点燃的半支箱 也还是离开前的模样 果然 哪怕虚拟空间里 度过七十日 现实世界 不过只是眨眼之间的事情而已 童子的时间和现实 并不一致 应该不是处于同一片时空 待气血归继后 陈志安伸出手掌 在虚空微微一握 指缝中 骤然响起急促的呜呜之音 炼气尽忠气 沙滩观海七十天 让陈志安的修为 横跨四个小境界 从先天境后期 一举机身炼气进中气 抛开那些妖孽不谈 不到十八岁 机身炼气进中气 在同龄人之中 已经勉强可称天才了 就算是戴着帽子 仗见远游的狗哥 在十八岁 好像也只是炼气境而已 所谓炼气 就是将吸纳入气海的元气 炼为己用 如果此时陈志安手持长剑 便可以将元气度入剑中 虽然不能剑气外放 但有元气加持 和没有元气加持的剑 杀力不可同日而语 不过陈志安修行的是 五道残卷 走的是神魂一体 肉身无敌的路子 对敌完全没有演化元气 或加持兵器的必要 他有信心 一拳之下 能够震杀一般的炼气 竟修行者 熟悉完身体的变化 陈志安挥手散去元气 又变成平平无奇的 青楼老板 第三十三章 我是一名剑客 时间溜得极快 转眼又是半个月过去 这天 青楼来了一群老头 小千啊 哪有什么负重前行 不过是有人 在替你岁月静好罢了 目光扫过台下 一个个老弱病残 陈志安无奈地叹了口气 青楼开业没几天 陈阿满就给他整了这一处 原本楼里 就已经有了二十一个老头了 万万没想到陈阿满这么狠 招呼都不打 又给他弄来四十几个 贼他娘 我还开啥青楼 开养老院算求 老板 他们不白吃 要干活的 头发花白的老羊头 老脸微红 建议道 咱们可以在活山上造房子 住不完的房子 就租出去 空闲时间也可以去拉车 这不就有钱了吗 好贼 没发现你还是个专家呢 陈志安瞪了养老头一眼 让这么群缺 胳膊少腿的老头去拉车 你还是人吗 又叹了口气 陈志安朗声道 老哥哥们 陈阿满不当人子 咱不能做缺的事 来了青楼 就跟回家一样 我陈志安把话料在这里 只要青楼一天不垮 大家就一天 不会挨饿 和上一批老哥哥们一样 你们还是做直视 每个月发五两银子的工钱 台下鸭雀无声 四十几个老头 用沈氏的目光 看着陈志安 大约是不幸 陈志安尴尬地倾壳一声 正准备让李兰青带他们下去 却见老羊头脸色一板 吼道 小崽子们 还不赶紧谢谢老板 都他娘的哑巴了吗 墨帝整齐华一的声音响起 诺 谢谢老板 不过四十几人 声音却宛若惊雷乍响 吓得陈志安差点跌下楼 这些老哥哥 声音有点大 沉默半想 他招来身后的李兰青 低声道 给老哥哥们 送千金楼赌方去看场子 让老瘸子带 有人闹事 就躺地上饿死他们 千万别再 安排进登科楼了 我怕他们身子骨受不了 李兰青嘴角微抽 无端想起 前两天身残之间的杨公子 好不容易斗地主赢了钱 结果因为撞取了老瘸子 被饿三百两的场景 老板 人干的事 你是一件不干啊 付肥两句后 他小心翼翼地 领着一帮子老头 朝千金楼走去 生怕自己一不小心 也被讹 送走老头们 陈志安脸色变得有些复杂 轻声道 老七 你说陈阿满在想什么 不知道 柳七淡淡道 总归不会害你就是了 陈志安微微一正 感慨道 要不是你说 我都不知道 自己身边藏了这么多大佬 六十多个话须 一尊虚神 贼他娘 大唐的皇子们 也不过如此吧 柳七冷笑一声 何止不过如此 大唐四位皇子 除了太子李承定外 其余三个能有一尊虚神镜护道人 就已经算了不起的成就了 三皇子李承安 更是连个虚神镜的护道人都没有 鬼知道那位侯爷 从哪里搞来这么多强悍的老头 我以为陈阿满和我一样 是被祭天的废物 原来废物只有我一个而已 这个老六 陈志安之前一直疑惑 为什么太子莫名其妙想搞死他 毕竟他和太子无冤无仇 原以为是便宜二哥 在外头结下的仇怨 现在看来 小一辈气韵之子 多半还没发力 是老一辈惹祸金在作妖 比其娘之 你们惹不起陈阿满 就拿老子撒气 给老子等着 闷闷吐出一口怒气 陈志安悠悠道 青楼的执事部 情报部 后勤部该正式启动了 不然小爷感觉自己是个聋子瞎子 再等几天 柳七道 除了执事堂的老哥哥们 无论是小青儿 还是陈正都是新手 等他们吃透军情手册 和财务管理手册再说 你看着办吧 陈志安摇了摇头 人才培养这种事 他懂一点 但不多 柳七才是 无师自通的天才 还有见识 柳七平淡道 胡如山上有两尊虚神 已经藏了大半日了 许氏再等我离开 然后杀你 杀我 你他娘的不早说 陈志安脸色微黑 跳起来躲到柳七身后 扪心自问 他已经够低调了 莫名其妙 总有人想到 他是几个意思 莫非又是陈阿满的锅 老子只想安安静静开个青楼 都他娘跳出来搞事 七哥 能不能给他们埋了 埋事可以埋 不过目前还不知道 他们是谁的人 他们都要杀我了 我还管他是谁的人 陈志安气愤不已 怒道 七哥你喊上养老 一起去给他们埋了 用不着养老 柳七淡淡 两尊虚神镜而已 话落 柳七一步踏出 凌空虚度而去 陈志安睁大眼睛 只见虚鱼之间 柳七的身形 已经出现在百丈之外 来者何人 活山上 莫然响起两声抱贺 两尊虚神进强者拔地而起 一黑袍老者 一红袍青年 柳七副手立于虚空 你们阴神入侵青楼 过界了 在下送你们归继 狂妄 黑袍老者冷哼一声 枯兽手掌 接出一个悬傲印记 大鹤道 太悬硬 随着他话音落下 一只魔掌 从天而降 柳七头顶三丈的天空 都被魔掌笼罩 黑压压一片 宛若天青 浩瀚威压 甚至在月牙湖上 形成一个清晰掌印 破 柳七手指倾扣 转瞬形成一只青色巨掌 哄 魔掌瞬间被青色巨掌拍碎 巨掌去尸不减 将那黑袍老者握住 柳七迈步登天起 平淡道 速度太慢 太悬硬 不是你这么用的 死 就在黑袍老者 被困在青色巨掌时 一道璀璨刀光袭来 刀光如撇 瞬间将柳七淹没 红袍青年持刀力 叹气道 李修罗在此 你还敢分心 没听说过修罗刀出 血海浮屠吗 红袍青年是个老六 先前柳七凌空虚度来时 他阴戳戳退了几步 趁着两人打斗的间隙 憋出了绝学修罗刀 此刀一出 他有信心 能够将这装逼犯 斩为肉泥 看着被刀光淹没的柳七 李修罗还刀入鞘 轻叹道 别怪李修罗 刀一出鞘 杀戮就由不得李修罗了 哦 是吗 刀光散去 只见柳七净毫发无损 站在虚空 手中握着一柄反铁剑 李修罗脸色骤变 你怎么会没事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这四处漏风的刀阵 其实并不是那么难破解 柳七低头看着手里的剑 叹了一口气道 世上总是这么多愚蠢的人 一次次刷新 我对愚蠢的认知 说完他转手朗声道 老板 你不是一直好奇 我修行的是什么道吗 看好了 我其实 是一名剑客 话落 只听剑鸣骤响 一道璀璨剑光 划破虚空 茫茫剑气掠过李修罗 又掠过更远处的黑袍老者 最终落在胡尔山悬崖石壁上 留下一条深不见底的剑痕 剑光锁过之处 生机净毁 万物寂灭 一阵微风拂过 将只站在虚空的两尊 虚神镜强者 如同破碎的瓷器 哗啦啦碎成一滩肉泥 第三十四章 没一个简单货色 卧槽 卧槽 落宝楼上 陈志安摇摇看着装逼的柳七 震惊得何不拢嘴 他一直知道柳七很强 但不知道他竟这么强 之前无论是毒杀黑白双雄 捏死两位剑客 还是单手 压跪李布侍郎周理 都显得有些低调 看多了陈志安 甚至一度以为 虚神镜杀伤力不过如此 也就比他强一丢丢而已 此时方才知道 这丝静强得如此离谱 他要是全力出手 恐怕这青楼 经不起他一件祸祸 这后生 强得有些过分了 老杨头不知何时 出现在陈志安身后 声音罕见的有些沉重 杨老 是虚神镜都这么强 还是毒毒柳七这么强 陈志安转过头 看着老杨头问道 不好说 老杨头沉声道 我怀疑柳七没有用权力 不过只凭这一件 他在虚神镜中 已经是凤毛麟角的存在了 硬要算的话 就拿李修罗来说 如果他的杀力是一 柳七这一件 就是五 李修罗 是那个刀一出鞘 杀戮由不得他的阴祸 先前那丝出手时 陈志安还以为是个高手 原来也是一件秒的货色 你以为他很弱 老杨头冷笑道 李修罗原名楚风 四皇子的护道人 今年不过六十几岁 就已经进阶虚神后期 被誉为千年难遇的修道天才 极有可能在百年之内 积身通玄的存在 皇帝老儿特赐其修罗诀 他便将名字改成了李修罗 这些年风头正盛 如果不是遇到了柳七 陈志安脸色微僵 毕竟他号称是百年难遇的天才 千年难遇和百年难遇 孰大孰小他还是分得清的 积身化虚敬后 阴神滋长 活个三百多年不成问题 听说进阶虚神后 寿命更是长达五百多年 李修罗不过六十几岁 就已经积身虚神尽后期 现在还是少年 后生可畏啊 老了 老杨头感叹一声 背着手准备回千金楼 便在他迈步时 双手龙袖头发稀疏的老管家 忽然出现在陈志安身旁 老管家看了远处的胡儿山一眼 悠悠道 小券 你去一趟荆轲巷 告诉李家老四 以后胡儿山姓陈了 小券 谁是小券 陈志安疑惑看着忽然出现的老管家 正准备寻话 却见老杨头身体瞬间崩的笔直 负在身后的手 更是赶忙撒开 哪里还有半点老太隆中的模样 是 统领 谈笑着应声后 老杨头卷起一道残影 转瞬便消失在洛宝楼 跑得贼快 陈志安张了张嘴 没敢说话 娘嘞 老管家果然不是个简单货色 一尊虚神经强者 看到他就像老鼠见了猫 至少得通宣以上了吧 陈阿满到底藏了多少老鹰笔啊 而且这老鹰笔也太勇了吧 四皇子的狩猎场 说拿就拿的吗 老管家压根不理会他 双手龙袖 悠悠看着正踏空而回的柳七 节节笑道 后生 是道门中人 柳七双眸微眯 也悠悠看着老管家 许久之后才说道 没有入过道门 不敢以道门人自居 老管家摇了摇头 可惜了 以你的资质 如果入了道门 柳七打断他的话 轻声道 心有羁绊 入了道门 也不过多一个俗人罢了 大到三千 我走自己的路 你倒是自信 老管家深深看了柳七一眼 又转头 看着陈志安 节节笑道 咱们小侯爷能和你做朋友 也算气运好 柳七淡淡笑道 晚辈能和老板做朋友 才是真的气运好 老先生 楼里还有些事需要处理 晚辈就先行告辞了 柳七含了一个晚辈之礼 转身离去 老管家侧身避开 没有受他这一礼 柳七走远后 老管家又悠悠开口 小侯爷 侯爷让我转告你 在长安城 用不着这么小意 有能耐杀你的 不敢杀你 敢杀你的 没那个能耐 除非 哪天他死了 知道了 陈志安叹了口气 对于陈留后府的人 他向来是能躲则躲 一方面是 身为天命之子的家属 历来是感情越生死得越快 另一方面 则是他毕竟不是 真正的陈志安 下意识抗拒和原主的家人 羁绊太深 甚至不止陈留后府 就连对这个事件 他都总有一种淡淡的疏离感 像个冷眼旁观的过客 交代完陈阿满的话 老管家也起身离开 消失前 他阴策策嘶哑道 有时间回去看看吧 小姐念到你挺久了 春去秋来 转眼半年过去 陈志安来到这个世界 已经一年有余 三哥 胡尔山有湖吗 胡尔山上 清脆的铃声回荡在山间 一袭红衣的陈志东 坐在秋千上问道 原本是有的 不过后来没有了 陈志安坐在陈志东旁边 扯起嘴角笑道 传闻三万年前 胡帝在清秋度节 天上降下九道神雷祖踏成帝 天雷滚滚 浩荡天威将他立身之地 化为积粉 又有四方准帝 携帝兵偷袭 彼时他背负清秋 一手拖着雷霆 地袍燃血 镇杀四尊准帝后 登天而死 临死前 他用大神通 将清秋帝宫移至巨野 彻底封闭人间境 至此清秋无胡 当初的清秋 便是如今的活山 是这样吗 陈志东眉稍微挑 悠悠看着远方 陈志安笑道 都是传说 几万年前的事了 谁知道真假 也和我们无关 是啊 都和我们无关 陈志东露出两个 天真无邪的小酒窝 脚尖在地上轻轻一点 鞦韆又高高荡起 陈志安左手拖着下巴 右手推着鞦韆 目光复杂地看着陈志东的背影 半年前 在老管家阴策策提醒他 常回家看看后 他从善如流 转头就把小妹拐到了洛宝楼 然后他看着陈志东 只身走进活山 只一眼 就把四皇子圈养的那些异兽 吓得瑟瑟发抖 什么天马 蛮兽 妖情 在他面前温顺地向之绵羊 恨不得跪下亲吻他的脚掌 为了争夺驮他寻山的名额 连吃素的天马 都变成了吃肉的妖兽 见着带有白虎血统的异虎 都敢呲牙 不知打了多少场价 若大个活山 他倒是成了当之无愧的 无冕之王 直到那时 陈志安才知道自己 这麒麟子的水分 到底有多重 整个陈流后腐 除了自己是真的惨 其他人 个个都是深藏不露的老六 没一个简单货色 第35章 你懂个屁的见到 陪着小妹待了一会儿后 陈志安挥手一招 天空中煞时降下一头大鸟 大鸟觉醒了一缕 金翅大棚血脉 双翅展开近三丈长 是活山上最强者 一身修为 以达化虚净 自打陈志 东入了活山后 他便成了陈志安的座驾 陈志安熟人一跃而起 大鸟不满地抖了抖身子 又轻密地在陈志东手上蹭了蹭 这才扑腾着翅膀 向洛宝楼飞去 回到洛宝楼 陈志安抛给大鸟一条银刀鱼 大鸟嫌弃地看了一眼 抖搂着身子飞走 如果不是因为妖主 他才懒得理会这人类 早就习惯这次态度的陈志安也不恼 自故捡起地上的银刀鱼 手腕翻转 鲨鱼刀出现在手中 只见刀光闪烁一盘雪白鱼块 便摆在桌子上 接着 陈志安端起从佛国运来的葡萄酒 小敏一口后 又捡起一块鱼块 沾上蜡汁放入口中 躺在摇椅上 开始看今日的情报册 三个月前 青楼的情报部 终于筹备成功 李兰青担任部长 每日整理最新的 时事装订成册 送入洛宝楼 如今整个长安城 要说消息灵通 除了皇帝老的听风楼 就属青楼最强 毕竟执掌长安城权贵 和修行者们的夜生活 在刻意打听书里 很多消息 想不知道都难 周府老尚书病危 皇帝陛下赐下血丹一枚 为其续命三载 陈志安看着册子上的内容 双眸微眯 之前他从周里那里 印要了八十枚原石的赔偿 原以为周家 不会善罢甘休 不料他们一直没有动作 如今看来是大树将青 没有多余的精力 找自己麻烦 周府真正的掌舵人 从来不是当今上书周军 而是侍奉了 两朝皇帝的周老上书 当初追随太祖的那波老人 除了西伯侯府的老太君 如今就只剩他还苦苦支撑 皇帝陛下 为了显示仁德 对这种硕果仅存的老不死 向来给予了最高的礼重 只要他一日不死 周府就一日不会落寞 不过 为了一个注定活不了几年的老家伙 赐下雪丹 皇帝陛下 这次有些泰国仁德了 雪丹这种 能从阎王手里 抢人的逆天宝贝 皇室也未必有多少 翻开第二眼 是二皇子 李承国封王的消息 李承国封锦王 封地锦州 年后就翻 寥寥数字 一个原本有机会登顶王座的皇子 直接发配了边疆 锦州位于大唐边陲 再往东走势一望无际的大海 海的那边 便是不知修筑了多少年的人族长城 长城内外 大海拼街 非玉器尽不能登城 自万年前 荒谷大帝跨越人族长城镇压禁区后 长城之上 已经近万年无人镇守了 这些年 虽然一族没有扣官 但锦州之地也并不太平 常有妖魔为祸 皇帝无故把二儿子送到锦州 实在是令人费解 不过这些与陈志安无关 总归不是因为他 翻开第三页 陈志安眉头煞时皱了起来 九月九重阳 遇见宗圣子 狼牙将是江华语 将与飘渺宗圣女诸尔成婚 广摇天下 同道冠礼 大唐河西走廊 一座与世隔绝的小村庄里 一个不一青年 忽然抬头看着天空掠过的一只青鸟 他手持木剑 面容俊朗 只是显得有些轻了 在他抬头的瞬间 手中木剑已然出窍 化作一道流光飞向天空 在青鸟身前悬指 青鸟身子微僵 两只翅膀轻微颤动着保持不动 低头看了那青年一眼 任命般夺不到剑柄 任由木剑带着他飞向青年 青年熟人扯开青鸟脚上的信筒 抽出一个红色信封 待看到信封上江华语和猪娃 两人的名字时 眉头轻轻皱了起来 随即又消散不见 将信封还原 不宜青年揉了揉青鸟的脑袋 轻声道 原来是他们的喜讯 难怪你不愿驻足 青鸟啾啾叫了一声 用脑袋蹭了蹭青年的手掌 似乎是在安慰青年 我早不放在心上了 说完青年挥手一招 木剑缓缓缓落入剑桥之中 他背负木剑 潮山颠织上的剑种走去 不多时他便走到了尽头 那里 一个满头花白 面容枯搞的老人 盘膝坐在石头上 在其四周密密麻麻插满了断剑 陈之命 你的剑心乱了 看到不宜青年 老人节节嘶哑道 朱青后的剑意 正在撕裂你的气海 你要死了 陈之命冷淡道 我没走一步 剑意便撕裂我一道元气 只多十步 我的气海便会被彻底摧毁 这世上没有人能够承受住朱青后的剑意 哪怕你和他道心相近 甚至剑意相通 老人伸出枯骨般的手指 遥遥指向陈之命的胸口 节节冷笑道 当年我受他一剑 便终身不得离开剑种半步 而你气海之中 藏了他满身剑意 更不可能离开 如今 你剑心不稳 平衡已失 这辈子 注定只能陪我这个糟老头子 守着这些残剑 做这剑种里的囚徒了 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陈之命冷淡道 你一辈子都在追逐他的脚步 而我 从一开始 就在走自己的路 学我这生 似我这死 你连答案都不会抄 懂个屁的剑道 哈哈 老夫当年问剑三千场 未尝一拜 你说 我不懂剑道 哈哈 老人忽然大笑起来 随着他的笑声响起 整个剑种数千柄 残剑 疯狂颤动起来 剑气纵横交错 仿佛下一刻就要拔地而起 陈之命双眸 平静地看着这一切 直到老人怒火见息 才平淡道 我能带你离开 哈哈 小贼 你是 练剑练傻了吗 老夫和他斗了三百多年 都只能磨灭掉一丝剑意 你说 你能带我离开 老人像是听到了 天底下最荒唐的笑话 哈哈 陈之命只是看着他 手指微动 一缕微弱剑气 在手指吞吐 见此一幕老人笑声 戈然而止 沉默半想后 才嘶哑道 陈公子 条件你随便开 陈之命道 我需要一个剑士 能够硬抗圣兵的剑士 二十年 二十年之后呢 老人问道 陈之命理所当然道 如果二十年不能做到 圣人之下无敌 我还练什么剑 第三十六章 道不可言 老人脸皮抖了一下 他三百多年前 登陵反真镜大宗师 一手拔剑术冠 整座大荒天下 被誉为朱青后之后 最有可能 以剑入圣地见到魁首 然而 便是他这样的绝顶天资 也蹉跎了近两百载 才登陵反真镜 二十年时间 想要圣人之下无敌 便是朱青后复生 都不可能做到 恐怕只有万年前 镇压当时无敌的荒谷大帝 才有此可能 眼前这个不过玉器尽圆满 半不划虚的青年 竟敢如此自信 且理所当然地口出狂言 他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沉默许久 老人嘶哑道 老夫可以做你见识 但老夫气海一回 半残之躯 至多能出剑三次 可以 陈之命附在背上的木剑飞出 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 遥遥立于虚空 此一刻 剑种内已经平静下来的 数千柄残剑 再次喧嚣起来 嗡嗡颤抖 好似在跪拜剑中君王 烈 陈之命口中低贺 煞时间无数道璀璨剑光 涌向木剑 老人体内 更是绽放出骇然剑气 如大海奔腾呼啸而出 老人震惊地看着这一幕 颤声道 原来这才是朱青后的本命剑 你竟能背负它 与此同时 小村庄里 老村长抬头看着剑种方向 眉头微皱 随即又舒展开来 低声道 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 我从未见过 大到如此相合的两个人 若非神魂迥异 我都要怀疑它是剑主转世了 啾啾 青鸟翻了个白眼 展翅向剑种方向飞去 成 随着一声剑鸣 木剑宛若一座大山般 压响陈之命 陈之命伸手握住剑柄 瞬间被压跪在地上 瘦 陈之命半跪在地 死死握住剑柄 口中冷喝一声 木剑顿时开始疯狂挣扎 无可匹敌的剑气四略 想要将这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搅碎 老人眼角微跳 满脸震撼 此时的木剑 吸纳了朱青后 留在他体内的剑气 和整座剑种的残剑剑意 早已登临圣兵之列 兵封之圣 别说一个半步话虚敬的少年 便是一尊反真镜大宗师哀上 也绝不好受 君子藏气于身 待食而动 这小子竟是将自己当作了炉顶 蕴养剑意 每日受着万剑穿心之痛 老夫纵横大荒数百年 从未见过对自己这么狠的人 一人一剑 便这么僵持着 陈之命脸上渐渐没了血色 而木剑身上的剑气 也渐渐衰弱下来 朝着陈之命气海涌入 幻化成了一柄玉琢小剑 破 半盏茶后 陈之命忽然吐出一口鲜血 紧接着半跪的身体 笔直站了起来 抹掉嘴角的鲜血 他呲牙笑了笑 随手将木剑重新背负在身后 此一刻 木剑再没了半点威压 锋芒内敛 仿佛就是一柄再普通不过的剑 可以走了 剑葵 老人脸色复杂地看着陈之命 没想到囚禁他三百多年的剑意 静真就被这小子纳入了体内 这小子看起来弱不禁风 可实际上 是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炉顶 一旦他压制不住体内的剑意 朱青后开天一剑爆发开来 方圆万里 圣人之下 恐怕无人能够存活 你是怎么做到的 下山途中 老人犹豫问道 陈之命随口道 想这么做 于是就这么做了 老人无言以对 沉默半想开口问道 你是朱青后 不是 陈之命道 当你窥见真实的时候 就会发现 任何事物 都只是殊途同归罢了 大道三千 剑道杀利第一 于是我解析朱青后的剑意 窥见了 他本来的面目 就如你的拔剑术 你在追求至极的快 却总是比朱青后慢了一丝 不是因为你不够快 而是因为 你没有窥视到剑道的本质 老人问道 剑道的本质是什么 不可说 陈之命伸出手掌 任由青鸟停在他手心 缓缓道 道不可言 我看到的真实 没办法教你 不过 你可以试着慢下来 老人若有所思 沉默许久后低声道 我信李 以后叫我老李就行 好的 老李 这一天 终究还是来了 村子里 老村长勾搂着身子 看着陈之命 附在背上的木剑 浑浊的眼里 近视落寞 世人皆知 朱青后一剑开天展落 想要跨越天门将士的神明 却不知道 剑门为此付出了什么 那一剑 朱青后借剑天下 携手剑门三千剑 修问剑人足长城 彼时漫天剑气 汇聚成开天一剑 将跨越而来的准地神明展落 换回大荒天下 数百年安稳 但那些剑修 却再没能回来 剑修进阶赴死 仅有朱青后的剑士 一人背负断剑 悲鸣而归 自此之后 剑门封闭 再没有出现在世间 如今的剑门 不过只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小村庄罢了 六年前 陈之命出现在村子里 引得木竹共鸣时 老村长便知道 终有一天 他会离开 只是没想到 这天来得这么快 今天就走吗 村长忽然开口问道 今天就走 陈之命低声道 抱歉 我现在没办法取下木竹 汽海建议 需要他来承载 木竹选择了你 你本就是他的伙伴 不用抱歉 村长想要抚摸木剑 木剑煞时发出嗡嗡剑鸣 只好将手扇扇收回 剑气氛稍微有些尴尬 陈之命干咳一声 他有点调皮 村长眼珠失落 年轻人是该出去闯闯 这些年剑门无人行走天下 世人或许都忘了剑门的存在 出门在外 平辈之间的针锋老夫不会理会 但若有人以大欺小 你尽管传剑天下 老夫虽然费人一个 但收拾那些草包 还是没问题的 陈之命微微一正 他在村子里待了五年 这五年来 虽然和村里大多数人都相处融洽 甚至被一致推选为村里的私塾先生 但和村长交往并不多 甚至每次村长 看到他都黑着老脸 他一度以为村长讨厌他 平素也没什么往来 没想到临近离开 村长会说出这样的话 第37章 天交榜 老村长似是看透了他的疑惑 黑着脸道 任谁对着拐走自己朋友的王八蛋 都绝不会开心的 兔崽子们在村口等你 去告个别吧 村长 见门不会被人遗忘的 陈之命对着村长深深鞠了一躬 许久之后才起身向村子外走去 那里 一群年约十二岁的少年少女 依依不舍地看着他 目光扫过这群少年男女 陈之命苍白的脸上 闪过一丝笑意 随即又变得严肃起来 板着脸道 朱太厄 李清鸾 江竹火 月蛮重 我记得现在是张先生的 大荒禁地出解课 你们不好好待在私塾 跑过来干什么 学生们低着头不敢看他 唯有女学生李清鸾 红着眼睛道 我们舍不得先生 先生可以留下吗 陈之命走过去 挨个敲了他们一个板栗 又揉了揉他们的脑袋 哭鼻子的小孩子 可做不了见羞 学生们咧开嘴 露出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等你们什么时候长大了 就知道江湖不远 我在江湖等你们 先生走了 还有29天 就是9月9重阳了 朱尔和江华语的 大婚之日将近 小妻儿 最近江湖上 有什么动静吗 落宝楼里 陈之安一边涮着火锅 一边问道 青楼已经步入正轨 每天纯利大约万两白银 近来陈之安也彻底躺平 如今他的修为 已经逼近练气境圆满 约莫下一次 就能迈入玉气境 李澜清切下一片 雪白的奎阳五花 丢入锅中 赎人回应道 和见二公子魏子丘 在长安城迈入玉气境 成为又一位 三十岁之前 登陵玉气境的天骄 他登陵玉气境那日 二皇子李成国 送了他两颗胶珠 助他稳固境界 太子李成定 送了他一杆青龙枪 传闻是前朝太监 魏忠贤的宗兵 最近他在长安城比较火 御剑宗和飘渺宗 推出了天骄榜 收纳大唐三十岁以下的 天之骄子 魏子丘 勘勘入榜 排名第五十二位 排名榜首的 是一个叫做 赵无忌的年轻道士 年仅二十 已是半步化 虚境强者 传闻 他是盗门当代行走 排名第二的是 二皇子李成国 二十七岁的 玉气境圆满 可越即而战 一般化虚境不是对手 排名第三的 江华语 二十六岁玉气境圆满 江湖上称之为 江炭花 传闻他已经蕴养出剑意 同进十步之内无敌 排名第四的是 飘渺宗圣女朱尔 有消息说 他已经是玉气境后期 和江华语双剑合璧 可斩化虚境 排名第五的是 银枪薛一人 是河东郡白马山庄少庄主 一手银枪 使得出神入化 听说他不满这个排名 已经启程前往御剑宗 打算挑战江华语 排名第六的是 雪山宗圣子欧阳雪 曾有一刀封合的战绩 他也不满排在薛一人之后 已经提刀走向御剑宗 排名第七的是 五毒宗江流 以心狠手蜡烛称 曾一夜毒死两百多人 排名第八的是 铁剑王松阳 二十九岁 有过一剑斩杀两尊 玉气境的战绩 排名第九的是柳梅 他用的是柳先生的年花绝 进来杀了不少采花贼 排名第十的是 武安侯家的小侯野狗犹全 他在江湖上被称为屠夫 入江湖不过半载 已经连途七十九寨 狗哥 陈志安眉眼微调 没想到狗哥这么快 就闯出了名声 想来是 已经从李承仙的打击中 走了出来 陈志安感叹一声 又问道 没有我二哥的消息吗 没有二公子的消息 李兰青疑惑道 二公子不是气海已废 终生无缘大盗了吗 当年缥缈宗圣女珠儿 去侯府退婚的事 闹得可凶 连奴家都听过呢 陈志安白了他一眼 有我们那位大哥在 你觉得气海被废 算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吗 李兰青微微一正 想到那位 把他从罪客楼带走的书生 立刻摇了摇脑袋 是啊 有大公子在 好像确实没有 什么是大不了的事情呢 虽然不知道 陈留后府那位身居 简出的宅男 到底是什么境界 但无论是陈志安 还是李兰青 都感觉世上 好像没有什么事情 能难住他 说到大公子 最近白虎街那位母老虎 可经常往迟一巷溜达 我怀疑他惦记上大公子了 老板 要不请柳先生走一趟 给他点小小的震撼 摇头笑道 江白虎是个聪明人 知道分寸 他要真有什么动作 我倒是乐见其成 不过够呛 我感觉大哥已经不是人了 大约是没有儿女情长 这种东西的 李兰青眼嘴笑了笑 开始收拾残局 陈志安则躺在摇椅上 开始打盹 手指轻扣摇椅的扶手 指缝中元气 悄无声息传动 将气血转化为 纯粹的元气 近来他感觉 自己身体发生了些变化 不知为何 总觉得饿得慌 特别是每次 从空间度假归来 都要吃上许多东西 才能补充身体 需要的能量 他侧面向柳七打听过 世间修行者 极少有这种情况 四来大约是因为 五道残卷太过霸道的缘故 肉身越强大 气血越胜 所需能量便越多 现在他的食量 已经堪比八个成年男子 他不知道再这么下去 到时候得吃多少东西 才能果腹 幸好有座青楼兜底 加上小妹陈志东 时不时给他送来 些不听话的妖兽吃 才不至于吃不饱 一觉睡醒 陈志安掏出 陈正的哨子吹响 不多时空中 便盘旋飞来一只大鸟 正是胡尔山上的 金翅大鹏王 不知道小妹 给他灌了什么灵药 最近大鹏王身上的金鱼 越来越亮 眉眼也越来越高 基本上不拿正眼 看陈志安了 陈志安不和他置气 一跃而起 稳稳落在他身上 朝胡尔山飞去 三哥 你今天可来迟了 仅仅两个呼吸 大鹏王便在这陈志安 出现在胡尔山 现在胡尔山 陈志安特意给他建了一个庄园 又安排了几个老头 负责守卫 现在他待在胡尔山的时间 倒是比陈留后府还多些 每天也不知道忙些什么 只肉眼可见的胡尔山上 乱七八糟的一种妖兽多了起来 第38章 学一手剑术 陈志安走过去 揉了揉陈志东的小脑袋 随即坐在边上 看着他编织一条手链 这手链 不知道是用什么材料编织的 五颜六色还闪烁着荧光 小哥 好看吗 陈志东把手链高高举起 在阳光照射下 映照出一道彩虹 这是送点小哥的礼物哦 好看 今儿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我们的小蓝鬼 居然舍得边手链 陈志安接过手链 整个人顿时颤了一下 在这八月酷暑下 竟有种透心凉的感觉 堪比一动的冰窖 把玩一会儿后 他好奇问道 这是什么东西编织的 居然这么神奇 小哥以后就知道了 见陈志安戴上手链 陈志东眼底露出几分狡诈 收到了一封请柬 飘渺宗送来的 宗主西青瑶亲笔所写 是邀请老爹去关联 对 他说陈留侯府 与飘渺宗两家是世交 不能因为一件小事 起了隔阂 说到这里 陈志东冷笑道 那个婊子 大约是忘了当初 带那个小婊子 上门递结婚约的是他 撕毁婚约的也是他 小屁孩 不准说脏话 陈志安给陈志东一个板栗 陈音片刻后问道 老爹怎么说 老爹说 现在家里他做不了主 让飘渺宗的姓氏找你 说着 他做出父可怜兮兮的模样 抱住陈志安的双臂撒娇道 小哥 人家还没出过长安城呢 不可以 不同意 想都别想 陈志安直接拒绝 他连玉气劲都没有迈入 游历江湖实在太危险 待在青楼一来伸手 犯来张口的日子 他已经很满足了 根本不想出远门 要知道 飘渺宗远在狼牙郡 死去三万多里路 想想都觉得辛苦 好哥哥 你就让我去吧 陈志东嘟着小嘴撒娇道 我绝对听话 路见不平绝不出手 不多管闲事 不招惹女人老头和小孩 见到和尚道士 立刻退避三社 这些你倒是记得清楚 陈志安有些忍俊不惊 自打他看出这小家伙 想要离家出走的心思后 一直在灌输江湖路远人 心叵测的理念 没想到 非但没有打消他 游历江湖的想法 反而让他愈加向往起来 最近已经不止一次 念叨着要去找二哥了 好哥哥 我一定不搭理穷书生 不禁破妙歇脚 你就让我去吧 陈志安无奈叹了口气 狼牙峻那么远 等我们过去 黄花菜都凉了 乖 咱们不去 小哥 你当真要这么绝情吗 陈志东悠悠问道 何出此言 陈志安预感不妙 后退两步问道 陈志东悠悠道 前几天 我不小心看到 某人把柳先生 那棵柳树给拔了 又不小心看到 某人考了黄老 那只五百多年的灵规 哦 好像是用柳枝考的 嘿嘿 其实狼牙也不是很远 陈志安赶紧捂住 陈志东的嘴 正义秉然道 小妹想行走江湖 做哥哥的 当然是奋陪到底 陈志东得意地 扬了扬脑袋 笑盈盈道 我就知道 小哥最好了 陈志安扯了扯嘴角 小辫子给人抓住了 能不好吗 上个月 他修行出来后 饿得两眼发慌 正好瞅见只乌龟 慢吞吞地喂鱼 哪里还顾得上别的 手起刀落 就给宰了 吃饱喝足才知道 这是老不死管家养的乌龟 可惜已经来不及了 最近老七和老黄 每次往洛宝楼溜达 他心头都慌得不行 两人约定好出发时间 陈志安召来大朋友 骑着他回了洛宝楼 回来的第一件事 陈志安当即兑换了 五万两银子的修炼时间 又兑换了两万银子的误导 陈志东以为拿捏了他 实际上 他听到李兰青点评天交榜时 就已经起了游历江湖的心思 毕竟来这大荒世界一年多了 他还没出过长安城 整日红袖天香 日子过得也有些腻了 这种看热闹的机会 怎么可能错过 只是江湖危险 必须得狠狠刻意拨金 飘渺宗太上宗主 是反真敬大宗师 太宗祖师更是尊圣人 虽然作画已久 但圣兵犹存 而御剑宗 早已被狼牙将是把持 也是出过圣人的门阀世家 飘渺宗和御剑宗 两大宗门联姻 在这个道门不出剑门 不险的时代 但凡有点脑子的人 大约都知道 这两家狼狈为奸 肯定基于上了 那江湖正到魁首的位置 加之天骄榜一出 未来一个月内 狼牙境内绝对会风云汇聚 热闹非凡 没点保命手段 他哪里敢凑上去浪 随着童子机械声音响起 陈志安眼前的景色变幻 再次出现在 奢华阳光沙滩度假空间之中 挥手散去满场的阴阴艳艳 他从须弥界中取出一柄反铁剑 副手道 童子 开始吧 如你所愿 成 一声剑银骤响 沙滩之上 陈志安瞳孔瞬间收缩 在他视线之内 有仙人持剑踏步而来 仙人步步生连 每走一步 便在空中划出一道剑痕 随着仙人越走越快 其周身的剑痕越多 脚步越来越诡异 放眼望去 仿佛有无数仙人 迈着诡异步伐 向陈志安走来 其落脚处 更是布满了剑痕 就像一朵朵支离破碎的莲花 陈志安茫然地握着手中剑 面对着四面八方走来的剑仙 他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去防守 拔剑四顾心茫然 就在他心神恍惚时 吃 一道利刃入体的声音响起 仙人无数道身影皈依 而他手中的剑 不知何时 已经刺入陈志安身体 并 剑经九世第一世八步感禅 交易完成 呼 陈志安摊坐在地上 大口呼吸着空气 先前那一瞬 他真觉得自己死翘了 剑经这么变态的吗 我怎么感觉不对劲 谈坐许久后 陈志安福建站起身来 疑惑问道 剑无定是 童子机械的声音响起 考虑到宿主资质平庸 悟性平平 系统免费解析了九种便是 陈志安猛逼地摇了摇头 正待发问 童子机械道 剑经九世 只代表系统针对宿主的最优解 不作为标准答案 每个人对剑道感悟不同 陈志明或许在剑经中悟出了九剑 也或许只悟了一剑 明白了 陈志安点了点头 沉默半想后犹豫到 能不能再来一次 沙滩上一片沉默 许久之后 童子们得感情的机械声响起 系统正重新解析宿主 宿主资质低下 无法领悟剑意 解析完成 重新定义剑经 剑经九世 第一世八不感禅 请宿主提剑向左五不次出 第三十九章 未婚妻要嫁人了 我去随个礼 五日后 虚拟空间 一缕清风拂过 陈志安长山掠起 他身体突兀向左荡去 突兀又出现在右边 在沙滩上留下无数凌乱足迹 主打一个飘忽不定和出人意料 随着最后一缕清风过刚 他身形立于十丈之外 还剑入鞘 陈志安副手道 童子 八不感禅我已经掌握了要领 大抵再熟悉两天就能炉火纯清 这样看来 我的资质似乎也不是你解析得那么差 童子沉默已对 许久之后才说道 再见到这方面 如果天下悟性共十斗 陈志明独占十二斗 宿主道歉他两斗 陈志安冷笑一声 根本不幸 又重新提剑开始练习八不感禅 长亭外 古道边 曾经的剑道魁首 如今的剑是牢里毫无形象地蹲在地上 手里捧着两个烤糊了地瓜 不远处 陈志明正在死人堆里 收刮着财物 没找到一颗碎银子 他嘴角都会露出发自内心的欣喜笑容 这是他们离开村子的第十三天 一路走来 已经有七波倒霉催的山贼 死在陈志明剑下 倒不是他们不开眼 惹了不该惹的人 实在是抵不住祸从天降 公子啊 河西走廊上的山贼就算了 反正是路过顺道的事 可这里都是河东了呀 为了这区区几十两岁银子绕几百里路 值得吗 老李吃完两个烤地瓜 剑臣之命还在滋滋不倦摸尸 忍不住吐槽起来 他实在看不懂这年轻人 真要喜欢这些阿赌物 平臣之命的剑道造诣 无论在哪里都是做上宾的存在 甚至都不需要开口 只要随便漏那么一点剑术 那些世家门阀不得排队送钱 哪里需要去霍霍这些穷得叮当响的山贼 你不懂 陈志明小心翼翼地将剑尸得来的十二两银子 放进钱袋 又检查了一遍 财满悠悠道 别人送的钱拿着烫手 只有自己挣得花着才安心 我们陈家祖祖辈辈都是穷人 穷怕了 老李嘴角微臭 你少眶我 你爷爷是大唐开国皇帝的把兄弟 唯一的一姓王 当年谁不知道他是土财主妇的刘游 怎么会缺钱 你不会明白的 陈志明叹了一口气 看着长安城的方向悠悠道 老爷子是有钱 可谁叫他摊上个不靠谱的儿子呢 走吧 听说燕荡山有一群匪寇 老有钱了 我们再绕一段路 大唐河间 一个邋遢汉子将头顶的绿帽扶正 抬头看着楼上那一片雪白 眼底满是不舍 楼上的姑娘瞥见汉子 稍稍提了一下裙摆 汉子见着 心尖微颤 不自觉往前挪了几步 墨帝看见门口小厮那嫌弃的眼神 又想起自己空空如也的钱袋子 顿时吸了大半星火 头也不回 转身就走 边走边喃喃道 果然江湖没啥好的 也就姑娘们的腿还行 不多时 汉子来到一处码头 立刻就有一个船夫走上前来 低声道 老狗 你让我打听的事儿有眉目了 汉子赶忙问道 怎么说 船夫低声道 前朝天启927年 河间水灾 不为天意 而是妖祸 有蛟龙得道 为鸡身圣进化龙 接引大则水淹河间 致使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当时乱世将至 被有心人将这祸事 归咎到前朝皇帝施德 天降灾祸 这才有了当朝太祖 揭竿而起 寿命于天 诛灭扬祸 汉子眉头微皱 这和我让你打听的事儿 有毛关系 船夫摇头不语 伸出两根手指 汉子从兜里 掏出两枚碎银子地上去 船夫这才继续道 传说当时那蛟龙 已经亏得天道 只差一步 就能击身成圣 就在他即将化 蛟尾龙的瞬间 有人族大宗师 凭空虚度万里而来 将他斩杀于也 那大宗师 极有可能便是你要找的那位 你这消息保真吗 汉子拍了拍腰间的展刊 恶狠狠道 不保真可得退钱 我靠这个为生的 会卖你假消息 船夫对汉子的质疑极为不满 战场就在雁荡山 你自己去看看 就知真假 不过 我劝你别抱太多希望 年代太久 哪怕真有什么盗藏秘籍 也早就给人拿走了 那我姑且信你一次 汉子跳上船夫的偏舟 敲了敲船言 走吧 送我过河 好了 船夫微微一笑 伸出一根手指 过河三文 小本生意 盖不设账 两日后 河间关道上 邋遢汉子腰胯展刊 嘴里叼着根狗尾巴草 骑着一匹兽马 慢悠悠地 跟在前往河北郡的商队中 一分钱都能难倒英雄汉 更何况是三文 在被船夫怜悯 而又冷漠地拒绝后 汉子寻了个商队 直白地表达了 想要搭顺风车的意图 那临时组建的商队 大约也是 急切需要炮灰 看到他身材魁梧 又别了把宝刀 只是稍稍犹豫 便让他成了商队的护卫 不但一文钱没交 还赚了十文 商队里除了他 还有两个与商队 格格不入的若姬 一个脸色苍白的书生 一个形容枯稿的老头 据那书生说 他们主仆二人 是河西那边逃难来的 打算前往狼牙投奔亲戚 商队老板大约眼瞎 非但同意他们加入 甚至还给了 整整十两银子的工钱 这让商队其他护卫心生不满 毕竟能做护卫的 至少都是舞者 风里来雨里去 不过也就几两岁银而已 这主仆二人 废物菜鸡两只 凭什么 和他们拿一样的工钱 所以 这两天 总有小人窜戳汉子 去找主仆二人的麻烦 不过汉子懒得理会 他只是单纯 想要搭个顺风车而已 哪里西汉馆 这些破事 狗哥是长安人士 就在汉子昏昏欲睡时 那书生策马和他并肩 开口问道 是又如何 不是又如何 汉子不想和他说话 毕竟这丝长得像 周谦那样的败类 小白脸里 他唯一有好感的 只有远在长安的 挚爱亲朋 知安老弟 没什么 只是看狗哥像的故人 那书生淡淡笑道 说起来 我那故人 也有十来年没见过了 只记得他小时候 鼻子上常常挂着两条银笼 很有意思 汉子嘴角微抽 闷声道 小时候谁不这样 书生淡淡道 我就不是这样 汉子嘴角再抽 闭眼不再理他 在下沉顾 一见如故的顾 书生像是没看到 汉子满满的嫌弃 继续喋喋不休道 狗哥是位 燕荡山上的匪扣来 汉子诧异地睁开双眼 门声问道 你也是 不是 我是顺道来的 书生笑道 我去狼牙 未婚妻要嫁人了 我去随个礼 第四十章 燕荡山上 有条龙 嗯 汉子被书生这话 给整无语了 什么叫未婚妻要嫁人了 忽然想起自己的遭遇 顿时了然 这书生 大约也是个难兄难弟 从腰间取下酒壶 递给书生 汉子安慰道 大丈夫和患无妻 不要太难过 书生接过酒壶笑道 只是去做个了断 小姐 你听到了吗 那病秧子 是去狼牙 见未婚妻呢 马车里 商对主人的婢女 侧耳听着汉子 和书生的对话 低声道 早知道就不带上她了 小云 别胡说 让她主仆随同 又不是为了别的 一个温婉的声音轻声道 我们反正要去狼牙 结个善缘罢了 小姐 你说江少爷会答应 咱们的请求吗 婢女想起自家的事 也顾不得偷听 两人的对话了 面色忧虑道 这世道就没处说理吗 我们明明什么都没做 没用的 谁会为了小小的一个中家 得罪狼牙僵士 和飘渺宗呢 小姐眼眶微红 低声道 我们递上去的告书 全都被退了回来 舅 舅舅 就在马车里 主仆二人伤改时 丛林里呼地响起鸟鸣 听到震鸟鸣声 汉子豁然抬头 双眸如刀斑射入丛林中 嫡妻 咻咻咻 话音刚落 两根箭矢穿破密铃 向她射来 紧接着 箭矢如同雨点般落下 密密麻麻 保护小姐 护卫队长眼疾手快 在汉子爆喝的时候 便已经飞身下马 抽刀拦在马车前 灰刀洒出一片刀幕 其余护卫 也将坡刀五的密不透风 将射来的箭矢挡住 只是箭矢实在太多 依旧有箭矢从刀幕穿过 咻咻 两只箭矢穿过护卫队 静止射入马车之中 护卫队长双目欲裂 想要飞身前去救援 却根本来不及 吃 就在箭矢即将刺破车帘时 一道微风拂过 像是有一只无形手掌 扰动了空气 箭矢堪毕过马车里的两人 定在了车厢边沿 所有人 护卫队长来不及松弃 越不迈上马车 立马横刀挡在前面 邋遢汉子见此 狂笑一声 钟老板 欠你的时文钱 狗谋可还了 接下来大路朝天 各走一边 画壁 他抽出腰间的展刊 整个人如同一只巨兽 掀起滚滚尘烟 迎着箭矢朝密林笔直奔去 密林里 箭矢煞时停了 元气外放 他竟是欲气竞强者 护卫队长看着冲入密林的汉子 看着那璀璨刀光 冷汉刷的一下便流了下来 又后爬又庆幸 没想到 路边随便捡的一个满汉 竟是欲气竞强者 这两天 他可没少对这汉子呵斥 车厢里 惊魂未定的婢女小云 也难难道 这大叔居然这么厉害 早知道那十两银子就给他了 小云 不要乱说 钟小姐显得比较冷静 走下马车 让护卫队长清点伤亡 这次遇袭 因为汉子警示得比较及时 加上护卫队长反应迅速 除了两个 倒霉但受了轻伤 其他人都没什么大碍 清点完后 护卫队长沉声道 小姐 我们的人都没什么大碍 只是那书生和老婆失踪了 现场也没有尸体 应该是自己走的 有了前车之鉴 护卫队长没有出口重伤 只是陈述事实 许是刚刚走失了 钟小姐犹豫片刻 看了那密铃深处一眼后 轻声道 我们先离开吧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 诺 狗哥 还是一如既往的蟒啊 密铃里 书生站在树梢上 摇摇看着汉子 一人追着十几个土匪看 刀光所过之处 没有一个土匪 能完整地倒下 残枝碎片飞溅 看起来宛若人间炼狱般 这小子资质不错 宗师有望 在他身旁 老李勾搂着身子点平道 嗯 有几分刀魁的模样 他是刀魁的后代 书生笑道 可惜丢了家传的镇魔刀绝 他这次来燕荡山 多半就是为了追踪 镇魔刀绝的下落 走吧 他管杀 我管埋 大哥 救命 燕荡山土匪老巢 一个浑身浴血的土匪 踉枪跑进寨子 他是这次捷到的领队 先天静修为 在平均水平为 五者三品的贼窝里 已经算得上是 凤毛麟角的存在 可惜他遇到了狗游泉 天脚榜上排名第十 江湖人称屠夫的狗哥 山贼头子已在中意椅上 看着跌跌撞撞闯进来的兄弟 还没来得及发怒 便看见一刀璀璨刀光闪过 好兄弟的头颅滚落 星红的鲜血冲上屋顶 就像一朵朵鲜艳的蔷薇 一个浑身浴血的镖形大汉 正楚刀冷眼看向他 扶住椅子 山贼头子用尽全身的力气 压下心头恐惧 故作平静道 兄弟 我燕荡山十二寇 没有得罪过你吧 狗游泉甩去刀尖上的鲜血 呲牙笑道 没有 只是你们不太走运 老子看上这地方了 听到这话 山贼头子铲笑道 我们可以走 太麻烦了 狗游泉斜眼打量着山寨 待看到石壁上一道刀痕时 浓重的眉毛顿时挑了起来 或者 你可以给我一个不死的理由 山贼头子沉默 他此生桑尽天良 奸淫掳掠杀人无算 唯一做过的好事 大约是三岁的时候 就过一条狗 只是那条狗 最后也被他杀了吃肉 不知道算不算 看来 你自己也觉得自己该死 狗游泉笑了 处在地上的展刊 缓缓提起 等一下 山贼头子惊叫一声 仓皇道 去年我结了一次伤队 没有像之前那样斩尽杀绝 不但放他们离开 甚至还送了他们一程 这是我良心未明的佐证 不好意思 你错过了时间 狗游泉拔刀 一道璀璨刀光闪过 练弃进后期的土匪头子 瞬间四分五裂 碎成一地 这小子的煞气好重 刚刚这一刀 恐怕会生出变故 不远处 老李传音入密道 那洞里有刀魁的痕迹 当年斩杀那条蛟龙的 多半就是刀魁 现在被那小子的煞气刺激 游荡在这片空间的蛟龙神魂 要复苏了 陈之命眉头微皱 如果蛟龙神魂复苏 你能出手吗 可以 老李杰杰笑道 要算一次 好 等我通知 第四十一章 妖龙残魂线 剑气王作灵 狗游泉站在满地 残破尸体之中 神情木然 双眸之中 不知何时沾染了一片血色 滴答 滴答 不知何时 寨子变得寂静下来 鸟兽声绝 只有斩勘上 鲜血滴在地上的声音 将这寂静衬托得愈发寂寥 不好 那小子怕是中招了 这龙魂感知到了我的存在 正在夺舍那小子 老李传音入密 作为当年的剑道魁首 剑圣之下剑法第一人 居然让一条妖龙 在自己跟前偷了鸡 脸色多少有点难看 杰杰 他话音刚落 狗游泉突兀转过头来 看着他们藏身之处 杰杰笑道 五百年了 屋终于重获新生 你们反应得太迟钝 黑暗中 这两只可怜的羔羊 是来观礼物的重生吗 既如此 为何还不跪过来 参拜本王 作死 老李大手一挥 一柄灰扑扑的骨剑握在手中 从黑暗中缓缓踏出 节节冷笑道 一条四角蛇而已 也敢猖狂 老夫杀你只需一剑 老李 别出手 陈之命伸手摁住老李的手臂 沉声道 狗哥没被夺射 他只是暂时被压制了神念 老李猝眉看向狗游泉 待见到他手中不停颤抖地展开时 不以为然道 区别不大 被反真净的神魂附体 他没救了 就让老夫出手吧 与其变得人不忍鬼不鬼 不如死了来得干脆 不行 陈之命沉声道 他是我挚爱亲朋 手足兄弟 两只蝼蚁 狗游泉气急而笑 你们喊打喊杀的时候 有问过本王的意见吗 你先闭嘴 陈之命和老李同时朝着 被占据了肉身的狗游泉呵斥 我可以留他一命 只是修为保不住 老李持剑跃跃欲试 不行 我先来 你再上 陈之命向前踏了一步 转瞬之间 他嘴角挂起不可一世的蔑视笑容 四脚舌 你夺舍一个废物 有什么用 凭那废物的资质 想要鸡身反真净 这辈子 怕是没希望了 你一个有望胜受的存在 岂能御遇久居人下 而且 那废物是刀魁的后代子孙 他们家可每年都要给老祖宗磕头 你向仇人磕头的时候 就不嫌害臊吗 不如来夺舍我 我也不差呀 半不划虚 而且继承了 剑圣诸青后的剑意 击身大宗失禁 不过迟早的是 来啊 听着这喋喋不休的刺耳声音 狗游泉 脸色铁青 警惕看着陈之命和老李 他不是没想过夺舍陈之命 隔老远 他便闻到了陈之命身上 透着的那骨子清香 那是天地气韵的味道 只是另一人 老头手中那柄剑 给他一种极度危险的感觉 高阳 你想欺骗本王 无有其会上你的当 狗游泉冷笑一声 你想趁本王夺舍的剑系 让那老头出手斩杀屋 怎么 你怂了 陈之命嘲讽道 你以为你能夺舍那废物 你莫不是忘了 展开是谁的道 恐怕你现在连握刀的手 都已经控制不了吧 狗游泉瞳孔微缩 用力压制住 蠢蠢欲动的展开 心里暗道不妙 他确实没有办法完全夺舍 刀魁的残魂 蜷缩在展开之中 正不停向他反噬 来吧 陈之命道 小爷反正不想活了 你来夺舍我 我绝不反抗 休想 狗游泉犹豫片刻 冷笑道 两脚羊最是奸诈 你定是想趁本王 从这废物体内出来的时候 让那老头偷袭 无活了近千年 岂能上你这黄口小的当 说着他缓缓走向陈之命 一手握着展开 另一只手上 一条蛟龙虚影 正悄然生成 陈之命站在原地 仿佛对这一切毫无所知 自古说道 你要是害怕 我可以立下天道誓约 只要你多舍我 老李绝不会 陈之命话语戛然而止 身体更是无端颤抖起来 紧接着他吐出的话 变成了蠢货二字 蠢货呀 你以为你能拿捏本座 那老头半残之躯 算个什么玩意儿 本王至始至终 想要夺赦的 都是你啊 陈之命自言自语 苍白的脸上 浮起一抹潮红 哈哈 蠢货 妙哉 这肉身简直完美 夺天地之造化 上苍不公 如此孱弱的人族 有什么资格 做着天地的主人 黑暗中 陈之命 打量着自己的身体 口中吐出的话 已燃成了蛟龙的语言 许久之后 他转过头来 看着老李 嘲讽道 当年你巅峰时 本王都不拒你 如今你修为尽师 哪怕强行破镜 重返巅峰 本王又何惧有之 先前本王 还不敢确定 如今看你 果真已是废人了 是啊 老夫是废人 可惜了一次机会 老李怜悯地 看着陈之命 嘴里满是叹息 追随本王 待本王登灵圣镜 赐你造化 抹平旧伤 陈之命 副手里 或者 本王现在变刺你往生 恐怕不行 老李惋惜道 他不答应 谁不答应 陈之命桀骜道 我不答应 陈之命口中 缓缓吐出四个字 像是在自问自答 紧接着 其气海之中 一柄璀璨小剑 骤然大放光明 陈之命手指倾扣 缓缓道 困 画壁 他口中响起一声 凄厉龙吟 该死 你竟以身为鞘 藏剑于身 这是朱青后的剑 该死 该死 哦 陈之命弃海内 一条头角猙獰的蛟龙 被剑翼困住 数千道剑气吞吐着剑芒 打造出一座 剑翼森严的囚龙 数百丈的蛟龙神魂 在囚龙内不断翻滚 淒厉哀吼 不多时便被囚龙 压制为一条四角蛇 弃海之上 陈之命的虚神 端坐在剑气堆砌的王座上 一双璀璨金色毛子 俯视着蛟龙 四角蛇 我早说过 继承了朱青后剑翼 你似乎当作了耳旁风 蛟龙凄厉哀嚎 三千多道剑气 几乎将他神魂撕裂 抬头看着王座上的璀璨虚神 他咆哮道 不可能 你怎会有朱青后的剑翼 他早就死了 早就死了呀 不对 你是朱青后 朱青后 蛟龙惊恐地看着 剑气王座上 那双金色毛子 这种气息 他绝不会认错 当年朱青后 一剑开天 展落准地时 他曾跪幅在地 瑟瑟发抖 此时在面对 那双金色毛子 他仿佛又看到了 那道剑光 恐惧无限放大 蛟龙凄厉哀嚎道 剑圣大人 您饶我一命 那璀璨金色毛子的 陈之命 俯视着蛟龙 开口道 生或者死 在你不在我 求剑圣大人 只一条生路 陈之命手指微动 剑气囚龙溃散 化作一道道剑光 消失在汽海之中 横七竖八地 散乱满地 本作汽海之中 缺个驼剑的 以后 你便做一个 搬运剑气的船夫吧 第四十二章 练习时长两年半 终于遇气了 你就不怕他反噬吗 寨子里 老李一边帮陈之命 搬运着财宝 一边开口问道 一头反真净的大妖 便是老夫全胜时期 也不敢说顺杀 你就这么放心 让他待在你汽海 陈之命瞪了昏睡的狗游泉一眼 捡起地上散落的珠子 仔细穿成一串 随口道 朱卿后和三千剑修的剑椅 我都搬进去了 还怕他一条蛟龙 师多不怕药 债多不怕愁 我都这样了 还管那些干嘛 倒也是 老李沉默半想 感叹道 老夫从未见过 对自己这么狠的人 哪怕有遭一日 你无敌于天下 甚至积身递进 老夫都觉得理所当然 老李 你这马屁拍得有点过了 陈之命调笑一句 走吧 钟家小姐竟然给了钱 我们不能毁约 长安城 皇宫 太子李承定 坐在王座旁的小墩子上 俯身看着下面 吵吵闹闹的群臣 昏昏欲睡 自打坚果以来 他最烦的便是上朝 一千个臣子 有两千多个心眼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眼见朝堂下越吵越凶 李承定眼底闪过一丝烦躁 拍案而起 吼道 不过是两座宗门的联姻 值得诸公吵成这样吗 父皇早有交代 江湖室友李部全权负责 诸公难道要跃拳不成 周上说 你来说 看到李承定发怒 吵吵嚷嚷的诸公 齐齐冷哼一声 回到队列中 瞬间变得老神自在起来 李部尚书出列 朗声道 殿下 依据旧力 李部当派遣招待狼前去官礼 已是皇恩浩荡 只是此次飘渺宗和御剑宗联姻 看似是两座宗门结亲 实则是两柄圣兵 组成攻防同盟 想要窥视江湖魁首的野心 昭然若肩 此举 于举了 老臣想来 还是向陛下禀告 由陛下定夺为好 这种小事 何必请示父皇 李承定有些不快 冷声道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 莫非王臣 飘渺宗也好 遇见宗也罢 甚至便是狼牙将士 都是我大唐臣子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婚丧嫁 娶是理所当然之事 无需多虑 周尚说 你推选个招待郎前往官吏 替本宫祝两位新人 永结同心 白手以供 礼部尚书应诺 缓缓退回队列中 便在李承定准备宣布退朝时 朝堂最后方 诸无常朗声道 殿下 臣推荐一人 可替殿下前去官吏 臣听闻 臣留后幼子陈志安 为百年难遇之天才 才高八斗 风流倜躺 能思善辩 担任天使 此言一出 朝堂上的滚滚猪公 都诡异地看着朱无常 这长安城 谁不知道 臣留后府和飘渺宗 那点破事 当初朱尔打上门来退清 陈阿满的脸面 可是被踩在地上 狠狠摩擦的 这次居然举荐 臣留后府的人 担任天使 奇心可诛啊 就连李承定 都觉得这未免太狠了 这不是让臣留后 送上门去挨八子吗 私称片刻 李承定眼底 射出一道金光 这一招 妙啊 借刀杀人 陈志安是个 没脑子的顽固 如果真叫他 前去观礼 身为天使 一招大权在握 少不了会大闹一场 甚至把两家 婚礼搅黄 都未尝不行 到时候 在整座江湖的瞩目下 飘渺宗和狼牙将士 想要击身 正到魁首的宝座 免不了杀鸡儆 而且死去三万里 贼寇横行 归途中出现点什么变故 那也是十分合理的事情 如此 即便陈阿满再低调再隐忍 也绝不会轻易接过 两虎相争 渔翁得利 想明白这些道理后 李承定故作镇定 看着李部尚书簇眉问道 周尚书 你意下如何 朱大人慧眼识珠 老陈复义 礼部尚书周军迈出队列 陈声道 陈留后府满门中列 陈志安更是清出于兰儿胜于兰 天资聪颖 才智双绝 卓尔不群 由他担任天使 再合适不过 殿下 陈请奏 特赐陈志安为礼部招待狼 代陛下官礼 以示皇恩浩荡 李承定脸色稍暖 这老匹夫还是懂事的 知道自己把锅背上 如此一来 哪怕此计不成 陈阿瞒至多 也只能怪罪到 朱无常和李部尚书身上 既然李部尚书都认为 陈志安堪当大任 此事便这么定了 你止吧 退朝 成 虚拟空间内 一道剑鸣响起 陈志安手持反铁剑 手腕颤动 一道微风拂过 他身体变得模糊起来 放眼望去 仿佛有无数个 陈志安在随风而走 形如鬼魅 瞬息之间 他身形出现在石杖开腕 无数道身影重合 驻足在一棵椰子树前 手中长剑 已然没入树干之内 成 长剑回翘 陈志安副手力 笑道 童子 巴不敢缠我这次 是真的烂熟于心 可以出山了 恭喜宿主用时 三个月零十七天 领悟建金九市第一市 系统自动扣款 检测到宿主 剩余财富值 73089两白银 本次交易完成 童子机械的声音响起 陈志安眼前一花 出现在洛宝楼密室之中 这次他闭关前 做了十足的准备 捡起桌上的牛肉干 狼吞虎咽地嚼了起来 不多时 满桌的食物被他吃完 他终于满足地呼了一口气 手掌轻握 陈志安指缝中 响起嗤嗤之声 伸手向虚空指去 吃 只见一道无形气浪 从他手指射出 在石壁上留下一道浅印 欲气静 陈志安捂住嘴笑了起来 加上虚拟空间的时间 练习时长两年半 他终于踏入了欲气境 从此以后 在江湖上 也可以称得上一号人物了 将气海内的气血 转化为元气 陈志安手指倾扣 一缕缕元气 堵入反铁剑中 控制着长剑在空中游异 初始有些生疏 待失败两次后 长剑终于颤颤巍巍 悬浮在他身前 陈志安吸了一口气 脚步轻踏 咻 常见宛若失控的野马 瞬间窜了出去 啪击 陈志安整个人趴在墙上 像块烂泥般 慢慢滑落在地 操 这玩意儿没刹车 第四十三章 白手太玄金 撞碎两根石柱 四条石吨厚 陈志安终于能够勉强预见 而行了 揉了揉 隐隐作痛的脑瓜子 陈志安挥手散去元气 又变成了那个 平平无奇的青楼老板 神清气爽地去了登科楼 看到他现身 登科楼上的读书人们 都露出复杂的神色 那是一种爱恨交织的情感 迎着那些目光 陈志安脸上稍微有点火热 胡乱朝虚空抱了抱拳 飞快溜进了 胭脂榜榜首猪落的阁楼里 近大半年来 随着他为胭脂榜上的姑娘们 量身打造的诗词问世 整个登科楼 几乎已经成了文人骚客的专场 没有一个读书人 能够笑着从青楼离开 从最初的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再到金风玉露一相逢 便盛却人间无数 整个大堂的文人骚客 纷纷丢下手中笔 投身进了青楼 最后 当李大家那句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被启示彭薅人一出 就连当代辞聪的庄老先生 也不得不弃笔认输 自那以后 再没人敢在青楼迎试作对了 庄大家 陈志安现身入阁了 苏雪儿的乡房里 一个书生敲响房门 富尔在一个满头白发的老者身边说道 老者此时正奋笔记书抄录诗词 听到这话 那浑浊的双眼顿时透出神光 待那书生回过神时 已然不见了老者的身影 不多时 老者出现在陆阁前 两个青楼直视见着他 嘴角微微抽了一下 没有半点犹豫 熟人伸出两只手将老者插住 陈志安 我知道你在里面 你有本事写诗 有本事出来见我呀 陆阁里 正享受着陆氏按摩的陈志安无奈叹了口气 这死老头 每次他来登科楼都会被堵住 要么是让他给师座注解 要么是让他再来一手 现在这老头跑青楼的频率 比里程安纳斯都要勤得多 要不是看他有些影响力 陈志安早让人把这老东西给乱棍打出去了 陈志安 老夫知道你在里面 让老夫进去 老夫今日不让你注视 有事找你 关乎你身家性命 老者像个泼皮无赖 任由两个执事插住双臂 口水飞溅 阁楼里的书生们见这一幕 纷纷默不作声关了房门 生怕装大家老羞成目 拿他们出气 毕竟都是青楼常客 早见怪不怪了 有些愣头青 想要为装大家鸣不平 也被同行的友人死死拽住 这老头脾气不好 偏偏地位贼高 一肩挑起了整个大唐风骨 这个时候可别去触眉头 到时候 人家和陈志安称兄道弟 四个倒是落得个里外不是人 这段时间 不知道有多少读书人 被这俩坑了 现在还关在屋子里闭门撕过呢 陆阁房门吱压一声打开 陈志安站在屋内 看着老头无奈道 庄老哥 你最好是真的有事 不然 今天本侯也可要将你乱棍打出了 都像你这样 我还怎么逛娄子 庄默傲娇地冷哼一声 啪啪甩掉两个直视的手臂 副手走进了陆阁 静止吩咐道 落 给为师拿两谈女儿红 朱鲁尔微微屈身 是 先生 陈志安在他边上落座 开口道 说吧 老哥 到底是什么事 关乎到小弟的身家性命 庄默端起酒杯 斜眼看着陈志安冷笑道 陈大家可知 今日朝堂上发生了什么事 小弟怎会知道朝堂上的事 我家老爹又没个实职 连上朝的资格都没有 陈志安眉头微皱 自打知道陈阿满是个最强老六后 他几乎没有在关注朝堂上的事 除了偶尔在青楼的发展上 提些意境外 基本上算是彻底躺平 而且 陈阿满虽然贵为诸侯 实际在朝堂上 存在感极其薄弱 身处长安 他们倒像是 游离于皇权之外的那一波存在 近来他足够低调 没道理和朝堂上 牵扯到关系才对 今日 原太子喜马 如今的御史中成诸吴 常在朝堂之上 举见你为礼部招待狼 不日 赵令便会传到陈留后府 特命你为天使 领队前往狼牙观礼 庄默饮下一杯酒 冷笑道 说来老夫倒要恭喜 臣大家 容身无品 以后同朝为官 还望大人提携才是 这孙子和我有仇 陈志安眉头微皱 世人接知我二哥和猪尔的事 他偏偏举见我做天使 其心可诛 其心可灭啊 纳斯确实没安好心 庄默点了点头 陈生问道 你准备怎么做 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陈志安笑呵呵道 太子殿下金口已开 在下除了接受 实在没有别的法子 总归我沉留后府 满门废物 我陈志安便是舍掉 这张脸不要罢了 一定好好为殿下做事 庄默一言不发地 看着陈志安 沉默良久 他开口道 老夫可以为你 推了这门差事 太子殿下 应该会卖老夫这个薄面 以你在词谈的造诣 当事已无人能及 如果就这么死了 怪可惜的 我可谢谢你 陈志安嘴角微臭 这老头说话嘴这么臭 为庄默真满酒 他不以为然道 树欲静而风不止 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 庄老哥要真联系小弟 以后在小弟 红袖天香的时候 别来堵我们就好 既然你不怕死 那老夫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庄默将杯中酒饮尽 起身道 如果后悔了 离京前都可以来 国子鉴找老夫 陈志安心下微暖 待庄默即将迈出门时 开口道 等等 怎么 这么快就反悔了 庄默回头道 心有所感 陈志安笑道 庄默顿时绞见一个滑铲坐下 喝道 笔来 指来 陈志安夺步走在阁楼 提剑缓缓道 赵克曼狐音 无沟双血鸣 银鞍赵白马 撒踏如流星 食不杀一人 千里不流行 试了服一去 身藏身与命 随着他平淡的声音响起 路阁里真落可闻 只有庄默笔风 掠过宣旨的声音 如同一个剑客 正在虚空中 落下一道道剑痕 朱鲁儿并住呼吸 痴痴看着副手夺步的陈志安 恍惚间 他仿佛看到天地之间 有一狂声剑客 正持剑闲停信步间向他走来 所过之处 一颗颗头颅跌落 剑起一朵朵寒霉 那剑客没有回头 拂袖是去剑峰上的鲜血 孤独地向远处走去 他想要追逐那剑客的身影 脉不又止 却听到一声叹息 从远处传来 谁能竖阁下 白首 太玄京 第四十四章 启称 江湖剑 谁能书阁下 白首太玄京 庄莫停下手中的笔 抬头看着早已远去的陈志安 叹息道 我终究还是看错了你 能写出如此诗句的人 又怎会因为一道诏令 而惶恐不安 识不杀一人 千里不留行 试了服一去 身藏身语名 落宝楼上 柳七看着登科楼上 人潮涌动的景象 听着耳边曹曹切切的声音 又回头看了一眼 一副做贼心虚模样的陈志安 不由地叹息一声 老板为了清楼 果真付出良多 如果他气伤从文 投身文坛 恐怕早已是计装大家之后 又以文坛领袖 张口一吐 便是半个圣堂 如此精彩绝艳的诗才 腹中锦绣诗篇 却只能在这清楼传唱 老板 清楼狼牙分楼 选址定下了 九月初九 狼牙分楼开业 带老板来时 我亲自扫踏一带 宫里的旨意 比料想中来得晚一些 陈志安收到庄默的消息 便回了陈留侯府 在府上左等右等 偏偏没有旨意下达 终于眼见 九月初九 只有两个多月了 旨意才姗姗来迟 那位哭丧着脸的传旨太监 几乎是跪着宣读的旨意 没办法 他的腿被人打折了 朝堂上原本对陈志安 或者说对陈留后 没有半点好感的滚滚诸功 莫名其妙 对那位生名狼藉的顽固 开始联系起来 那位一间挑起 整个大唐文坛的庄大祭酒 为了让太子殿下收回旨意 居然敢冒似独闯后宫 跪在太极殿前 呵斥太子施德 若不是被国子剑教授死命拦住 他甚至要闯到皇帝面前 当面告状 虽然结果没有改变 但那位举荐陈志安的诸无常 在无数御史的弹劾下 最终被包去了乌纱帽 庄老哥这人能错 知道事情始末后 陈志安不得不感叹一句 虽然没什么用 但至少老哥出心是好的 而且经此一闹 陈志安变得有些警惕起来 原以为太子那边的摄尔老爹 已经处理妥当 如今看来 小李子恐怕依旧贼心不死 陈大人 翻过这座山便是何坚峻了 官道上 陈志安身穿蓝鸟官袍 腰别紫光宝剑 手持折扇 胯下骑着陈刘后辅那匹独角天马 在礼部诸多礼部官员的拥促下 倒也显得有十二分的威严 作为天使 使团代表皇家脸面 所有用度皆是上等货色 随同礼部官员清一色的 全是炼气静修行者 宫里的随行太监 更是达到了话虚静 双眸微闭的时候都透着阴森寒光 叫人不寒而栗 就连胯下一瘦 都是头预气静大腰 赶起路脚下生风 半点也不颠簸 除了陈志安 年仅十八的他 还是个平平无奇的一品舞者 一路上为了照顾他 使团不得不放慢脚步 以至于眼见昏漆将至 他们一行还没走到和坚峻 到了和坚峻 我们先歇息一晚 早就听说和坚勾兰清官们 不逊于本官的青楼胭脂膀 正好见识一下 陈志安打了个呵欠 事宜那位礼部官员 扶他下马 礼部官员嘴角微抽 抬头看了一眼 双眸低垂的随行太监 咬咬牙低声道 大人 咱们还是连夜赶路吧 此行三万里 再这么磨蹭下去 怕是连婚礼都赶不上了 陈志安不悦地 看了那礼部官员一眼 孙大人 究竟你是天使 还是本官是天使 您是天使 礼部官员紧咬牙关 婚期大人担待不起啊 既然本官是天使 陈志安迈步走向 被使团护在中间的车架 掀开车帘 回头环顾诸多礼部官员 和随行太监 一字一句道 既然本官是天使 那就请诸位闭嘴 做好你们分内之事 车架外 随行太监高丽氏 双眸威和 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一个连先天境 都没有迈入的废物 居然真以为自己是天使 想到来时 殿下所交代的事 他坚声道 孙通大人 既然陈大人要在河间歇脚 便依他吧 有咱家在 误不了时善 孙通无奈叹了一口气 拱手硬下 调转路线 向河间郡走去 孙通今年五十有三 当年也是个意气风发的少年狼 可惜因为某些缘故 在礼部搓投了半生 年过半百 仕途和修为毫无尽寸 至今也不过只是个欺品直视狼 早已失去了向上的野心 当他收到随行官里的命令时 顿时意识到 这趟差事绝不轻松 毕竟身为礼部 为数不多的边缘人物 但凡有好事 绝不会轮到他的头上来 希望此行无碍吧 小哥 刚刚那阉人动了沙溪 车厢内 女扮男装的陈之东 把玩着一柄三寸小剑 漫不经心问道 要不要让小蓬蓬吃了他 不用 反程之前 他不会动手的 陈之安道 这使团之中 除了几个别倒霉蛋 其余人大概都期待我暴毙而亡 你说陈阿满咋混呢 满朝文武 竟没几个盟友 强者不需要盟友 陈之东歪着小脑袋 认真道 猛虎独行 豺狼结队 陈之安正了正 这小妮子 有时候天真的不像话 毛子里透着清澈的愚蠢 有时候 又霸气得不可一世 莫不是人格分裂 小妹 你老实告诉我 现在到底是什么境界 陈之安定着那双幽深的丹凤眼 生怕错过半点变化 我没境界啊 陈之东眨眨眼 人家才十五岁呢 还开造化之门 哪里来的境界 没骗我 陈之安疑惑道 胡尔山上那些异兽 怎么会那么怕你 我哪知道 陈之东呵呵笑道 大概是他们觉得我可爱 好吧 陈之安伸手揉了揉他的头 没有再追问 无论他是什么存在 总归改变不了 是自家小妹的事实 两人在车里待了大约半个时辰 直视狼孙通 禀告河间已到 河间郡守郑寿光 遣人前来迎接 陈之安掀开车帘 官道上 一个锦衣公子安静站在那里 正满脸晴晓看着他 面目依稀和曾经的至交好友 魏子县有几分相似 河间魏子秋 恭迎帝都天使入城 第四十五章 夜阴画江湖 魏子秋 陈之安脸上立刻挂起温和笑容 略带兴奋到 阁下可是小弟之爱亲朋 手足兄弟魏子县的二哥 紫线却是下官的右底 魏子秋淡淡道 见过紫秋兄 陈之安跑下马车 亲切地握住魏子秋的手 埋怨道 紫线为何没来接我 自打小弟从天牢出来 就再没见过紫线 怎么紫线是 嫌弃我在牢里待过吗 魏子秋脸色复杂地看着陈之安 如果不是猜测到三弟的死 和这次脱不了干系 他几乎都要信了这鬼话 沉默半想 魏子秋淡淡道 大人眉目依旧 春风得意 我那三弟却不知葬身何处了 什么 陈之安大惊失色 玄机满脸悲伤叹道 昨年他还好好的 怎地转眼就没了 我的肢结 紫线 呜呼哀哉 痛失无有 大人 私人已逝 往事不可追 紫线能有大人这样的朋友 也不往来这世间走一走 下官已在如玉阁安排了宴席 还请入城吧 入城 这就入城 陈之安伸手抹去眼泪 振作道 紫线此生夙愿 便是越境千帆 我身为他的挚爱亲朋 一定替他完成这个遗愿 魏子秋眼底闪过一丝厌气 侧身接引使团入城 魏家出身不好 是前朝太监魏燕的私家子 这些年魏家上下 无不再谋划着喜白身份 为了攀上西伯侯府 这根正苗红的大树 甚至不惜将掌上明珠 送进去作妾 怎那一场谋划成空 最终给眼前这个废物 白白做了嫁衣 没有爵位 无论他们底蕴如何强大 魏中理修为如何高绝 在这大堂 始终低人一等 长安城那些贵人 从来都只把他们 当成一条狗 入了如玉阁 兵主惊欢一场宴席后 看着放浪行骸 一头扎进姑娘堆里的陈之安 魏子秋找了个借口 便离去了 身为魏府二公子 何间俊守门客 他向来看不上这种胭脂水粉 使团随行的官员们 倒没那么多讲究 在清官人们 一查接一查的攻势下 就连随行太监高丽氏 都变得蠢蠢欲动起来 眼见使团的官员们 逐渐变得有些燥热 陈之安大手一挥 让姑娘们好生伺候各位大眼 他则抱着花魁念挪 向阁楼最高处走去 高丽氏见陈之安离开 推开两个清官人 就要跟上去 陈之安回头冷笑一声 怎么 高大人是想入阁观摩 不敢 眼见陈之安动目 高丽氏犹豫片刻 重新坐下 还没到撕破脸皮的时候 等着废物完成使命 他不介意亲手 送着眼高于顶的小猴也归天 呵 陈之安冷笑一声 抱着念挪入了阁楼 进入阁楼 前一刻还醉醺醺的念挪 飞快从陈之安怀中起身 半跪在地上 掏出一枚月牙玉坠 恭敬道 夜阴三十六号念挪 见过老板 陈之安接过玉坠 又从怀中 掏出自己那枚黑色玉坠 合在一起 确认无误后 将念挪扶起 微笑道 你排序三十六 是三个月前觉醒的夜阴 对 奴家是柳先生亲自觉醒的 念挪手指未动 以指为刀 使出了柳七传授的年花绝 陈之安微微汗手 确认无误了 说一说你了解的情报吧 事无巨细 都说一说 老板 奴家在魏府的内应传来消息 青楼开业那天 魏家主摔碎了两个琉璃盏 此后 魏子秋入长安 曾多次觐见二皇子 半个月前 燕荡山十二寇 被一个邋遢汉子斩杀殆尽 那邋遢汉子 疑似天交榜排名第十的狗游拳 另外 何锡俊丝绸世家中府小姐中妍 领队前往狼牙关里 有留言说 中府大公子 得罪了御剑宗圣子江华语 此行中妍 是为了花钱买命 陈之安摸了摸下巴 青楼开业那天 想要杀他的 果然是何间魏家 只是不知道是太子受益 还是二皇子 魏家明面上是二皇子的人 暗地里却和太子不清不楚 甚至极有可能 暗地里还有主子 三姓家奴做成这样 也算是独一份了 魏子献死在他手里 他又截胡了魏家的谋划 已成死敌 没有和解可能了 看来得找机会 让老管家 埋了魏中里那老家伙 至于狗哥的消息 倒是无关紧要 最近陈之安并不缺钱花 何夕中府 是什么底细 中府世代为商 家主中文 是话虚静修行者 传闻其府上 有一尊虚神静太上长老 在何夕郡 算得上是顶级门阀 前段时间 中府大少爷 中莫无故抱恙 然后便有了中府小姐中严 领队前往狼牙的事 听说中莫的未婚妻 是个远近闻名的美人 前段时间莫名其妙 去了狼牙 卢家猜测原由 多半出在他身上 莫不是江华与小别三 又看中了人家的未婚妻 陈之安摸着下巴 盈盈有些期待狼牙之行了 有我二哥的消息吗 没有 念奴儿低声道 江湖上近来没有出现 用剑的陌生高手 倒是月前何熙和何东郡 有几波山贼死的蹊跷 所有值钱的东西 都被洗劫一空 据说是有独行匪扣过境 想来应该不是二公子 陈之安嘴角微抽 呵 在他记忆里 自家那位便宜二哥 可不是什么是金钱为粪土的侠客 而是个打小就患上 差钱恐惧症的秋风客 一日清晨 陈之安在念奴儿幽怨的目光中 神清气爽地出了阁楼 没办法 隔壁有个神秘莫测的小妹 陈之安压根不敢真就做点什么 门外 礼部官员们都穿着变装 早早变后在那里 经历过没修没造的一晚 他们看向陈之安的目光 稍微有了些暖意 毕竟拿人手短 陈之安微微一笑 一跃而起 跳上马背 策马向城外走去 第四十六章 山雨欲来封满楼 那位小侯爷 你怎么看 魏家阁楼 魏忠理俯瞰着 渐渐消失在街头的使团 在其身前 一杆长枪 正游易在虚空中 枪间直指陈之安后背 金玉其外 败续其中 魏子秋轻声道 孩儿确认过了 他没有迈入那道门槛 依旧是五道一品 五道一品 魏忠理缓缓道 实不杀一人 千里不留行 试了服衣去 深藏深羽名 五道一品 写不出这种杀意潇洒的诗 明是说 他在藏桌 魏子秋疑惑道 以他的年纪 哪怕再妖孽 至多也就是炼气劲罢了 孩儿实在想不到 一个炼气劲 有什么值得藏桌的地方 不是他 魏忠理指尖转动 长枪在空中 划出一道虚线 追逐陈之安的身影 将他锁定 是陈阿满 魏忠理道 陈阿满话虚境修为 哪怕加上整座侯府的底蕴 也绝不可能有资格 让那位警惕 甚至不惜用老祖宗的盗葬 让我出手 我心忧虑 惶恐难安 父亲 魏子秋看着父亲 这位一手称其整座魏府 崛起于微末 让魏府以剑籍之身 屹立于河间百年不倒的掌权者 今日第一次表现出了 犹豫和惶恐 父亲 放弃吧 我们不争了 不争 街道上 陈之安的身影 已然消失不见 魏忠理手指倾扣 长枪引入云霄 当那人抛出橄榄枝 就由不得 我们不争了 我去吧 父亲 魏子秋低声道 用我的命 换陈之安的命 你杀不了他 魏忠理抬头看着远处的云霄 平静道 在那云上 有一头画虚境的妖兽 而且 只要陈之安死在河间 我魏家便不可能置身事外 你走吧 带着老祖宗的盗藏 隐姓埋名 不到大宗师境 你永远不能 再以魏子秋的身份出现 父亲 魏子秋眼眶微红 滚 魏忠理副手在后 冷声道 我要你活着 不是让你苟且偷生 我魏家的耻辱 需要有人 用鲜血来洗礼 父亲 孩儿此生必入反真境 让魏家后代子孙 堂堂正正站在长安城上 魏子秋跪在地上 叩首不已 魏忠理没有回头 只是摇摇望着城外 直到魏子秋离开后 他才回过头去 低声娜娜道 魏家已经跪得太久了 我累了 不想跪了 小妹 你有没有感觉 天上似乎有什么东西 在对着我们 车厢里 陈志安把一颗酸性 放入口中 呲牙咧嘴道 莫非是魏忠理那老家伙 想要干我 陈志东抬头看了一眼车顶 随口道 不怕 通玄境而已 小哥有西宁姐姐送的簪子 他一下捅不死你 只要一下捅不死你 他就死了 倒也是 想到不知道 藏在哪里的老管家 陈志安放心下来 出来混是讲势力拼背井的 能打有个屁用 使团又走了大半日 陈志安才感觉到 头顶那隐隐的杀鸡 消失不见 放心大胆地走出车厢透气 见他出车厢 直视狼孙通微微拱手 陈生道 大人可是要歇息片刻 不用 只是车里呆腻了 出来透透气 陈志安白手道 我们大约还有多久 能到燕荡山 约某傍晚能到 孙通犹豫片刻 低声道 大人还是进车里去吧 路上不太安全 什么意思 陈志安不解问道 出了和监郡后 这道上流民无故多了起来 若是他们 见了大人关袍 须有铤而走险的亡命之徒 孙通脸上露出几分不忍 低声道 先前高公公已经斩杀了 十好几个流民 孙大人 小心祸从口出 高丽氏听到孙通的话 脸色阴冷到 哪里来的流民 咱家杀的明明是 山贼匪寇 孙通脸色微变 朝高丽氏报了报权 闭口不语 他久居礼部边缘 每日做的 也就是些打杂的闲事 平白活了五十多年 对官场的事 七窍通六窍 一窍不通 先前看着高丽氏 随手杀了几个流民 心下不忍 又没有办法阻止 没忍住 便对使团里官位最大 地位最高的陈志安 说了起来 在他浅薄的官场见识里 大约这种事情 交给官位最大的人 处理比较稳妥 却没想到 此举有些告雕状的嫌疑 高公公好众的杀性 本官在车厢里 竟连半点风声都没听见 便有十好几个无骨百姓 做了你的刀下鬼 陈志安斜眼看着高丽氏 冷冷道 高公公说祸从口出 本官倒想问问 你知不知道 我们一言一行 代表的是谁的脸面 你如此草菅人命 损失的又是谁的威严 我大唐律令里 何时有过不交诸 不问罪的条例 便是有 又是谁给你的胆子 敢在本官面前杀人 谁给你的权力 黄口小儿 你安敢如此如我 高丽氏脸色铁青 奸生叫道 咱家是太极殿的奴才 便是三公九卿 见了咱家 也不敢如此放肆 阉人而已 陈志安面无表情道 自己长嘴 再敢多言半句 本官迟照斩你 庶子 高丽氏清津外露 手掌上宛若实质的元气凝结 恨不得一掌拍死陈志安 掌嘴 陈志安从怀中掏出赵书 手掌高高扬起 别逼我动手 啊 该死 高丽氏 尖声长笑 笑声震动山野 可看着那金灿灿的赵书 他终究还是忍了下来 在自己脸上 啪啪摔了两个耳光 好像把怒气都撒在了自己脸上 顿时鲜血长流 是必 他应狠道 陈大人 今日之耻 咱家铭记在心 哼 陈志安双手插兜 根本不在意 这种毫无威胁 可言的威胁 这厮杀心毫不遮掩 寻死是迟早的事 他要是敢忤逆 陈志安不介意 立刻就送他上路 天上那傻大鸟 可饿了许久肚子了 收拾完完高丽氏 陈志安对着孙通道 孙大人 你选几个侍卫 从官里的刺金中 对三百斤 去最近的城镇购点物资 路上再遇到流民 就分发些吧 不能多发 每人三日的口粮 我们毕竟只是官里的使团 能做得有限 这不太好吧 孙通有些心动 又有些惶恐 犹豫到 毕竟这是给 飘渺宗和御剑宗的恩赐 怕啥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莫非王臣 总归都是陛下的臣子 与其赐给那对 奸夫淫妇 不如给那些流民来得实在 到时候 陛下怪罪下来 本官一间挑之 第47章 入狼牙 得了陈知安沉默 孙通没再坚持 从须弥戒指中 取出三百两黄金 又咬牙 从自己钱袋子里 掏了十两碎银 让几个侍卫 前去购买物资 礼部其余官员 则冷眼旁观 没有阻止 也没有赞同 陈知安饶有兴致地 打量了孙通一眼 策马走在前面 他本以为随行官员 都是些盈盈狗狗之辈 没想到 竟还有孙通这种 纯纯的小白 难怪他做官这么多年 还是个吃灰的角色 秉信大约不坏 只是升迁无望了 小姐 前面便是狼牙了 狼牙城外 中府商队 历经两个多月 终于到达了狼牙 侍卫队长勒住江省 指着眼前 一座雄伟巨城说道 我们没有请柬 需要下马步行入城 狼牙将是好霸道 婢女终云 不满地嘀咕了一句 扶着钟颜 缓缓走下马车 世人皆知 狼牙是江家的 无论是狼牙郡首府 还是狼牙军部 几乎都被江家把持 在狼牙郡江家家主的令剑 比大唐皇帝的圣旨 还要管用 而江华语 将是当代麒麟子 十二岁入先天 十五岁入炼器 十九岁入玉器 二十六岁玉器尽圆满 月吉而这儿不败 万年已降 将是第五位 有望圣人敬得的天之骄子 玉剑宗圣子 即万千光环于一身 为了此次江华语和诸尔大婚 狼牙郡首早就颁布了禁令 广商客 无情捡者 下马入城 为禁令者斩 芒流驱逐三百里 有为观瞻 入城者斩 商队最后面 陈之命抬头看着眼前的巨城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十二年前 他还是天才的时候 便骑着那匹独角天马入过城 十二年后 他又站在了这里 陈公子 狼牙已到 您的任务已经完成 我们就此别过吧 就在陈之命默默看着那座巨城时 钟妍走到他身前柔声道 此行两万多里 多谢陈公子一路庇护 拿人钱财 替人消再罢了 陈之命收回目光 淡淡道 钟小姐不必专程致谢 钟妍微微一正 似乎没有料到 陈之安会如此冷漠 由于片刻后轻声道 妾身车厢里 有两套护卫符 本准备用来遮掩身份 公子要是不嫌弃 妾身让云儿送来 不用 陈之命眉头微皱 在他眼里 这一路的交情 大约只值那十两银子 真就是比比较单纯的买卖罢了 并不想有太多牵扯 打扰公子了 钟妍嘴角笑容脸去 别过头不去看他 小姐 我们走 钟妍恶狠狠地盯着陈之命 冷笑道 某些人不识好歹 总觉得谁都不怀好意 有所企图呢 一会儿他就知道该哭了 呵 小白脸 有几个护卫 也不屑地唾了一口 为自家小姐不值 这小白脸说好听点是 护送小姐一程 实际上不过是一路上蹭吃蹭喝罢了 除了读过几年书长得好看外 根本一无是处 偏偏小姐却对他另眼相待 走吧 钟妍回头看了陈之命一眼 默默从车厢里 拿出两套护卫服 放在地上 向城内走去 陈小子 你是对的 女人只会影响你拔剑的速度 眼看他们走远后 老李坐在地上扣着脚丫子道 想当年老夫还是个英俊小生时 扑上来的狂风浪蝶 何其之多 老夫连瞧都不瞧一眼 这才年纪轻轻 就夺得了剑葵这个名号 陈之命没有搭理他 捡起地上的护卫服 又看了看远处被驱逐的刘明 莫名叹了一口气 至多为你出一件 还这赠衣之情 入了城 陈之命和老李两人 找了好大半日 终于在城西最偏僻处 找到了一间未住满的客栈 今日恰逢八月十五 天上月色正好 陈之命懒得和老李待在一处 独自走到楼顶赏月 兄台 有酒吗 陈之命刚走上楼顶 一道舒朗的声音响起 那人身穿白袍 面如官玉 如墨长发 高高竖在头顶 身后背着一杆银枪 正已在楼顶一角 没有 陈之命抬头看了那白袍公子一眼 淡定地从他身旁走过 我闻到了绿意独有的清香 兄台就别藏着了 白袍公子跟在陈之命身后十肩上 笑嘻嘻道 相逢极是有缘 这偌大的狼牙郡 我们能在这偏僻客栈相遇 又都起了兴致赏月 兄台又有美酒 当服一大白 陈之命回头看着白袍公子 打量一番后 伸出两根手指 二百两一壶 不二价 你这人也退无趣 白袍公子耸了耸肩 不想做冤大头 陈之命也不理会 踩着琉璃瓦 坐在屋顶 自顾取下腰间的酒壶 就这满轮明月喝了一口 酒香四溢 那白袍公子咽了咽口水 绿椅算不得特别珍贵 再别出二十两银子 便能买上一大坛 可是在此时的狼牙 却极难买到 早在半月前 这狼牙九四的绿椅 就都被遇见宗征掉走了 眼见陈之命喝得尽兴 自己却只能眼睁睁看着 白袍公子忍不住再次开口道 兄台 在下白马山庄薛一人 交个朋友 陈之命像看白痴一样看着他 二百两一壶不二价 只有朋友请的酒 才醉人 薛一人舔了一下嘴唇 弱弱道 我从来不掏钱买酒 陈过 陈之命抬头道 嗯 薛一人不解地看着陈之命 陈之命指着酒壶 认真道 现在我们是朋友了 你可以送二百两银子给我 我请你喝酒 陈兄 你真是个妙人 薛一人拍了拍陈之安的肩膀 从须弥界取出两张银票递过去 我这人生平最爱结交有趣的朋友 这是我的见面脸 陈之安接过银票 用手指捏了捏 确认无误后 从腰间取下酒壶递过去 笑道 这是我的见面脸 哈哈 对酒当歌 快摘 薛一人豪迈饮下一口酒 笑道 能结识陈兄这样的朋友 我薛一人此行直了 陈兄 你看那座高楼 那里 是狼牙僵士的祖宅 听闻万年前圣人江玉珍 在那里降生 白虎咸玉而来 开启了他的无敌圣路 其圣兵便供奉在那里 陈之命抬头看去 附在身后的木竹 仿佛感应到了他的目光所向 微微颤动起来 第四十八章 大道三千 殊途同归 陈兄 你很冷吗 薛一人用手指戳了戳陈之命 这风高气爽的月头下 你打摆子 我没事 陈之命手指倾扣 将木竹安抚下来 陈兄 你也是来挑战天交榜的吗 薛一人性格跳脱 对陈之命严谨一概的回应 半点不在乎 兴奋到 御剑宗和飘渺宗 联手打造的天交榜 把我排在第五位 我就得有点低了 可惜我来狼牙好几天 猪娃和江华宇 都不敢见我 我不是 陈之命把酒壶 递给薛一人 陈兄 你看见那座山了吗 薛一人指着远处 一座笔直山峰 随意道 那就是御剑宗 九月初九 我会站在山上 正式向猪娃和江华宇 发出挑战 我可以陪你 陈之命笑道 九月初九 我也要登山 好兄弟 薛一人拍了拍 陈之命的肩膀 感动道 不过还是算了 太危险 我怕你登不上去 只是顺道罢了 陈之命没有过多解释 陈兄 今天晚上很高兴 不过你该走了 薛一人站起身 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回头道 这里马上要见血了 不远处的一座酒楼上 一道雪白身影 孤傲站在楼顶 他背上附着一柄扩刀 整个人身上 散发着一种冷冽气息 闲杂人等 滚 说这句话时 他目光牢牢锁定薛一人 但话是对陈之命说的 陈之命充耳不闻 自顾饮酒 欧阳 希望你的刀法 不像你的嘴这么臭 薛一人抽出背上的银枪 摇摇指向那人 枪尖上涌动着寒芒 整个人瞬间变得凌厉起来 坑枪 一道冷冽刀光和枪芒交错 两人脚踏虚空 瞬息间交手数招 刀器枪芒纵横四略 瓦力四剑 陈之命伸手在虚空中轻轻摁下 身前一尺之内 仿佛形成了一堵屏障 将飞剑来的瓦力挡在墙外 哄 一声轰鸣过后 以两人为中心 三丈方寸之间 狂暴契机将屋顶掀翻 天交榜排名第五的 白马银枪薛一人 和排名第六的雪山圣子欧阳雪 在八月十五 月圆之夜 掀起了天交榜首站 观战者 半不须神尽臣之命 御剑宗 圣子将华与双眸威逼 盘膝坐在藏剑阁内 在他膝前 一柄鼓翼昂然的长剑 流转着森然剑翼 末地 有御剑宗内门弟子推门而入 笛声道 圣子就在刚刚 薛一人和欧阳雪一战 薛一人三枪将欧阳雪挑落 欧阳雪重伤而逃 五毒宗江流 已经追了上去 我知道了 江华与双眸低垂 仿佛对这个消息 并不放在心上 那内门弟子 眼底闪过一丝钦佩 缓缓退了出去 不愧是圣子 婚期将近 竟也能做到心如止水 不动如山 每日在这藏剑阁磨练剑气 待那内门弟子离开后 江华与睁开双眼 哪里还有半点古井无波 竟是欲望和野心 学见实在 他终于在半年前 领悟了无双剑意 成为整个玉剑宗 最年轻的执剑者 他有信心 再给他半个月时间 玉器境内 他也可以让天下人 静低眉 嘴角微微勾起 一抹邪魅笑容 江华语低声道 薛一人 你想在九月初九挑战我 却从没想过 我也无比期待你来挑战 还有李成国 赵无忌 你们 都将成为我灯灵化 虚静的魔刀石 陈兄 我帅不帅 偏僻酒楼里 薛一人抹去嘴角的鲜血 挑动眉头道 雪山宗可是出过 圣人的古老宗派 虽然这些年落霉了 却也不可小觑 那欧阳雪 能被选为圣子 可真不赖 他的刀是死的 陈之命淡淡道 你如果出手 便使出破煞 只需一枪 便能将他挑下屋顶 虽然会引起元气反噬 却不至于吐血 如果你以这样的实力登山 挑战江玉华 必败无疑 薛一人猝眉不语 脑海中不断复盘 开始的利落 结束的也干脆 三枪之后 他气势达到了顶点 使出白马山庄 家传枪法破煞 一枪将欧阳雪定在墙上 江华语真有这么强吗 六年前 他就已经摸到了 剑义的门槛 如今六年过去 哪怕他是投猪 也该撞碎那道门了 你面对的是一个 掌握了剑义的剑修 陈之命淡淡道 想要将他定在墙上 你至少得领悟枪义 白马山庄的破煞 走爆裂凶猛的路子 你只要将之雾透 领悟枪义 水到渠成罢了 枪义 薛义仁喃喃自语 片刻后跳起来 狠狠抱住陈之命 陈兄 我大概懂了 我去闭关 九月九再找你喝酒 转眼又是十日过去 继薛义仁和欧阳雪 一战过后 像是掀起了一阵风 整个狼牙郡城 随处可见 站在楼顶决斗的修行者 到后来 但凡看到楼顶站个人 所有人条件反射的 便是先从客栈溜出去 然后伸长脖子等待着 那些客栈老板也不恼 甚至期待他们 打得越凶越好 毕竟修行者们 从来不缺那三瓜两枣 打一架赔偿的损失费 足够让他们新建一座楼了 每逢决斗 陈之命也站在人群中 大到三千 殊途同归 他将诸清后 和三千剑修那开天一剑的剑椅 拖拽进汽海 虽然窥探到了剑道本质 却没办法掌握 一方面是因为 他本身境界太低 另一方面是剑道有缺 在剑阁枯守六年 他早已解析过 三千剑修的剑义本质 可以说 当时已经没有人 比他更懂剑道 想要补全剑道 他只能另辟西境 解析三千大道 这天 他站在人群中 抬头看着天上 两位修行者决斗 这是排行第36 和排行39的路人 为了莫名其妙的名头 在打声打死 基本属于菜鸡护卓 眼见没什么营养 他正准备起身离开 忽然感受到 有一道目光落在身上 回过头去 正好瞥见 有十两银子交情的钟颜 向人群外走去 短短十日 当初那个柔弱的小姐 已经变得风尘仆仆 婢女钟云 和诸多护卫 都不见踪影 第49章 天道昭昭 不得昭雪 钟小姐 你不是要见我家主人吗 这是要去哪呢 街道上 两个身穿 将是服饰的奴仆 挡住钟颜去路 言语放荡 其中一个眉上生着黑质的奴仆 甚至将手伸进他腰间 请你们让开 钟颜脸色苍白 伸手打掉那恶心的爪子 我是何锡俊中家的人 是大唐百姓 不是你江家的奴仆 你们如果再阻拦我 我立刻报官 报官 两个恶仆对视一眼 顿时面带嘲讽地笑了起来 仿佛听见了 这世上最好听的笑话 你尽管去告 要是不实录 大爷可以带你去 大爷倒是想看看 在这狼牙境内 有哪个不开眼的 敢接你的状说 听到他的话 街上原本正维持秩序的 寻乘数位都别过头去 更有甚者 居然小跑当那恶奴旁 小依奉承 脸上堆起恶心的笑容 倒比这两个奴仆 更像奴仆 宰相门房 世家奴仆 皇宫内奸 他们虽然身份低微 却是能通天地存在 小娘子 怎么样 要去告官吗 乖乖 随我们走吧 能在少夫人身边 做侍奉丫头 是多少人求不来的造化 你可别敬酒 不吃吃罚酒 忠言脸上 涌出无边的绝望 他本以为 狼牙将士 哪怕在霸道 在临近婚期前 总会爱惜羽毛 有所顾忌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即便奉上了八成家产 将士依旧不肯放人 甚至连他的身子 也要一并索去 萧瑟站在人群中 听着耳边嘈杂的声音 他抬头看着 黑压压的天空 一言不发 此时那边的战斗 已经落下帷幕 人群如潮水般涌来 将他和两个恶仆围在中间 纷纷向先来的人打听 发生了什么事 待听到旁人 会声会色 讲出忠言 居然要在狼牙 状告江家时 不约而同 露出了看白痴一样的目光 忠言环顾四周 看着麻木的群众 心如死灰 抹去眼角的眼泪 他指着那座高楼 七声大喊道 你们在嘲笑什么 我忠家做错了什么 就因为我哥的未婚妻漂亮 就因为那婊子猪尔 看上了我哥的未婚妻 便不顾律法 掳去替他服侍所谓的圣子 就因为我哥不同意 便指使江家奴仆 夺我家产 伤我父兄 如我嫂子 我一见女流奔袭万里 只求她将是网开一面 难道错了吗 忠言苍白的手指 遥遥指向江市祖宅 私生控诉着江家所做的一切 他不奢求 有人替他出头 甚至不奢求 早已在江市淫威下 被压迫到麻木的人 会心生愤慨 他只是求功力而不得 只求一死罢了 没有人回应他 只是人群中 渐渐没了声息 哪怕在麻木的人 听到这话 都会忍不住心计 忠言一介女流 又没有修为在身 与那庞然大物的狼牙僵士 和飘渺踪比起来 几乎连蝼蚁都算不上 他们甚至都不屑亲自出面 只派遣了两个奴仆 便已经逼得忠言一心求死 呵呵 忠言双眸心红 私声道 狼牙将是圣人世家 飘渺先宗 正道魁首 他们干了什么 他们杀我护卫 奸我婢女 逼我救范 要我跪在那臭婊子面前 俯首称奴 天理昭昭 不得昭雪 你们都觉得这是对的 可我偏不 我忠言再次对天启示 今日若死 不入轮回 永坠奈何天 以生魂为眉 诅咒将是大道断绝 生生世世 男为奴 女为娼 诅咒猪尔 世事为必 人尽可服 哼 仿佛上苍听到了她的誓言 压抑的天空 乍响一声惊雷 看热闹的人群 如鸟兽散开 生怕见上一身血 这些话 听到都是一种罪 两个恶奴 则冷冷看着忠言 这些话并不能让他们心中 泛起半点涟漪 这些年 他们已经听够了 死在他们手里的草剑 每个临死前 都会演一场这样的戏码 只是有什么用呢 无论世事如何变化 皇朝如何更迭 狼牙僵士 依旧是狼牙僵士 可惜了这副脸蛋 那眉心生着黑质的恶奴 嘖嘖叹了口气 如果先前这小娘子 还有机会服侍主人 在她说出这些 大逆不道的话后 便已经自觉了活路 毕竟 圣人不可辱 人群散开后 混迹在人群中的陈之命 瞬间就显得突兀起来 稀碎的雨滴 拍打在青石板上 她撑着一柄伞 静静立在路中间 那天在城外和我道别 是为了不连累我 不是 钟言红着眼眶 冷声道 你未免太自作多情了 陈之命笑了起来 自顾说道 留下两件护卫服 是怕我被城门口的侍卫杀死 你这是干什么 两个恶仆嘲讽地看着陈之命 是要陪他做一对苦命鸳鸯 锅躁 陈之命眉头微皱 手掌向虚空随手一拽 两滴雨水如利剑划过虚空 吃 两个恶奴身体瞬间僵直 不可置信地看着陈之命 在他们没心处 各有一个指尖大小的黑洞 缓缓渗出血液 陈之命从两个恶仆中间走过 撑伞走到钟言身前 认真问道 你是不是喜欢我 钟言正正地看着陈之命 他以为他什么都不知道 原来他什么都知道 入城以来 短短数日 他经历了从未经历过的黑暗 护卫被江家人随手捏死 就连秦童手足的婢女钟云 也在他面前受尽屈辱 寒奋自尽 此时的他 早就已经心如死灰 如果还有半分眷念 大约便是想起那个病秧子似的书生事 从客栈离开后 他跌跌撞撞来到人最多的地方 也只是为了再看一眼那个书生罢了 看到了 也就可以死了 伸手缓缓触摸陈之命的脸庞 中言惨白的脸上扯起一抹笑意 知道吗 你真的很好看 可惜啊 我看不到了 说归说 不要动手动脚 陈之命嫌弃地嘀咕了一句 却没有把中言的手推开 任由他冰冷的手掌放在自己脸上 雨越下越大 寻成数位将两人团团围住 扑刀尽数出鞘 眼底恐惧和兴奋交织 多少年了 这狼牙俊成 不知多少年没见过 胆子大成这模样的狂徒了 这对男女 此时已经不是人 而是他们平步青云 一步登天的垫脚石 只可惜 这垫脚石有些个脚 第五师章 越过此县者 死 是谁在此喧哗 街道上 又一个江氏奴仆 踏步而来 此时大雨见圣 却没有将他衣裳打尸半点 看到来人 寻成数位统领 双眸骤然亮起 小跑上前去低声道 将别先生 这女子妖言惑众 侮辱将士 那书生更是胆大包天 光天化日之下 残杀无辜 末将已将他们二人擒住 正等您发落 哼哼 有劳张统领了 老奴会在少爷面前 禀告此事的 江别似笑非笑地说道 至始至终 他都没有看那统领一眼 钟小姐 能够侍奉少夫人 是你几世修来的福报 你却不告而别 何苦来哉 江别双眸低垂 冷淡到 江家哪怕只是一条狗 也不是随便杀的 你这是在自觉生路啊 至于这位小兄弟 想好怎么死了吗 陈之命有些腻外地 瞥了这老东西一眼 随手在虚空一转 又是一滴雨水掠过虚空 如箭矢般 向江别飞去 将别脸色骤然大变 如同一只大鸟般 飞快向后退去 卷起漫天雨水 组成一道水墙 想要抵挡这 看似随意的一击 然而 他终究是大意了 扑吃 他如遭重击 整个人像个破碎的玩偶 砸在青石板上 其没心处 一个漆黑小洞 潺潺流着鲜血 你 不是 玉 江别终究是个 玉气静圆满的修行者 在陈之命随手一挥之下 居然没有立刻死 哗 远处看热闹的人们 傻了 江别虽然只是玉气静 但他在狼牙郡的 可谓无人不识 随着江圣子 修为越来越高 名声越来越响 跟随他的奴仆 自然地位 也就越来越高 江别作为最早 跟随江华宇的那批奴仆 地位自然不言而喻 甚至被赐予了 代表着无上殊荣的江性 而现在 江别死了 被这个柔弱书生 随意拽下的一滴水杀死 数位统领尴尬地笑了笑 那什么 末将忽然想起 家里有点事 请便 陈之命没有杀他 江忠言抱起 缓缓向城外走去 就在他即将踏出城外时 人群中窜出一条人影 那人脚步诡异 奔走之间 抛出无数银针 竟从身后偷袭 陈之命脚步不停 手指倾扣 昏沉的雨幕下 一道璀璨剑光闪过 剑光滑破雨水 在青石板上 留下一条剑意森然的鸿沟 越过此线者 死 而那道人影 在剑光掠过的时候 身体已然翘无声息 碎成两半 哗 所有人都齐刷刷退后数部 数位统领和寻成数位们 更是两股战战 这书生 竟是剑修 直到陈之命消失在街头 所有人才敢大声喘气 大人 我们就这么让他走了吗 将别死在那人手里 如果圣子怪罪下来 我们恐怕不好交代 数位副统领 心有余悸地看着那条鸿沟 后怕的同时 又不免有些担忧 现在死和明天死 你选哪个 张统领抹去额头的冷汗 颤声道 副统领犹豫片刻 如果有的选 我想选不死 想得没你 统领叹了一口气 低声道 想要活命 就别去多事 指了指地上碎成两半的黑影 数位统领感慨道 你知道躺在地上的是谁吗 鬼门真传 天骄榜排名第十一位的杨树 他入城以来 死在他手里的天骄榜天才 已经不下一掌之数 硬生生从排名第二十九位 杀到了第十一位 可是他在出手偷袭的情况下 性连那人一剑都挡不住 你说那人是什么存在 恐怕就连圣子 江家死了三个奴仆 对于底蕴深不可测的 圣人世家来说 和死了两只蝼蚁 差不了多少 可哪怕他们贱如蝼蚁 也是江家的蝼蚁 蝼蚁死了无所谓 伤了主人的脸 便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江氏庄园一座别院里 江华宇的亲生母亲白氏 坐在桃花椅上 怀里抱着一头雪白梨猫 漫不惊心道 张大人 听说你在现场 回奇夫人 末将确实在场 张统领沉声道 当时末将率领兄弟们 维持秩序 赶到现场时 恰好见到那恶贼出手行凶 使出一招天外飞仙 凭空拽出一柄 透明利刃偷袭 江江别先生重伤 末将想要救援 已经来不及 是这样吗 白氏嘴角勾起一抹妖艺笑容 江别死不死的 并没有什么 只是那书生 敢在狼牙杀我的人 这就是自寻死路了 奇夫人说得极是 张统领悄悄擦了擦 额头的冷汗 郑瑟道 那狂贼胆敢以武犯禁 末将已经禀明郡守大人 调动全城数位 出城击凶 想必不出两日 便能将那狂徒捉拿归案 我要活大 白氏柔声道 那个丫头 我很喜欢 我要她活着 亲眼看着她心爱的小郎君 死在眼前 说完她微微招手 立刻有两位剑客 从角落里走出 阿大 阿尔 你们从今日起 就跟在张大人身边 受她驱使 把那两个小家伙带回来 是 夫人 张统领咧嘴 朝两位剑客笑了笑 欲哭无泪 娘呢 两个话虚静的剑修 跟在身边 哪是受我驱使 这他娘的 是要老子的命啊 听说了吗 江家死了三个奴仆 郡守大人震怒 调动了三百数位 出城击凶 城外已经杀得血流成河了 狼牙承西偏僻酒楼里 几杯酒下肚 时刻们开始低声交谈起 最近城里最受人关注的话题 这事我知道 我就在现场 一个尖嘴猴腮的轻咳一声 待相邻的时刻 都被他吸引了注意力 他端起酒杯抿了一口酒 用极其淡漠的语气说道 这事 我算是见证人 三天前 是个雷雨交加的舞后 人群中一个书生背负木剑 剑色起义 想要诱拐僵尸的婢女 恰逢江家的奴仆路过 便出言喝止 谁曾想 那斯生的唇红齿白 竟是个无耻之徒 一言不合 出手杀了两个奴仆 又出手偷袭 江前来调查的江别重伤 引起江氏震怒 数位统领连夜跪在江氏院前请罪 江氏出动两位化须禁剑修 协助数位统领追凶 怎料那书生杀性极大 竟在城外屠杀平民 以杀养剑 如今已背上了近千条人命 原来是这样 他真该死啊 时刻们义愤填膺 纷纷斥责那书生 又有人问道 有两位化须禁剑修出手 想必那斯已经扶诸了吧 谁知道呢 那尖嘴猴塞的男人笑道 不过我敢打赌 他绝对活不过九月九